谁能想到这个从小就被人瞧不起 拿着一坨五花肉的男人 未来可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富豪 正当他走在回家的路上之时 突然发现小孩手中的这个物件绝非凡品 于是就上前说道 哥哥给你买瓶器准 你把这个给哥哥 好不好 你想要啊 一块钱拿走 你谁啊 我说他婶啊 韩春明一听立马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 转身就扬长而去 然而在那个年代一块钱是个什么概念 买五毛钱肉 十斤面 晚上吃饺子 事后到了晚上 全家人都正在一起开开心心吃饺子之时 韩春明就对兄弟姐妹们动起了小心思 他为了能买下白天看好的烟袋锅子 于是就向兄弟们挨个借钱 可是在他借了一圈之后 谁都没有伸出援助之手 这时当娘的突然站出来说道 多大个事啊 不就是一块钱吗 为了这一块钱 春明能骗你 你你先给他吧 那不行我还给你 行行行行 也就是老妈的这一句话 大哥二话没说就把钱借给了春明 随后拿到钱的春明 第一时间不是去了小孩家里 而是跑到了关大爷身旁 平时春明就是跟着关大爷学习了古玩知识 为了再三确认孩子手中的烟袋锅子是否真假 于是春明就想让关大爷给他打亮打亮 传统的 什么字母 好东西是个物件 知道中英北京条约吗 1860年 额尔金跟九王爷在安定门外签的那个卖国条约 老北京人都知道 额尔金的英文名字我念不上来 吉姆斯普鲜斯 想想啊 春明一听立马恍然大悟 二话没说直奔小孩家就跑了过去 八毛 三毛 七毛 五毛 成交 说什么都过去 大婶怎么也没想到中了春明的圈套 最后只能乖乖地回屋拿烟袋锅子 在回屋拿烟袋锅子后 大婶的丈夫死活不想给 逆星觉得价格卖的属实有点低了 于是就擅作主张把烟袋锅子用磨砂擦的特别亮 准备八毛卖给春明 很快大婶拿着擦亮的烟袋锅子走了出来 春明拿在手中一看立马懵圈地说 就是这个啊 那口子磨半天才磨这么亮的 大婶此话一出 春明的心瞬间就凉了半截 随手就把烟袋锅子还给了大婶 并且气得春明走在路上直踹墙 事后第二天当娘地看着春明整天 游手好闲地没有事做 于是就让他拿着昨天大哥给的钱 去买点水果找找关系 谁料在春明正当准备买水果之时 他看到路边有个乞丐 可怜地吃着剩下的残渣 于是就想都没想 就把手里的五毛钱给了乞丐 可春明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乞丐 今后成为了春明成功路上的大贵人 这个乞丐给了小伙基本破数 却没想到让小伙走上了一步登天之路 原来这个乞丐正在街边休息 春明刚好路过 看到乞丐正在吃报纸里的碎渣 于是就把手里仅有的五毛钱给了乞丐 而此时的乞丐也是毫不客气地 拿了春明的五毛钱 于是就说道 随后乞丐立马拿出了 几本破书 春明一看瞬间开心的步行 这都是给我的 你拿钱买的 原来这个乞丐正是京城里 大名鼎鼎的古董玩家破烂号 也就是他的这几本书 彻底地给春明以后的翻身之路 打下了基础 事后春明回到家休息之时 他的好友成建军突然赶了过来 都坐在这儿啊 有着落了 我把谁拿下 真的 我小心 一里食品场 去不去啊 妈食品场 饿不着了 食品场 这名额可不好弄 春明一听瞬间乐开了花 总算有了一个正经工作 第二天春明来到食品场里 他利用自己过人的口才 成功地交下了一个新朋友涛子 此时的涛子也是毫不客气地 拿起厂里的面包就吃了起来 而春明毕竟是第一次来厂报道 完全不好意思偷吃 这时的涛子却说道 吃鱼不对 知道吗 我看你们的吃相就知道 这面包多好吃 咱们出来找到了 长不开嘴 行 我后实在 随后涛子看春明这么实在 于是就让他下了班 在厂子门口等他 待厂子到了下班点后 涛子二话没说 就从包里掏出两个面包 塞给了春明 事后春明拿着涛子给的面包 直接就来到了苏蒙身边 随手就从包里掏出个面包 给了苏蒙 苏蒙一看立马说道 紧接着春明回到家 拿出第二个面包 就给了老妈 次日苏蒙骑着崭新的自行车 去上班 也正好在胡同里碰到了 准备上班的春明 春明得知苏蒙去了少年宫上班 简直比自己找到了工作 都开心的不行 随后苏蒙的一句话 彻底让春明干了个大杆 买辆自行车吧 不是你不有车了吗 我是让你自己买一辆 紧接着春明立马找到大姐 借了五块钱 随后又找了二哥大哥 分别又借了一些 这才勉强凑够个买自行车的钱 而此时的成建军 为了不让苏蒙跟春明一起上班 于是就拿出了 自己手里的老物件 准备卖给春明 原来成建军 也是从小就喜欢苏蒙 生怕春明跟苏蒙搞在一起 可成建军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要坑了春明买自行车的钱 却丢失了一个价值千万的古董 这个男人只是看了一眼自行车 却没想到发现了其中的大商机 春明为了能跟苏蒙共同骑车搞浪漫 于是就准备拿着跟大姐们借来的钱 去买自行车 却没想到在买车的途中 遇到了等候多时的成建军 成建军为了自己能追到苏蒙 于是就把自己家的古董便宜卖给了春明 事后春明只能看着成建军跟苏蒙一起骑车溜达 这时失落的春明走在大街上 却没想到碰到了一个挣快钱的机会 只要有个把子力气就能获得想要的资金 随后春明立马叫上自己厂里的兄弟涛子 两人在厂里下班后快速来到工地继续搬砖 事后经过半个月的搬砖后 春明终于攒够了买自行车的钱 紧接着春明就快速来到了自行车店 问着老板 就这些车怎么卖呢 这辆你要看哪 二十 七走 十五啊 该干嘛你干嘛 我光买零件就花了十六块 我也就挣四个钱辛苦钱 是我要是给您推来一辆这样的车 卖您十六我收 你推来我就收 这可您说的 那当然 就是老板的这一句话 彻底打开了春明的任督二脉 立马回家找到大姐说着 我想问什么事啊 单位有没有特别破的自行车 不能骑的也行 我想给他买过来 什么单位啊 我们院就有啊 紧接着春明就通过大姐逃来了 两辆淘汰的自行车 于是就开始在家组装了起来 最终经过三天的组装后 春明推着组装好的自行车 来到了老板摊位说 您给出多少啊 你们说十六吗 我在里千十块 明交 这车不是掏的吧 您说我不会掏 这车要是七成心的 四十 八成心 六十 九成心 给你七十 顶到头的见 得了 甚至那哥们给你推一辆八成心 谢谢你们 可谁也想不到 春明的组装的车子的成本 只有八块钱 事后第二天 春明骑着自己翻新的自行车 走在了苏萌的身后 苏萌一看是春明瞬间说道 我就知道是你 别人没这本事 哎 你这一个东西都跑哪儿去了 我一直都没见着你 甭提了 这一个月快把我累惨 每天加班 回来那会儿呢 人都睡了 走那会儿人还没醒呢 不错 有进步 我这不是为了兑现对你的诺言吗 您还记着呢 那行 明天早上 再来回头门讨见 七点 七点 哎 别别别 六点半吧 我得把程建军甩了 他可讨厌呢 我每天早上春明准 能喝点手 行行行 听你 反正账便宜的人是我 走 四日早晨 苏萌偷偷地打开了自行车所 准备离开之时 程建军却听到了苏萌的动静 于是就快速起身查看 生怕错过了跟苏萌在一起的机会 而这边的苏萌 早就跟春明开开心心地溜了出去 本来想追上去的程建军 由于用力过猛车链子却掉了下来 这下可急坏了这小子 随后程建军就推着自行车来到了修理铺 老板忽悠他也就换新这样 绝对没有掉链子一说 并且最终在老板的忽悠下 程建军加了六十块 换了一个八成新的自行车 事后所有人回到大院后 春明发现程建军的车子似曾相识 于是就说道 车是在修车不买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 此时的程建军面对春明的嘲笑顿时来了脾气 并且还说着春明有了今天工作 还是他帮的忙 随后就把刚买的车摔倒在地上 说啥也不要了 事后无奈的春明只好找到程建军认了错 程建军一听有了新车瞬间动了心 紧接着第二天 苏蒙再次准备上班之时 程建军一副小人得志地推着春明的车走了出来 这时的苏蒙直接问道 这春明儿的车吧 怎么是他的呀 他哪买得起啊 我这次骑了一天 怎么着 在你面前嘚瑟了呀 苏蒙一听瞬间没了兴趣转头就走了出去 而另一边的春明却骑着程建军的破车在拐角处等待着 春明眼看苏蒙过来了 于是就假装要离开 却没想到被苏蒙叫了下来 等一下 我还要问你话呢 你要是再往来一会我该迟到了 我正好有话要问你 哎 春明儿 那个 昨天我这车子借给你骑了一天 今儿的灯子不好用了呀 心理作用 你就是他爱系你的车 此时无奈的春明只能顺从程建军说了下来 毕竟他现在的工作是程建军介绍的 苏蒙听了后也丝毫没放在心上 于是就说道 没审你你自己先招了 坦白从关抗拒从严 我还要吃你给我偷那面包 真的 我还跟我妈说呢 说我长这么大 这个最好吃的那面包就是你给我的那个 行 这儿满东西 走吧咱们 也就是两个人的这一句话 彻底让程建军这个小人听到了 事后第二天保卫科通过程建军电话举报后 立马安排检查人员在门口拦截 此时的春明一看情形不对立马说道 站住 你们仨都给我站住 春明一看立马把责任揽了下来 说着面包是自己偷的 虽然自己的包里没有 但是他把面包放到了小力跟涛子的包里 果然保卫科的人员在两人的包里搜出来面包 你跟我们走 紧接着春明一人扛下了所有责任 之后在处罚期间又被叫到办公室写着检讨 也就是写这份检讨的机会 再次让春明有了新的商机 此时的春明听着保卫科有人倒卖鸡蛋 于是就准备上乡下收鸡蛋卖给自己的面包厂 这样更能发一笔横财 我昨天在胡同口等了半天你都没来 明天星期天哪去天堂呢 我天和套子约好了要去农村收鸡蛋 收鸡蛋干嘛呀 买给我们厂了 合法呢 这样不让他们知道你没事 见过吕尚处 没见过你这么幸灾落后 滚蛋 不是你 行 我看年代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成建军出卖了自己的兄弟春明后 却没想到遭到了门外大意的怒骂 原来春明的事业全是成建军一手造成的 第一次成建军偷听了春明跟苏蒙的话后 直接举报春明在厂里偷拿面包 而厂里看在春明平时勤奋的份上 只给春明从轻处罚流场观察 事后春明跟苏蒙在墙角聊天之中 又再次让赶来的成建军偷听到了准备倒卖鸡蛋的事情 要和套子约好了又去农村收鸡蛋 收鸡蛋都没 买给我们厂了 合法呢 这样不让他们知道你没事 此时在一旁偷听的成建军顿时又有了坏心思 次日春明带领涛子跟小丽来到了乡下 经过三人几个小时的努力 终于收到了足够的鸡蛋 随后就趁着夜深人静之时 把一车的鸡蛋拉到了厂子内 最后几人拿着分来的巨款不知所谓 事后第二天所有人正在兴奋地讨论厂里新产品之时 保卫科的突然走了进来 春明一看立马明白了倒卖鸡蛋的事已经泄露 于是就悄悄地趴在了保卫科身边说着留点面子 紧接着春明就被保卫科的人带到了办公室 说吧 得了多少好处 多少 六十 什么 六十 完了 完了 你这数额巨大 我也救不了你 二十 二十 完了 已经记录在案了 快快 你说干嘛改一下 别动 再动你性子更恶劣 我可以告诉你最后处理结果 最后的结局是 看出处长 也就是这样春明再次受到了处罚 原来这一切的背后又是成建军举报倒的鬼 最终无奈的春明只能收拾铺盖赶紧离开 待春明准备离开之时 涛子跟小丽突然走了出来 两人以为是他们害了春明 此时的春明却喊 来吧 再给我一个工人阶级的拥抱吧 来 春明 我喜欢你 该喜欢 随后带春明要离开之时 厂子主任突然叫出了春明 拿出了厂里新生产的巧克力面包给了春明 以做最后的告别 事后没心没肺的春明拿着面包找到了女神 直接二话没说就给了他一个 这时的苏萌开心的说 巧克力的 我们厂最新产品 那这么说 我前北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应该是吧 此时的春明听到一声爱自己 瞬间迷失了自我 哪怕被开除也心甘情愿 而另一边做了坏事的陈建军 却跑到了厂里 确认春明被真的开除后幸灾乐祸 这时的大爷立马大喊道 见过吕尚树 没见过你这么幸灾乐祸的 滚在 收废品了 叔叔我把这个头把手给你卖 头的 不是是在我家卸的 男人遭兄弟算计丢了工作 最终无奈只好收起了破烂 可是谁也不曾想到 就是这样收破烂的春明 今后成了让人敬仰的千亿富豪 而另一边的陈建军 还不打算放过春明 于是就想发设法的羞辱他 并且第二天来到春明面前告诉他 明天晚上有个同学聚会 你必须的去 春明一听立马说道 你们一个个人摸狗样的 收破烂的跟着瞎起什么哄 话别这么说 分工不同 都是为革命工作 你得去啊 大家等着你呢 紧接着成建军怕春明不去 转头就找到了苏蒙 于是就用激将法哄骗了苏蒙 最终苏蒙真的前去 跟春明说了聚会的事 春明一看女神都说了那就去吧 四日晚上大家都聚在了一起之时 韩春明躲在了角落里 坐着吃瓜群众 却没想到台上 突然叫到了自己的人 韩春明这小子来了 说你呢 说你呢 别躲了 杨书记都在这呢 你还敢躲啊 赶紧上来 春明上学时 就不是个老实的家伙 不论他走到哪里都是个人物 不仅勾起了大家的回忆 又哄得书记哄堂大笑 气氛瞬间达到了热火朝天的高度 此时身在一旁的成建军看后 瞬间气泽了脸 非但没有羞辱到春明 还让春明又在人前掌了脸 也就在这时苏蒙突然对成建军说道 我说这些呀 不气 你看人家的气场 你看人家的特别好 你看你刚才的 此时成建军一听顿时又有了损招 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 也就在这时台下的兄弟们纷纷起哄 让春明弹个钢琴 可春明却说道 您别逗了弹琴 就咱这帮老少爷是个弹琴的 有没有 没有吧 但凡有一个们管他叫爷 也就在此时成建军突然站了出来说 行 春明 我还就给你叫这个板了 你说 我要弹出声来怎么办 我说的可不是光出声 我说的是也弹出曲子 列位都在 做个见证 下面我就郑重邀请 苏蒙演唱 我钢琴伴奏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好 春明一听两个合作 瞬间心情失落了下来 可还真别说 成建军这个坏小子 还真会弹钢琴 好 好 随着两个人演奏完之后 成建军立马嘚瑟了起来 我说各位 这个钢琴我也弹完了 是不是都有人 喊我叫爷了呀 才都开玩笑呢 何必这么认真呀 不是我认真 是春明守着大家伙说的 谁要是弹出 怪谁叫爷 不能说他不会弹 说大家都不会弹 太想笑人了 春明怎么也没想到 这么多年的兄弟 竟然让自己这么难堪 于是就站了起来 尴尬地说道 建军这心谈得好啊 我口眼看人低了 爷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您多包涵 也就是这一鞠躬 彻底让春明心里 有了一块大石头 两人的梁子 也就此结下了 这个手拿五花肉 吊儿郎当的男人 走在街上 却没想到碰到了 一个身穿破烂的乞丐 于是春明就把手里 仅有的五毛钱给了他 可春明怎么也没想到 春明几本破书 谁料多年后 有过一面之缘的两人 再次以同行的身份见了面 破烂了吗 有破烂了吗 巧雷 碰上前辈了啊 这小子 干上我这好了 是不从那几本书里 瞅着什么道歉的 这还真不合理 哥们十年前就有告人之年 此时听了春明的话后的破烂喉 觉得这个后生 也算有点古董天赋 于是就邀请春明 去他家里大开眼界 而春明听后二话没说 就跟随破烂喉来到了家里 当春明推开门的一瞬间 立马被满屋子的 补董惊掉了下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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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破烂喉就拿出了一个铁盒 让春明好好观赏观赏 谁料春明看了后立马说道 千龙金饼 干嘛你 破烂喉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行 别提东西的 我有个姑娘 我特喜欢的 她马上过生日 我想送她一个独身的宝贝 你这东西正合适 多少钱买不来的 出去 破烂喉一听春明 有着动自己宝贝的心思 二话没说 瞬间翻了脸 直接就把春明赶了出来 而春明在上次聚会之后 得知了苏蒙马上就要过生日 于是想发设法的 也要给苏蒙一个 独一无二的领 随后春明立马 找到了自己的师父 关大爷 他把今天看到的铁盒 告诉了关大爷 关大爷一听 这绝对是个宝贝 并且还说出了铁盒的由来 春明一听更加对铁盒来的兴致 于是转头就又跑到了破烂喉的家里 说啥也不走了 非要在破烂喉家里住一晚 破烂喉一听立马说 也就在春明看没戏准备离开之时 破烂喉的女儿突然来了并说 此时的春明看出了门道 原来这对父女之前就有过节 所以最后把关系闹得很僵 女儿一看父亲真不管 拿起古董就准备往地上摔 春明一看立马阻止了下来 随后就叫着喉姐说自己帮忙去看看 来到喉姐家后 春明用手简单地测量一下体温 立马就叫人把姐夫送到了医院 并且又跟涛子借了一些钱 而春明的这些举动破烂喉都看在眼里 次日第二天破烂喉找到了春明 跟他喝了点小酒 于是就说出了跟女儿的过节 我跟那个刘四海是仇人 小刚刚就他卖的我 我那儿在伪政府干过 混口饭是给人抛腿的事 说我是汉奸 去他们一把伙把他们三家床都给点了 就说判了三年 我们俩这仇人就作业了 非要嫁给我这仇人的儿子 你说我能答应吗 我当然不能答应了 就这闺女我能认她吗 春明一听瞬间来的小性子 破烂喉 按说您这岁口轮不着我来一下 有句话我真是不说不通 我们家老爷子林总强说的话 哥们这辈子要记得 做正阳门下的人就得做正阳门下的事 拍着胸脯做人不做个媚良心的事 琢磨琢磨吧你 经过春明语言的刺激后 破烂喉觉得春明确实是个好苗子 于是第二天就拿着铁盒就来到了春明家里 却没想到遭到了春明老母亲的嫌弃 你的东西干嘛交给他呀 您交他才也知道 这样啊 当兮兮的乞丐拿着千万古董来到了女人家里 却没想到遭到了女人的嫌弃 原来这个古董是春明想尽了一切办法 才让破烂喉忍痛割爱 事后春明回到家后 母亲第一时间就把破烂喉来送铁盒的事告诉了他 刚才那收破烂的 给你送了一样东西 哪儿呢 放桌子底了 太脏了 春明一听立马跑进了屋内 于是缓慢地打开了铁盒 看着铁盒瞬间就亲了一口 随后就抱在了怀里高兴的不知所措 谁料第二天苏盟考上了大学 程建军也开心地前来祝贺 并且也拿出了自己的入学通知 这下可惊呆了苏盟 程建军 你还有个什么可以让我惊讶的 你一气全说出来 你上次弹钢琴就让我刮目想看了 这会儿又没见你复习 你没上我高中 这就考上大学了 你可真够神的 紧接着程建军 说着让苏奶奶别准备晚饭了 今天都去他家吃 并且还开心地说着 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苏奶奶一听顿时就领会了其中的意思 事后到了下午春明回来之时 门口的大叔直接说道 诗明 咱院可出喜事了 苏姐姑娘成这大小子 考上大学了 程建军 没错 春明一听瞬间心情就低落了下来 毕竟自己没有那样的问题 这样他离苏盟就越来越远了 紧接着到了晚上成苏两家开心的庆祝之时 春明突然来到了屋内 呦 春明 刘老师 快坐下来 不了不了 打扰了啊 我知道苏盟考上大学了 特意给他备了份礼物 祝你千诚四姐啊 那这都不好意思 没事 来春明来坐下一杯 不不不 我回家还有事 打扰了 走了 走啊 随后春明送完礼就走了出去 可是这屋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春明送的这个铁盒竟然是价值千万的古董 而苏盟更是无知地顺手 把铁盒送给了奶奶做针线盒 此时身在门外的春明听后顿时心痛不已 于是就跑到了门口自卑地坐了下来 他回想着跟苏盟的一切 不由自主的眼睛就冒出了汗水 事后第二天春明从此一举不振 躺在家里呼呼睡起了大叫 也就在这时苏盟突然走了进来 怎么办啊 我想跟你聊聊行吗 此时春明的内心五味杂粮 而苏盟更是拿来一把椅子继续地说着 我知道 你对考大学的事情 现在对我有很大意见 可是好的话 我又不能不说 你不觉得咱俩现在差距 越来越大了吗 说这话你也不愿意听 你学人程建军 春明一听女神提到了程建军 瞬间急了眼 于是立马大喊道 有千难买我愿意 韩春明 我这都是为你好 你不知好歹不可理喻 跟着考课大学用不着你来教育我 不可理喻 这个曾经穷无分文的小伙 摇身一变却骑上了摩托车 他为了能让师父去医院检查 却没想到又弄来一辆大吉普 原来春明让涛子跟领导借来一辆吉普 于是就拉着师父去了医院 然而在检查准备离开后 涛子看到了苏盟的爸妈正在医院检查 随后就把此事告诉了春明 你知道我还在心里很感慨 春明一听瞬间心像长了草似的 于是就让涛子先送师父回去 自己先进去看看 谁料进去后的春明怕苏盟的父母难堪 于是就假借肚子腾根劳两口偶遇 随后又主动上前帮忙 后来他偷摸的去找到了医生 问着苏老师的病情 春明一听心脏搭桥手术费 需要好几万瞬间傻了眼 因为在那个年代万元户都很少见 就连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 也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可把苏盟一家筹坏了 他们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 所有亲戚又借了个便 就连苏奶奶压箱底的首饰都拿了出来 而另一边的春明不能看着苏盟受苦 于是二话没说就找涛子借了一万 随后在无奈之时只能再去找师父帮忙 钱我可以帮你借 但你不能上杆子给人家送去 春明一听立马问着为什么 而师父却说着你拿着钱上杆子给人家送去 说明你这个人不值钱 你必须等他们过来跟你借 总结一句话 就是别把自己卖得太便宜了 事后第二天 春明破烂也不去收了 天天在家望着窗外等着苏盟来借钱 可是回屋后的苏盟此时也想到了春明 然后因为三年两人志气没说话 自己却不好意思来 在胡同里 就他买了起摩托车 虽然他有时候是干点不着调的事 可是改革开放也难 他可是第一个活下来的 盲盲去 你有面子 你们多长时间没说话 我可开不了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你快说呀 随后苏盟快速找到了成建军 让他帮忙去借 春明一听是苏盟让建军过来的 二话没说 直接拿出了准备好的三万块钱 顿时亮下了成建军的狗眼 但是这个成建军可真不是东西 为了讨好苏盟回屋却说道 也就是成建军的这一段话 却没想到让苏家这群傻子都相信了 谁料事后第二天苏老师做手术之时 春明火鸡火燎火燎的找到苏盟说道 你把手术怎么样 挺成功的 谢谢你帮我 那钱全都用在手术费上了 我也正在筹 很快会还给你的 不不不 我还钱的事咱们不着急 十年八年的都行 还是还缺钱呢 我还直接管火鸡 我这说的可都不费心的话 也就是这一句话 顿时让苏盟对成建军产生了怀疑 这下可有了成建军的好看 哎 建军 春明 哎 哥们向你道歉了 你还要动手 我这是亲的 谁让你玩阴的了 凭什么 我也喜欢苏盟 苏盟 你们三年没说话了 三 三年不说话 我们感情还在呢 我告诉你啊 我早该想到是你在中间玩阴的 我儿一的你管不着 哎 你追苏盟的时候 那哥们掺和了吗 苏盟看不上 你跟你掰了 我才追的对不对 再说了 我追苏盟又怎么了 你是卑鄙小人 你不配 我告诉你苏盟是我的 这辈子都是我的 谁要跟我抢就对不客气 甭吓我 这师姐谁怕谁啊 你逼接了我 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等着 春明怎么也没想到 两男争一女的戏码 出现在了自己身上 自苏盟父亲生病了后 春明想尽了一切办法 给苏盟借来了三万块钱 可苏盟碍于面子 不肯向春明张嘴 于是就委托成建军 跟春明借了钱 可是当成建军 拿着春明借给苏盟的钱后 却说着是自己跟春明借的 要是苏盟跟他借春明 坚决不会借的 事后小丽跟性聊天之时 一不小心说漏嘴 你知道吗 苏盟他爸生病 钱全是春明出的 他俩是没关系 拿那么多钱给他爸 行一听立马炸了锅 赶紧跑回家 向家里汇报情况 而涛子发现了事情的不对 也是快速前来向春明报告 你给苏盟他爸 出钱治病的事也露下来 蔡有力把你给苏盟他爸 出钱治病的事倒了 春明还没等涛子说完话 于是就快速骑着摩托车 来到了医院 并且恳求着苏盟 一定要瞒这一件事 那就是千万别告诉春明 家里人自己借钱给过他 苏盟一听立马说道 为什么呀 你就别问为什么了 答应我就行 行行行 那我走了 还钱的事咱们不着急 十年八年都行 还缺钱的话 直接逛我借 我这说的可都不违心的话 也就是春明的这句话 顿时让苏盟怀疑了 程建军说的假话 事后到了深夜 春明扭扭捏捏地回到了家里 这是一大屋子的人 都在等着给他做批斗大会 可是任由大哥怎么追问 春明也是死活就是不松口 也就在这时苏盟突然回到了院内 大哥一看立马把苏盟 叫到了屋内并且问道 苏盟 我就问问你 我们家春明 是不是借钱给你们加了 借钱 什么钱 那春明哥不是借了给你三万块钱吗 就给你爸那动手术用的 别逗了小姓 你看他像有三万块钱的人吗 就算我现在想问他借三千 你看他拿得出来吗 三百五 也就是两人这眉来眼去的配合 直接就把这件事情糊弄了过去 次日早晨苏盟刚要出门 就碰到了春明 并且准备问着春明借钱的事情 也就在苏盟准备张嘴之时 程建军突然走了出来 搅黄了两个人的谈话 事后程建军怕暴露 于是就找到了春明 并且想要春明 再帮一次自己给他写个戒条 春明一听二话没说 拿起家伙就准备干掉程建军 程建军一看春明来了暴脾气 于是就快速溜走 紧接着到了晚上 苏盟来到医院 他把春明借钱的缘由 全都交代了清楚 苏爸爸听后吃惊地说着 这是人品问题 让苏盟远离了这种人 随后到了第二天 苏盟为了证明 自己是否判断正确 于是费尽了大力气 终于堵到了春明 韩春明 我可算堵着你了 我听说你找我有事啊 咱别在这儿说 找个安静的地方 那要聊的话 咱就得问天坛去了 天坛可是拍脖子的地儿啊 去就去 走着 随着两人在骑摩托的路上 也终于重归于好 紧接着两人就来到了天坛 他们共同许了愿 随后就来到了互诉中长的回音笔 这时春明再也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情绪 于是就说道 我爱你 我爱你 你说什么 你没听清楚 苏盟 我爱你 我也爱你 男人只是看了一眼饭店的名字 就知道今天这顿饭不用花钱了 随后就领着跟随的几人走进了饭店 紧接着在几个人一顿胡吃海喝之后 服务员突然来到了涛子面前说道 经理 上了几个人吃饭不结账 说要找经理 随后小丽就拿着账单来到了包房内 问着今天的菜系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时的破烂猴却说道 没没没问题 我就问你一下 你们那招牌是不是 韩春明给起的名字 这什么意思啊 那要他给起的名字 自然就是他来结账 不是 不是怎么样 那就我结账了 小丽一听立马说着不是 此时的破烂猴只能让女儿来结账 这时的涛子突然看出了点门道 于是就上前说道 小丽一看涛子把钱退了回去 转头就离开了包房 紧接着涛子就对破烂猴说着 当时春明只告诉自己饭店叫这个名 却没告诉自己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于是就虚心的请教着破烂猴 这时的破烂猴却说 此时侯姐一听顿时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这店名指定跟发廊采小碗有着密切关系 于是就二话没说的快速溜走 而这边的春明却守着三个发廊采小碗 自言自语 也就在春明得意之时 苏蒙突然来到了春明窗下 随手就敲了三下屋外的窗户 春明一听立马放下了手中的小碗 于是就快速地跑了出来 原来敲三下窗户是两个的约会暗号 待春明来到后 两个人就开始了大人愿意看小孩看不懂的情节 待两个人刚进入正题之时 苏蒙的奶奶突然走了出来大喊 也就是苏奶奶的这一脚 彻底打断了两人的约会 随后带春明回到家后 春明的妈妈却说着 刚才七号院的猴子鹅来了 说要要回借你看个小碗 哎呦 我说妈你怎么能给他呢 人家东西你干嘛不给人家呢 春明一听顿时傻了眼 二话没说就跑到了猴姐家门口哀求着 此时的猴姐死活不开门地说着 我那是不知道你跟我爸要过才答应给你的 嘿 难不求你们俩还有故事哈 行行行 你这样吧 等我爸哪天如果忘了我再给你偷出来 最后经过春明不断地哀求着 猴姐只给了他一个小碗 这时的春明死了的心都有了 约会瞬间损失了数百万 事后第二天 成建军为了让春明在饭店上栽个跟头 于是就想法设法地找到小丽 并且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做保障 指定会跟小丽做个合伙的大声音 小丽一听瞬间来了兴趣 于是转过头就找到涛子说道 我有话说 说呗 这么严肃 就勞我不干了 三天以内 把属于我的那份给我吧 咱俩两亲 你说什么呢 别 别混了 我说真的 这全是你的了 我不干了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春明耳中 春明为了不让饭店经理职位空缺 随后就来到了师傅家里准备跟他要一个人 土耳今天整体呢 我想打人一样的职 什么是您 得胜门外 您的孙女 哎呦 管经理 您没事吧 干什么呀你 呦 经理 就可是您撞到我 没事吧 管经理 好 小丽为了不让别人代替自己经理的位置 于是就想发设法赶走新来的管经理 谁料下一秒让他尴尬了 自从店里小丽被成建军拐走后 春明为了能让店里正常运转 于是就找到了自己的师傅关大爷 并且准备让关大爷的孙女做酒店经理 毕竟他的专业是酒店运营管理 此时的关大爷却说道 这茶坝楼有多少是小懒猫的 您放心 我的就是懒猫的部分全给他 包括那三个发廊彩小碗 春明一听发廊彩小碗瞬间装起了傻 于是关大爷就说出了发廊彩小碗的来 他飘香 酒吧去 聚朋友 再回楼 当初啊 这四个发廊彩小碗 分别在德胜门 崇门门 宗志门 朝阳门 一家睡官的手里 来老人们没了 就把这物件传下来了 五哥四个呢 也因此成了朋友 败了兄弟 再后来呢 他们三家这物件就被抢了 现在就剩下我手里这一个 娶朋友 春明一激动就把自己知道小碗的事情说了出来 并且问着关大爷剩下的三个小碗被谁拿走了之时 关大爷再次说道 王爷的孙子 王爷的孙子 外姓孙 不是正儿八经的 外姓孙子 姓猴 就是你认识那波浪猴的爹 波浪猴 就他那模样 他是王爷的 这我真没想到 最终无奈的春明只能为了弥补酒楼的缺失 答应了满足给师傅凑齐四个小碗 事后代官大爷的孙女小懒猫来到酒店报道 这时的小姓却问者说 他是经理 那我呢 介于你表现不错 你接着当服务员 不 不够 紧接着在中午忙碌之时 小姓端着餐盘走到了小懒猫身后 并且叫了一声关经理 关经理 也就是这样小懒猫被弄的满身都是游子 随后在小姓跟同事炫耀之时 小懒猫突然召开了紧急会议 按照规定 打碎汤罐必须赔钱 一个汤罐二十块 责任由我和孟小姓共同承担 小姓 你拿五块钱吧 小姓一听顿时傻了眼 并且说着小懒猫这是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凭什么自己也要拿钱 明明是你回头撞的我 可别想冤枉我 紧接着小懒猫还原了事情的经过 孟小姓 过来 过来呀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又不聋 是吧 都看着了吧 是我的责任吗 不是 谁料这一还原 瞬间逆转了小懒猫全责的局势 最终无奈的小姓 只能哭啼啼地掏了赔偿的钱 是后城建军为了弃春名逼涛子犯错 于是就再次找到了小丽准备跟他表白 争取从中再扳回一局 说我怎么回事 我爱着你事了吗 我爱着我什么事 但你不能这么对涛子 我不跟涛子不行吗 他跟你什么好事 他要娶我 对不起我来错地了 我到时候给你送喜糖 等经收破烂的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了当地的富豪 他把一捆捆整齐的钞票全部拆台 于是快速地拿到了老妈面前 还特意地说着让老妈帮他数一数规整在一起 随后老妈就放下手里的活拿下了眼镜 转过头一看瞬间惊掉了下来 可能有一万多块吧 全是小丽 紧接着老妈瞬间把这一万块钱打包拿进了屋内 并且有劲无力地说道 关门 关门 快关门 关门 你妈我一辈子都没捡过这么多钱 万一我要碰着一个要钱不要命的 老命不就没了吗 此时的春明一听就随和着老妈的心思关上了门 这时的老妈看着无数的钞票 随即就往手指头上吐了一下口水熟起了前来 而春明更是调皮地来到门口吓唬着老妈 谁 你倒霉孩子 你干嘛干 擦不如呀 你早擦晚不擦 你费的这一手擦 把门关上 窗帘 紧接着老妈手脚慌乱地再次竖起了前来 春明一看戴着话意地再次说着 妈 我那家背心呢 在那家 你在柜子里 什么 带老妈说完话 春明本想在逗逗老妈之时 她的手机突然来了消息 你先走了 什么事啊 你妈被握得你的钱还重要 随后春明就来到了管理局 苏蒙更是焦急地跟春明要着车辆手续 原来就在春明给老妈送钱之时 程建军以走私车辆为由 偷偷找人扣押了春明送给苏蒙的车辆 并且由于春明手续还没办 全只能认栽了下来 而这时的苏蒙却不停地埋怨着春明 春明你真行 这事闹大了我没错 我们局领导全知道了 如果这车真跟走私有过 现在进副科就完了我 别急 我问问就让你别急 随后春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准备联系成建军把车弄出来 而成建军早就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刻意让小丽说着自己出差了 也就在春明想办法找关系之时 苏蒙也恰巧走了回来 初明一看力马上前道歉解释着经过 而苏蒙却再一次给春明一顿批斗 也就是这样春明的一颗好心为了狗 他也明白了自己又被成建军摆了一道 最后只能忍了下来 准备日后再算总账 成建军的成建军 又百哥没到 缺德带拐弯 放屁带冒烟的 有这么损的吗 把人喊见兄弟姐妹的人 卖带烟的工夫全都给毁了 你见过开业急倒闭的酒楼吗 自从韩春明备着家里发财后 于是就找到侯姐准备和开一间酒楼 事后春明的家里人知道后纷纷找来 目的是想让春明把酒楼拱手相送 最终春明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 胳膊扭不过大腿 只能认栽把酒楼股份送给了几位兄弟姐妹 很快这件事就被侯姐知道了 于是就想退股 不想跟春明嫂子以及大姐们干 因为侯姐知道 跟春明指定稳赚不赔 跟他们指定赔的裤衩子都穿不上 早知道跟你们合作 别说是我爸的不同意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干的是什么 行啊 请便 行 我退出 把那投资钱给我 你吓唬我呢 投诉我 我告诉你 我们这儿不缺你这份钱 不是吗 那太好了 我今天正好是来那个要钱的 不这样吧 赶紧给我钱 我立马走人 事后经过几个人的争吵缓和后 就来到了开业这一天 而关大爷来到后 看着酒店招牌说的 不是叫聚办仙吗 怎么叫金长盛 这是新酒楼开张 为了财产滚滚啊 招牌变了 红包免了 瞧您说的 谁敢收您个红包啊 那不是找骂的吗 此时的关大爷心里明白 这个酒楼今天指定就开不下去了 紧接着所有宾客纷纷的前来道贺 而春明也早就预料到了 这个酒楼必是开不长 于是就一心背着家里人 想要捣好自己的古董事业 否则指定会让家里这帮人 给他使了绊子 诶大哥 还有事 就是上次你跟我说老家俊的事 我在一旁家看见一头 什么样的 我又不懂 反正是紫檀的 有八千桌 十椅 条案 还有屏风 我看看去 我不走吗 先看看 走 话说回来 在酒楼所有宾客傍满后 却迟迟看不到开席的意思 人到齐了 这菜菜都排不上啊 诶 对不起 这菜都排不上啊 此时老爷子却内心毫无波澜地坐着 因为他来之前看到了酒楼牌子后 就已经知道了此事必会发生 这时的大厅里乱成了一锅粥 可没想到的是后厨更是炸了锅 这说过了吗 那看一点点之后 只要菜做了好 我马上就给你们兑现 没这规矩 我们也不是出来炸道 那我还一直问你 到底让不让我们包厨 这人屋就是不回答我 我们的开发 我们的 别别别别 各位 跟我说啊 他家帮人帮到底吗 今儿我们开业 今儿就是有天大的委屈 你该帮我们把这卡卖过去 你看外边人都做齐了 你要这会儿撂挑子 酒楼还开不开业了 大厨一听丝毫没留情面地走开了 毕竟他们说谎在先 此时的大姐看着大嫂喊道 大嫂 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啊 你说我让让干什么 我冲你让他 我冲谁让他 外边人都做了齐了 咱们怎么解释 丢人丢到家了 这次的大嫂再也没有之前的嚣张 而她却在大哥面前委屈了下来 即使酒楼这样黄了 春明的大哥还跑到了官大爷面前告起了状 你接着告状了 我们不是告状 只是告诉您 您的孙女挺有本事的 少跟我这儿离开了 伤天害理的是你们 是 是我媳妇 我不是已经骂她了吗 您呢 消消气 先回去 不成 老爷子听了春明大哥的话原地不动 而这时的破烂侯爷赶了过来 破烂侯 这酒楼开业 你怎么不来啊 我干什么想来 我也得知道啊 呦 那这又添一条啊 不厚道 可不是吗 关大爷 我爸那天知道 哥几个把春明的酒楼挤了 说什么都不干了 我来跟他们说 如果不给钱啊 就不让他们开 这倒好 背着我们自己开张了 也就在这无法收场之时 苏蒙的舅舅得知此件事情的经过后 决定在此捡个漏收下这开业及倒闭的酒楼 老爷子一听顿时站了起来说道 明上午十点啊 双方都跟这儿签字画压 那咱们不谈价钱了 甭谈价钱 咱们接的就咱们交出来 这是苏蒙的舅舅 就是韩春明的舅舅 谁敢多要一分钱 看我不骂他祖宗 紧接着这帮大厨回到了小懒猫的酒楼 大厨还不停地夸赞小懒猫真实运筹帷幄 而跟在身后的涛子也突然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于是说道 果真你是幕后黑手啊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那可是春明哥和姐姐的餐馆 这边还是韩春明铁哥们的饭馆呢 许他上来就拆台 不许我撩撂卷子呀 事后官老爷子来到酒楼找到孙女训斥道 缺德带拐弯的 放屁带冒烟的 有这么损的吗 把人喊见兄弟姐妹的人脉带烟的功夫全都给毁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你干什么呀你 占便宜呀 你不是我报个名 是你那样的 我那是情不自禁 是替我爷爷高兴 你这是什么呀 图谋不轨 原来女孩子抱男孩子就是情不自禁 男孩子抱女孩子就是图谋不轨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在此之前小懒猫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成功让对面的酒楼开业季黄铺 随后官老爷子知道是孙女捣鬼后 立马找上了门 而小懒猫却有理有据地说着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是您说的 不是我说的 爷爷我跟你说 就您那什么江湖义气哥们儿的义气 在精英上根本就行不通 精英就是精英 不是人际关系 您餐馆的饭菜 质量不好数量不购 再好的朋友也不会跟你讲相互意见 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我说就是一回事 你想气死爷爷呀 对 你打出打出 我这是在跟你摆身上讲道理 但是跟你理论 您是我爷爷还是我是您孙女 是我爷爷 爷爷 也就是这样老爷子被小懒猫砌进了医院 最后经过医生的权力抢救 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时情不自禁的小懒猫 突然冲到了涛子身边 随手就抱起了涛子 正当涛子觉得幸福来的太突然之时 小懒猫再次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你干什么呀你 这样便宜啊 我不是我抱着你 是你那样的 我那是情不自禁 所以我爷爷高兴 你这是什么呀 图我不轨 行 啊 行 是个老不起 我还躲老不起吗 也就是这样涛子快速溜走 而另一边没能得逞的春明姐姐嫂子们还在抱怨着 这时的春明老妈却说道 钱都赔光了我的不心疼 大嫂呢 你大嫂缺德 你大哥这回怎么不开口了 哎呦妈 您算说对了 你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 跟证人君子似的 一见我大嫂屋里哗啦的哭 你又赶紧的安慰呀 行 你哑巴啦 此时最冤枉的就是小信 他从小懒猫那辞职不说 这边的酒楼刚开业就卸菜了 自己的工作没了去想 而另一边破烂猴找到了苏萌的大酒 打算让自己的女儿入一半的部分 于是两个人达成协议后 共同经营了这家酒楼 并且把小信从茶坝楼挖了过来 随后苏萌就带着小信 去茶坝楼找涛子 却没想到碰到了小懒猫 你就是苏萌啊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我 不喜欢跟茶坝师傅的人说话 那你也没资格跟陈涛说话 你跟涛子什么关系 这也没必要告诉你 苏萌一听扭头就要离开 这时的涛子也恰巧从楼上跑了下来 紧接着苏萌告诉涛子 自己是来讲和的 涛子听了也认同了苏萌的观点 正当双方达成一致之时 苏萌却嘴欠地说 那你也不是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人 对了 你没事 偷控教育教育手底下的人 别以为自己喝了两年羊墨水 就把咱中国人喜欢和睦相处的这规矩给忘了 此时的小懒猫听着苏萌的挑衅立马回怼着 叫我说 韩春明的大嫂缺德 韩春明的这位表妹梦小姓失礼爬外 我听说你是韩春明的美国妻 得了便宜和买贵 我怎么听你今天这意思 还能想叫板呢 我是想叫你们家经常上关门歇夜 这没这么大本事 也就是这样 两个人也就此结下了梁子 接下来就得看两个酒楼露死谁手了 自从春明的酒楼被苏萌舅舅捡漏后 小懒猫跟苏萌势必要比一比谁的酒楼更胜一筹 而苏萌回到酒楼后立马给舅舅出了个计策 我第一天请百分之八十的拖 第二天请百分之七十 第三天请百分之五十 我就逐天递减 天天让他满着 我保准不吃饭 他茶把楼必须还了 这 这点 很快苏萌的计策就起到了巨大作用 而春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还在乡下四处收购古董 带春明回来后 这才知道自己的酒楼被兄弟姐们给偷着卖了 你自己看吧 哦 赞不走啊 你还是分给我了 餐馆没了 我就知道你大嫂他们把 把餐馆卖了 钱呢 一人一份 这是分给我跟小信儿的一份 从闹 随后春明就来到了酒楼里问着原有 而小信却说道 这酒楼是苏萌他大舅的 也就等于是苏萌的 苏萌又是你未婚妻 所以他等于是你的 这张还算不过来 苏萌我还是见着了 怎么没跟我提这事呢 他要能告诉你 他就不叫苏萌了 紧接着春明就来到小懒猫的酒楼内 问着他们人家的酒楼为什么就红红火火 你们这怎么就冷冷清清了 好那儿明白啊 专家专家都不明白 怎么不说话呢 平时那股指高强的劲呢 你别问我 回家和你媳妇去 那饭店跟我没关系啊 有没有关系 天知地知你知他知 查个楼跟你还没关系呢 你不会是来猫库耗子的吧 紧接着春明听不进小懒猫的虎脚蛮缠 于是起身就要离开 这时的涛子告诉春明 他的师父关大爷 前几天因为这是被小懒猫欺病了 因为送医及时好在没有了大碍 这时的春明一听瞬间来了脾气 咱们没事吧 关小关 你要是再敢气你 我就替你爸生死你 随后第二天春明为师父 找来了自己的妹妹伺候师父 并且在屋内发现了老爷子的古物件 这下两个人就争了起来 这回是物件就归我了吗 那可不成 你看你想想啊 上次咱可说好了 我逃换回一个玫瑰椅 你喜欢我拱手就让给你 说下一次再看见好物件一定归我 不成 这物件我喜欢 那没关系您搬走 我们不在这儿 你说我这怎么能有实公道呢 你说你公道 我说我公道 公道不公道 自有天之道 紧接着在两个人争吵之时 早突然跑了进来说这两人 并且还说出了在自己老家 像这样的物件还是挺多的 你们要是想要可以去老家找去啊 春明一听立马把腿就来到老家 准备收下整个房子内的古物件 而另一边的破烂猴 也在酒楼里听到这姐俩的聊天后 也快速的大半夜赶到了早的老家 好小子 翻吃倒过 在地底儿来 我们家这村我可比了二年了 你也没戏 这是谁啊这是 不认识了 他是那个老来咱们村收破烂的 没错 你这这怎么话说的 万事行头认不出来你了 我还可以狗鼻子 也就是这两个人经历了十多天的相争 最终春明耍赖得到了这件明代床 不认识了 我跟上了什么 别我给你长大了 那我管您叫爹 基本上没有话吗 爹 爹 爹你身心好 爹 什么呀 你小子就是一滚刀肉 爹我就是一滚刀肉 宋飞 爹不跟你玩了 谢谢爹 我太谢谢爹 爹 天黑你慢点走啊 事后带春明回到家后 苏蒙却气得不打一出来 他苦苦找了春明十一天 却没有春明的引踪 可春明怎么也没想到 苏蒙找自己不是想他 而是为了自己的酒楼 原来春明为了不让小懒猫的酒楼生意惨淡 于是就为他们想好了对策 这才导致小懒猫的酒楼重获新生 可是带春明进屋后 苏蒙就是一顿哭闹最终把春明赶了出来 事后到了晚上 春明再次找到苏蒙 却没想到再次遭到了苏蒙的嫌弃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 韩春明我告诉你 你最好离我远远的 你要赶不走我就赶还警察 他和宅俩连邻居都没得做信不信 那你就要警察吧 在前面把我抓走 只要他都把我放出来 哥们天天上家能够等着 你怎么是个赖皮呢你 我就这样了 韩春明你等着 等着就等着 你出一个我给你搞黄一个 也就是这样两个人从此不欢而散 可是待两年后 苏蒙跟朋友来到大酒楼里吃饭 却没想到春明早就成了大老板 而且还是个亿万富翁 这下可惊呆了曾经瞧不起春明的苏蒙 韩春明 你是这儿的 图师找些老板 叔叔我把这个头把手给你卖 何的 不是是在我家卸的 把你大人给卖 这个收破烂的穷小子两年前被女友抛弃 谁料两年后摇身一变进城了亿万富翁 然而这一天苏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到了春明酒楼 只因酒楼的名字叫在回楼想认识认识老板 随后春明就带着大厨帽走了出来 瞬间惊掉了苏蒙同事的下巴 谁也不曾想到 曾经收破烂的穷小子两年不见 竟然成了两家大酒楼的老板 韩春明 你是这儿的 厨师找些老板 那何着我们今天吃饭不用花钱了 那必须的 你一直在这儿生完呢 没有 老板在那个王湖井附近还有一个店 他那儿猴讲话了 一天到晚外国人马非绿的 那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呦 连起不一般呢 也就是女经理的这一句话 顿时让苏蒙粗意大发 随后春明就让经理先去忙别的事情 带经理走后 苏蒙立马变了眼神的看着春明 并且有了重归于好的念头 紧接着带几个人吃完饭后 苏蒙就主动约春明去公园散散步 并且顺便告诉了春明自己准备下海经商 真的 还不信啊 不是不信 我是觉得不太适合商场 那我这不就让你看看 我这个三十多岁奔四老女人 是怎么下海游泳的 你在我眼里一顿 你先游泳 怎么听着有点随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呢 老师您这话重招 我真的情人了 也就是苏蒙这一句话 彻底让两人再次重归于好 事后苏蒙回到家里立马跟父母说 我准备辞职下海了 是不是你大舅又跟你说什么了 大舅说什么那都是次要的 爸 你看咱院 蜀寒春明干的最不怎么样 结果今天我才知道 他都开俩饭馆了 真的 也就是因为春明的刺激后 苏蒙彻底放弃了现在的工作 选择利用舅舅的酒楼在投资经商 而另一边的春明可不是当年的穷小子了 现在的他根本看不上酒楼的迎头小利 做酒楼只是为了满足师傅的心愿 而真正的产业竟然是房地产跟进出口贸易 紧接着春明就来到了苏蒙舅舅的酒楼内谈合作 却没想到看到了侯姐跟苏蒙舅舅在了一起 一位贺 没看见啊 你们都没看见 别说没看见啊 这我还指着你跟猴子年事通保一下 不过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 苏姐 你们两个真成了 苏蒙管你叫姐 还是管你叫姐 你来记是不是 要有事说事你没事走着 紧接着在春明一顿调侃下说了正题 俄罗斯义户 我们出之用给人还咱们钢材 你看不看 我出多少 50% 干 现在就给你签 别着急 我还有一条件 这单生意要成了 这酒楼得盘给我 苏蒙舅舅一听二话没说 就准备研究签合同 春明也是爽快人 快速回去准备合同 可是第二天 春明再次来找到 舅舅签合同之时 苏蒙却早早地来到了此处 准备直接霸占了舅舅的酒楼 做自己从商的开始 紧接着舅舅就跟苏蒙 说了准备跟春明做出口貌 而苏蒙听了死活就是不同意 说着春明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本事 也就在两人聊天之时 春明也恰好走了进来 并且准备把合同给舅舅查看签字 而什么都不懂得 苏蒙突然抢下了两人的合同 并且说道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打今儿起 我大舅所有的工作接手了 跟我谈 看这架 他是不同意咱们俩做这边界贸易了 那当然了 我告诉你啊 这事我不做 你也别做 你啊 他的事实回去 看你的饭店 让你别厨师 就比什么都强啊 也就是苏蒙的自以为是彻底 让他舅舅损失了上议员 并且苏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空有其表 而此时的春明丝毫没把苏蒙的话放在眼里 随后就走了出去放弃了跟苏蒙舅舅的合作 待春明走出酒楼后 立马垫连破烂猴说道 因为有比我更天马行空的人物下海 是谁你就甭管了 没他咱们照做 做不了大的还做不了小的吗 谁聊 爷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您多包涵 十年前 收破烂的穷小伙受到了这辈子最大的侮辱 而十年后的他却经非细笔决定一雪前耻 这十年来 春明每天瞒着身边的人收股物件买四合院 并且还做起了酒楼房地产以及进口贸易的生意 可当年聚会的同学谁也不知道春明有如此大的能力 况且他现在的同学也是各有各的公司 随便拎出来一个不是经理就是董事长 唯独当年羞辱春明的成建军还是一事无成 住着父母买的房子 其实是这样的成建军还是感觉自己比春明强不少 我怎么弄 咱比春明强 好歹咱换了一套房 而另一边的春明正在跟涛子聊天之时 一个电话突然响起 哎 杨华健 不是 您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呀 在老叉聚会呀 什么时候 老地方 得嘞 春明一听这下肯来了劲 随后就快速赶往当年聚会的老地方 然而在同学聚会的场上 一上来就先介绍了混得最好的同学 杨华健 建南企业集团董事长 苏萌 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嘿 看谁来了 春明 你小都又迟到了 此时的韩春明登场后 所有人目光齐聚在了他的身上 毕竟他走到哪都是重量级人物 随后带春明坐下后 他看着眼前的这个场景 顿时让自己想起了曾经被羞辱时的景象 正当所有同学聊得起劲之时 承建军突然走了过来 这时的春明却有意地说道 这歌唱的确实是专业的 我就是伴奏自量 业余 哎哎哎 春明 说什么呢 哎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记吃不记打呢 你忘了十七年前 怎么管我叫爷了是吗 春明一听假装不愿理会 而承建军可是更加来得近 我跟你说 这还真不是我提啊 你说春明啊 五音不全 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 你怎么就能有资格评价 我弹的钢琴怎么样 有种了 你上去弹一个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 你怎么着 春明 你还别较劲 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 我叫你声爷 承建军此话一出 春明立马说道 听着啊 刚才承建军说了 只要我韩春明 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 他管我叫声爷 好 紧接着在众人欢呼之后 春明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台 二话没说直接就弹了起来 此时听到钢琴声的承建军立马傻了眼 而春明却是一脸严肃地演奏着 因为他想起了十年前的种种过往 为了抱着一箭之仇 他十年前就花高价找老师学了钢琴 苏蒙也是听到钢琴声瞬间泪如雨下 他们曾经是有多么的相爱相杀 并且两人在天坛许了愿陪伴彼此一生 随着两个人的回忆后 春明的十集钢琴演奏也就停了下来 这时的春明走上前说道 此时的程建军瞬间黑了脸 于是尴尬地站了起来玩不起地说道 春明一听只是简单地挥了一下手 就让程建军脸面扫地离开 事后程建军心有不甘 他看着同学们都握虎藏龙混得风生水起 于是就找到了家里刚搬迁的小性商量合作之事 而另一边的苏蒙也因春明的暗中推荐 成功拿到了国民产的建房项目 这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 就算是局长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同意啊 当苏蒙得知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项目 你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 好 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 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呀 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 你给我图什么 图钱呐 自从春明报了十多年前的一件之仇后 程建军立马找到刚拆迁的小性研究起了合作 目的是为了重新找回人浅显贵的高姿态 而另一边的苏蒙更是看到了春明的博学多彩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辛辛苦苦谈下来的工程 却是春明暗箱操作拱手让给他 那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 也就是负责人的这一句话 瞬间让高高在上的苏蒙打了脸 随后就摘下了帽子前往春明的公司闹个底朝天 虽然两人还没正式确认情侣关系 但是两个人这么多年以来都是苏蒙瞧不起春明 并且打心底里瞧不上他的吊儿锒铛的样子 谁料春明摇身一变却成了人人敬仰的大老板 此时他心里不平衡强硬的闯进了春明的公司 并且还舔着脸愤怒的问着春明 昨天弹钢琴 算是蓄谋已久四季报复 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 算是报复我吗 不不不不 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呢 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苏蒙不是不嫁给我吗 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 好 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 对吧 此时无奈的春明只是摇头没有任何言语 而苏蒙却大喊着 你以为我图什么 图钱呢 我告诉你 我苏蒙 还就不嫁给你了 也就是这样 曾经高高在上的苏蒙彻底被现实打了脸 再也不以学历看待一个人的成功 但是小编认为 他那打死也不要脸的精神 大家千万不要学习 事后苏蒙找到了自己的父母 说着自己不想跟春明再有一丝瓜葛 这时的父亲却说道 现在你成大老板了 不可一世了 看名也出名了是不是 您没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什么叫我不可一世 现在不可一世的是他 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大实力吗 一个房地产公司 一个上百人团队的工程公司 还有俩酒楼 关键是这俩酒楼的房产是人自己嗝的 当父母的一听也瞬间蒙了圈 而苏蒙却认为春明的一切成功 都是为了报复自己 并且说着春明的各种坏话 可幸运的是 苏蒙的父母还是民事里的 并且说着从小不可一世的苏蒙 你不是一直嫌弃人家不靠谱 不着调 没有大作为 现在人家干下那么大一片天地 怎么又这么说话呢 苏蒙听后立马选择了离开 此时另一边春明报复的消息瞬间传开 他家里的所有兄弟姐妹又齐聚在老房子内 个个都心怀鬼胎 准备让春明给自己安排个总经理的位置 正当大家都研究职位的时候 二姐却说道 哎呀 我今天晚上可是高兴地睡不着觉 小五可真棒啊 此时这一家人 也许只有从小同春明的二姐 试打心底地希望春明能发展得更好 也就在这时老二突然站了起来 小兴一看立马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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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大门口等他 这小五子回来一看 咱们这么多人开会 那还不六号啊 哎 对对对 赶紧去赶紧去 这么说 我们家五子生意做大了 这何止大呀 我家苏萌都自愧不如了 老太太一听瞬间惊呆了 连忙就说那还等啥呀 赶紧让两个人快点结婚嘛 可是这婚哪是说结就结的呀 自从苏萌知道春明产业做大后新生妒忌 不仅跟春明干了一仗 还跟父母说了他的坏话 从此两个人又进入了水深火热的阶段 而另一边的春明的报复 更是让家里的兄弟姐们得知 于是都连夜纷纷地赶回了家里 此时屋内除了二姐 剩下所有的哥哥嫂子们 都是奔着春明公司经理的位置而来 而此时的春明却在师父家里 喝着小酒聊着谷 老爷子一听瞬间来的脾气 顿时就把酒杯摔在了桌子上 此时孝顺的春明 立马上前给老爷子擦着酒水 而老爷子再次说道 你痛快点拿不拿 你把您的好东西拿出来 让咱们也痒痒痒 我都快酒食的人了 我那点东西相来都归了我徒儿了 你肯定看得见呀 拿不拿 拿着吧 这不就得了吗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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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随后再爷三个喝到了尽兴之时 老爷子立马叫来了 新唱一段京剧住住行 正当几个人开怀畅饮 开心的不知所措之时 春明的二哥突然来到了此处 说着家里出了大事 务必要春明赶紧回去 这时的老爷子突然说道 回去还不如不回去 走了走了 老爷子的这一句话 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当春明刚走进屋的那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一致地看着春明 这时的老妈小声地问着 武子 你干嘛说实话 你是不是发了 老太太的此话一出 这几个兄弟姐妹齐刷刷地盯着春明 而春明却笑嘻地说着 谈不上发 就是有几个小企业 看我武帝 说话多轻松 你张嘴 大老板的派 小伍子 大嫂为你句话 你看咱们家现在是下岗的下岗 拿50%的拿50% 你怎么安排我们 此时的春明经非西比 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对策 这么办 但凡下岗的 但凡厂里不景气拿50%工资的 我一律安排上岗 这就对了 不过我话没说完 工资我给补齐 但是谁也不能去公司上班 没商量 大姐这不是说的废话吗 上次春明开的酒楼 就让你们偷摸的给卖了 至今卖酒楼的前一分 也没到春明手里 谁还敢让你们进自己的公司 那还不得翻了天了 此时大哥直接带头 说着支持春明的做法 大家听后没有商量 于是就纷纷的失落地离开 可临走时春明却偷偷地 叫住了最疼自己的二姐 刚才你怎么不知声呢 大哥他们把话都说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这没什么可说的了啊 你有什么可说的 我给你安排了一份摘氏 真的 二姐没白疼你 这事不可以啊 疼你吧 二姐为了能让春明赶赴宴会 于是就准备拽走忙碌的春明 而春明却说着自己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紧接着在二姐一度逼问下 春明说出了那分手 八百个来回的苏萌回来了 当姐的一听立马 让春明赶快回去 毕竟弟弟的终生大事要紧 抗战才用了八年 打老奖也不过用了四年 春明是春明 您倒好 谈个恋爱又二十年 很快春明就来到了 老宅子门口等待着 而另一边的苏萌 更是向父母告别着 这时的苏爸爸却说道 回四个月啊 没劲 走了 我说 他这次回去能住几天呢 一个月也许更多安 因为苏爸爸心里知道 自己的女儿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一年之内搬来搬去 早就习以为常 很快苏萌就开车 回到了大院门口 这时的春明却说道 您这是第十八次荣归故隐 您这是什么意思 不欢迎啊 哪敢的欢迎 春明一听立马没了脾气 于是就快速上前 给苏萌拿着行李 并且还调侃地说道 看来苏萌这离家出走的套路 早就被春明摸透 随后在两个人嘻哈进了院子后 春明再次说道 果然正如春明所言 老太太偷偷地趴在窗户上 看着两人 并且简直笑得合不拢嘴 此时另一边的程建军 跟小幸的公司已形成了规模 而两个人又因为分工不明 产生了问题 哪回不是刚挣着钱 你就把你那份给拿走了 现在连周转金都是我自己掏的 我可不做这啥事啊 不是你给我算这么清楚 你以后还想不想给我挣钱 小幸一听立马想出了对策 那就是给成建军两条路 要么辞职下海 要么就放弃公司的产业 成建军一听立马蒙了圈 随后就拿着包妈妈咧咧地走了出去 很快就到了晚饭时间 春明亲自下厨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并且还准备了一瓶上好的红酒来的二人世界 可是苏萌却低情商地说道 紧接着春明就拿出了四个小碗 上边分别写着 茶飘香酒吧去聚朋友再回来 这四个碗呢 是老爷子和他三个朋友一起留下的 对他来说极有意义 现在呢 涛子和小光一起同意给茶宝团链 如果说你也愿意的话 这两个名字 有任选期 茶飘香吧 不反悔 绝不反悔 也就是苏萌的答应 彻底完成了关老爷子的心愿 随后春明就开始了单人脱口秀 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 摆在哥们眼前 那会压根不稀很大 你说什么呢 如果说老天爷再给哥们一机会 可对这女孩说死不再 如果一定要给这段感情加一个期限的话 哥们会说一万年 此时的苏萌一听 立马装了起来 并且说着想求婚可以 但是你不觉得我这手上缺少了点什么吗 手上这个物件 那不得您和农在一块去买 是不是 这大小啊 款式啊 档次啊 一点尿不乐意了 农在还得再跑 也就是春明的这一句话 彻底让能做的苏萌没了心思 并且说着如果不买戒指求婚 就别想进了自己的屋门 此时一脸蒙圈的春明问着为什么 而苏萌却说道 不为什么 对你这种人我就得严格要求 否则你不知道真心我 我一定严格要求我自己 李姨 什么事啊 我说你走不来呢 你干嘛呀你 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粉丝你都在这儿吧 这个穷小子跟傲娇女 谈了二十多年的恋爱 终于有了眉目 自从春明坐了满桌子菜表白后 苏萌因为春明没买求婚戒指 就把他赶出了门 谁料第二天晚饭时刻 春明突然问着老太太 我和苏萌你更喜欢哪个 我都喜欢 我都不喜欢 用您这话说的 什么意思 我喜欢他吧 我是觉得不管他跟你怎么着 他见我都是乐孩儿的 我不喜欢他 就是他老不嫁给你 春明一听立马夸着母亲 真是个伟大的哲学家 也就在母子俩聊天的时候 苏萌突然走了进来 这时的春明立马上前说 说几句话 那我叫您您答应吗 我二十年前我再办 你得 我愿意愿意愿意 看怎么叫这自然 紧接着几个人 就开心地吃起了饭来 这时的苏萌却说着 今天太忙了 本来晚上还有一饭局 我都退了 当妈的一听立马问着苏萌 你跟春明两个人 都同样是开公司的 为什么春明一天 闲得无所事事 而你倒是忙得累死累活的 要么我佩服他们 同一回跑 我这哪是夸你 我这夸咱妈呢 明白了 再笑一声 随着春明的话一出 苏萌立马捂起了嘴 不好意思了起来 此时当妈的 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随后到了深夜 老太太开心地睡不着 于是就熬了一碗莲子羹 并且命令春明 必须给苏萌送过去 春明一听瞬间 晚上不给你留门了 紧接着春明二话没说 屁颠屁颠来到了苏萌门口 苏萌 妈给你做了莲子羹 让我给你送来了 苏萌一听也是打开了门 并且让春明谢谢咱妈 而春明直接就借着 送莲子羹的影子 跑到了苏萌床上 这时的苏萌一看 你小子够坏的呀 于是就准备 把春明给轰出去 春明一看二话没说 反手就把门给关了起来 你干嘛呀你 你修当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你词是没有在这儿吗 很快转眼间就到了第二天 一直伺候关大爷的小枣 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并且大喊了 五哥快起来 关大爷他不行了 五哥 五哥 关大爷不行了 而另一边 关大爷不孝顺的儿子而媳妇 也得到了老爷子病重的消息 于是快马加鞭地 从国外飞了回来 可谁也不曾想到 他们两口子的回来 不是看望老爷子 而是怕老爷子的这些古董 落入了春明手中 紧接着带这两口子到医院后 立马对春明说道 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了 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儿子 出国后八百年 不回来看自己的父亲 结果父亲并未知识 夫妻俩匆忙忙地打了回来 生怕老爷子的古董遗产 被春明占有了 春明一听瞬间 尴尬的了起来 并且跟关大哥说着老爷子 一旦出院后不能动气 希望你多多上心 此时的大不敬立马说道 可儿媳专程从万里之外 赶快来照顾她 她只会高兴 怎么能生气呢 这又不是说错话了 说错话了 那个小子现在就在里面了 要不然我让她进去撤来了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我们飞了那么长时间 就要到时差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对还晕着呢 那就出院以后再说吧 这 紧接着关大哥两口子 回到酒店后 立马聊起了老爷子的古董 说着也不知道 老爷子的好物件 都藏在了什么地方 随后两个人 就快速地来到了医院 把老爷子接回了老宅内 这时的老爷子 看着熟悉的环境说 从哪儿去了这是 爸 是这样 小嫂家里有事 我让她回去了 胡说八道 她家有事没事 我不比你清楚 套子 兔崽子出名呢 出名 看什么看 把她叫来 兔崽子扔下我就不管了 此时当儿子的立马 说着没有不管您 我这不是跟儿媳妇回来了吗 以后就用我们来伺候您 观老爷子一听瞬间来的脾气 于是就让涛子快速把春明叫了过来 紧接着带春明来到后 老爷子立马说着 我快死了师父 讲不着我师父 您自个儿不都说 您的瘦症得我百岁吗 嫂子呢 家里有点事 想让我决食是不是 老爷子让春明 把小嫂快点给叫回来 他看见儿媳妇 这个大不敬就觉得少活十年 而媳妇一听立马准备反驳着 这时的老爷子 瞬间拍了一下桌子 而春明心领神会地说道 呼一聊下去 随着春明的话音未落后 大不敬跟儿子只能夹着尾巴快速溜走 随后这两口子就找到了涛子跟女儿 并且对他俩说着老爷子的身体 现在很糟糕 根本就不像韩春明说的那样 不喝酒就行了 他指定是有想法的 春明不是那种人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您既然这么关心爷爷的健康 回来不就行了 小懒猫的此话一出 大不敬更是有着无数的话语说了出来 他怎么能愿意自己伺候老爷子呢 分明就是为了老爷子的古董 才赶了回来 而另一边的春明把小姓请了回来 并且给老爷子做了一桌子的好菜 此时的老爷子看着春明面前的酒杯 就要喝两口 这时的春明直接抓到了老爷子的手 说道 也就在这师徒俩争酒之时 小懒猫也突然来到了屋内 这时的老爷子更加来得近 于是就让小懒猫替自己喝一杯气气春明 替爷爷喝一杯 气气这小子 我就不让他喝 您瞧好了啊 小懒猫一听二话没说就干了一杯 老爷子一看立马开心的鼓起了掌 也就在此时大不敬跟儿子也突然走了进来 老爷子一看瞬间拉下了脸来 并且问着春明 我要是死咯 你们是不是就打着风让我烧咯 那是肯定的 这人都得走这一遭 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办法 你比他还怕你我死 够狠 真够狠的你小子 居然想把我烧了 我得躲着你 不然你找不着我 此时老爷的这一句话 在场所有的人都没能听出来什么意思 很快到了深夜 小枣再次急匆匆地跑到了春明的门口大喊道 五哥 哎呦 我说您手脚不能轻点啊 什么事啊 大爷不见了 什么 余金星我告诉你啊 你说我什么都行 你不能说我 说我吗 你不够干 我口误 我口误 这是口误的事吗 你看你什么态度你 我们先走 我们先走 回头再想想办 也就是大不敬的这种态度 瞬间让好脾气的春明来了爆脾气 原来在此之前 关老爷子病危后 他的儿子和大不敬的媳妇突然赶了回来 目的是为了简陋拿关老爷子的财产 而关老爷子为了躲儿子而媳妇 于是特意地离家出走不知了去向 事后经过一夜的寻找 还是没有关老爷子的任何消息 这时没得到财产的大不敬训斥着保姆小嫂 一个大活人 那么大岁数了 竟然给看丢了 要是再找不着人 看我上反应告我 也就在这时春明几人突然赶了回来 说着破烂猴提供的线索都找遍了也没找到 还是我妈说的对 这老爷子是有脑子的人 不会做那没谱的事 你妈就是神仙啊 什么呢 春明 阿姨不是也是着急吗 于是先我告诉你啊 你说我什么都行 你不能说我妈 说我妈你不够哥 我口误 我口误 紧接着关大儿子说着这么多年 都是春明在伺候老爷子 并且自己母亲去世 也是老太太帮忙操办的 随后就立马说着 让媳妇给春明道歉 大不敬一听不情愿地说道 我刚才不是已经道歉 我口误 这是口误的事吗 你看你什么态度你 我们先走 我们先走 回头再想想办法 春明可是大小子 你怎么老是这么口误之外 我也待时间长了 就这么直来说话 这是在国内 中国有中国的规矩 就是啊 行了行了 我寸了 我寸了还不行啊 随后在肃盟把春明拉出去之后 也是傻了吧唧地不知道 为什么就说起了春明 并且还向着大不敬说话 春明一听立马说道 关大爷要不是为了躲他 压根不会离家出走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关小关他爸以前不这样 自从娶了这么个年 行了行了 不知道啊 你别生气了 我还得开会 我得先走 紧接着在肃盟离开后 一脸无奈的春明 只能自己抱怨着 担心着老爷子 很快三年过去了 破烂猴推着一个 曾经老爷子的好友 走了过来 春明一看立马问道 他那是头一个 广关老爷子 叫九门提督的那位爷 东之门小酒馆的酒馅 老爷子 您急急啊 老爷子 他就是九门提督的徒弟 韩春明 老爷子的好友一听 立马从兜里拿出个遗书 紧接着破烂猴就说了 就能提督这遗书 是什么呢 关老爷子 你家处走 就把奔坛去 老爷子那 终于整整杀鱼 人就过去了 关老爷子 林中央的画 让他务必 把这遗书 亲手叫给遗书 春明一听瞬间 摊了下来 他看着老爷子的好友 没多说一句话 此时谁也不能理解 春明的心情 随后春明就带着一大家子人 来到了关老爷子的墓地 所有人都纷纷地三聚功后 陆续地离开了此处 此时只有春明 傻傻地站在原地说道 我就自主陪老爷子带一宿 你先走了 苏蒙一看春明如此伤心 于是就选择了单独离开 而春明看所有人离开之后 直接就坐在了老爷子的坟头 拿起了酒杯就喝了下去 紧接着就痛彻心扉地说道 师父 遗书能够看过的 您把您的财神莫兆给了 我知道您应该又是在考我 您是怕属于咱中国的宝贝 让您的假洋媳妇带走 您怕小怪关不住他妈 您放心 我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把您的东西都转交给您的孙女 也就是这样 春明陪着师父喝了一夜的酒 可谁也不知道 春明跟师父聊了多少掏心窝子的话 事不过三 这回盯见了吗 你嘎嘣嘴 这个收破烂的富豪来参加官大爷的葬礼 却没想到被保安拦在了门外 自从官大爷离去后 春明作为徒弟联合官大爷的儿子给老爷子设了个灵堂 这样一位老爷子的在天之灵 在所有人叩拜完之后 突然一个收破烂的走进了大门 这时的涛子立马看出了是破烂猴 于是立马请破烂猴走进了灵堂 而在一旁的成剑军顿时问着涛子 这谁啊 他这种破烂猴 成剑军一听瞬间又来了小心思 于是就让媳妇先自行回去 此时进了屋内的破烂猴立马跪了下来 并且从篮筐中拿出了两个古物件 其中一个就是官老爷子一直心心念念的歌谣八方碑 紧接着破烂猴把酒倒进了八方碑内说道 随后破烂猴就演含泪花的忏悔着 紧接着破烂猴往八方碑里到了第二杯酒 并且继续的忏悔着 我再敬您一遍 白昼听启声 月下听小山中听松轻轻 水击听姚祖声 就门地楼言 听见了吗 还没听见 他的事不过三 这位听见了吗 你嘎嘣嘴 您稀罕那物件 是明确的 也就是这样 破烂猴为了老爷子 摔了价值连城的八方碑 随后就真心地叩拜了老爷子后快速离去 这时的不孝子疑惑地说道 神经病 你说什么呢 此时的韩春明内心五味杂粮不知所措 紧接着带破烂猴走出门外后 成建军突然跑了过来叫住了猴爷 而猴爷一看是成建军立马转头就要离开 成建军一看瞬间说道 他说问你个事 刚才您撕的那个杯子值不少钱吗 回家 事后到了第二天成建军再次来到了破烂猴的家门口 于是就拿出了一个自己制作的房屏找破烂猴见底 破烂猴只是简单的看了一眼立马说 成建军一听瞬间乐开了花 这样他就离自己做房品逼真的路上又进了一步 紧接着官老爷子的葬礼顺利地举办完后 成建军也恰好走在了回去的路上 并且也正好看见了破烂猴摔碎的八方碑 于是就看到家里没人 直接就把瓶子跟八方碑的碎片打包带走 随后就快速前往景德镇学习造假技术 他立志发誓一定要让村民从他的造假上栽个跟头 而另一边的不孝顺的官儿子跟儿媳妇 再次打起了老爷子的遗留的财产 这一家人都是个怀鬼胎 自从官老爷子去世后 他的儿子跟儿媳妇没有一丝难过 并且直接就惦记起了老爷子的古董 紧接着第二天这一家人就不怀好意 于是就请来了破烂猴来提前探探口风 这时的小懒猫却突然问道 这一家人一听瞬间傻了眼 而小懒猫却生气地跑出了门外 随后涛子就跟了出去劝解着小懒猫 也就在两人吵闹之时 村民也快速地挡了过来 紧接着涛子快速地为兄弟拿着餐具 此时这一家人也只有涛子真心对待春明 随着春明喝完酒论为备份后 破烂猴也是常量地问道 春明一听立马从兜里掏出来一把钥匙 并且解释着说这是师父生前老宅的钥匙 小枣妹也被自己接走了 并且还说着老宅里的古董自己也是一见没碰 不笑子一听就问着 这房子老爷子不是送给小枣了吗 而春明却说道 老爷子岁数大了 晚年的时候呢 一阵葫芦一阵清晰 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 还有什么遗嘱之类的 应该都不算说了 随着春明的此话一处 所有疑难杂症纷纷解开 刚才还满是仇恨的一家人 瞬间又对春明热情了起来 可是这样的热情还没持续多久 就又迎来了刚才丑陋的嘴脸 原来不笑子拿着钥匙回到老宅之后 猜测老爷子的古物件不可能这么少 从老爷子网上三代传到现在 怎么可能呢 会不会韩春明不好直说 紧接着涛子跟不笑子准备搬物件之时 春明突然给涛子打来了电话 随后涛子就把春明的意思转达 给了大不敬跟不笑子 两个人一听春明要是想留个念想 古董自己带走老宅可以卖给他 紧接着春明得到涛子的消息后 快速赶来 而不笑子却说着不要脸的屁话 春明不用解释 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感谢你了 其实呢 是不应该收钱的 但是既然你提出来了 我们也不好不尊重你的意见 那屋里边这些家具 一分钱不要 算给你留个念一下 那老爷子留下的那些物件 古丸不卖 古丸我们要给孩子留着 想传下去 春明一听那好 现在就只剩下房产了 于是就二话没说 给了一个天价数字 三百万怎么样 三百万啊 三百万 我觉得这房产再加上这些家具 怎么着我都得把价往上提一提 成交 好 那我明儿可以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啊 也就是这样 春明在两千年以三百万的高价 买下了老爷子的四合院 紧接着在大不敬跟不孝子走后 春明单独留下了小懒猫 并且说道 哥求你个事啊 这老爷子留下的那些宝贝 万万不能让你爸给带到国外去啊 小懒猫一听说着自己说的不算 况且还反问着春明老爷子的物件 你真的一件没拿吗 你这是在怀疑我影片 紧接着小懒猫就说着老爷子的遗物 就只装了两个小箱子 春明一听立马说道 这个空有其表的女人又来整活了 她看见春明跟小懒猫同时 从关老爷子的老宅走出来 于是立马上前问着春明 苏蒙一听瞬间醋意大发 于是就说着自己准备搬到别墅去住 关老爷子离去后自己也是害怕 春明一听立马准备拉苏蒙去宅子 苏蒙顿时下的赶紧溜走 哎 我想你 随后春明为了不让老爷子的古物件流出国外 于是就在第一时间找到了破烂猴 准备让破烂猴作为中间人 替自己收了他们手里的古物件 破烂猴一听立马说道 你好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战 你竟然有一种你干嘛工作想让 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 人家满天要价 那边讲究的是心情和友情 现在讲究的是难走 紧接着破烂猴说着自己出面可以 但是掏回来的物件自己要留一半 春明一听瞬间傻了眼 于是长叹了一口气的说道 随着破烂猴说完话 春明瞬间想起了 曾经在留地主家跟破烂猴争夺名他的时候 只能认栽同意了破烂猴的意愿 待春明同意后 破烂猴说着这是自己出面也不行 还得把比自己大一岁的女婿叫上惹中 废话 他就见我老郑干子了能不说话 我让不起了啊 随后破烂猴就领着女婿来找到了关老爷子的儿子 这个不孝子得知刘先生要买自己的古物件 于是就准备咨询自己的女儿小懒猫的意见 毕竟小懒猫掌握着此时大权 而另一边的春明早就找涛子下了手 他告诉涛子一定要让小懒猫守好老爷子的物件 千万别让他的父亲把物件卖出国外 很快小懒猫也是当家做主地否决了父亲要卖物件的决定 不卖了 怎么了 爷爷的东西我不想卖了 事后这件事情就传到了苏蒙舅舅耳中 他觉得一定是春明从中作梗毁了自己的交易 于是立马跑到了家里找到了苏蒙说明了原由 苏蒙一听立马来了爆脾气地说道 不行 我得找他问你去 苏蒙 有话好好说 听见没 不用好好说 你问他他要干什么 我可告诉你 我大舅这事儿娘不摆平了 咱俩甭见面 别别别 苏蒙你看你看 他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那就别争了 人家观赛观会并卖的 我不管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 咱俩就甭见面 我送你啊 不用 自从苏蒙大舅得知是春明从中作梗 没能让自己如愿得到古董后 于是就来到了苏蒙家里大闹了一番 不行 我得找他问问去 苏蒙 有话好好说 我听见没 不用好好说 你问他他要干什么 苏蒙一听二话没说 也不问个青红皂白就来到了春明的公司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怎么想剩个声明给我的 证据呢 烧了 行 就算你烧了吧 那我大舅是你什么人呢 你大舅就是我大舅 我大舅就是你大舅 少给我这贫嘴 紧接着春明说着你大舅总进进出出的 我怕他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贩卖到国外去 苏蒙一听瞬间来了 那怎么着 那你是不相信我大舅 我相信你 行 跟我这废话 我可告诉你 我大舅这事儿你要是不摆平了 咱俩甭见面 随着苏蒙的臭脾气一发 春明也是立马哄了起来 别管谁对谁错先哄就舍 而苏蒙却是空有其表的一女人 也是什么都不懂 就立马又给春明下了死命 我不管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 咱俩就甭见面 我送你啊 不用 紧接着春明根本就没想办这件事 于是就来到了几年前自己收购的房子处查看行情 多快啊 咱们这儿又该拆了 多年的福啊 把时间让我上哪儿讨厂这么大房子去 听说五环路快修通 他们五环路一一一一找 再找一所 后几年又拆 经过老人家口中得知 春明多年前就买了北京四合院以及多处老宅 这下又是一笔横财进了腰包 事后到了深夜春明回到了家中 老太太突然问着春明 我听说你把他大舅的给得走了 原来白天苏蒙找到春明没能解决问题后 又反过来找了老太太来说起 春明更是跟老妈说了这是原则问题 紧接着第二天 春明就偷摸地背着所有人买了个一万多瓶的大房子 一万别二百瓶的大房子 小啊 您要是有诚意的话 这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我再商量会儿了 这可是二环以内的 这二环以外的我也不考虑了 你知道是吧 很快这件事就被二姐得知 于是快速跟老妈汇报情况 妈 二姐 跟您说 这小我又买了一万多瓶米的房子 离这挺近的 我在施工县场负责这个安全带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说的就是呢 光装就好几十万呢 老妈一听瞬间傻了眼 也就在几人聊天之时 春明也突然赶了回来 并且问着小走 小走 爷爷吊丧那天 我冷猴摔碎的杯子和我那个瓶子在哪 给我拿来 我得给人还回去 你不是拿走了吗 没有 那天李悦进就搁你桌子上了 后来我们着急看房子走了 回来瓶子就没了 不能够 我就没见着过 那得好好找找 此时另一边的苏萌回到了家中 也质问着大舅 他就你说你想买这些古董 你干嘛用了 我喜欢 大舅说了 现在是盛事不懂 你看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了 越来越值钱 我爸多聪明 倒腾了这玩意儿这么一辈子了 说我爸那些宝贝嫁起来 比他都有钱 那人韩春明说的就没错 你想买灌带留下的那些东西 就是想倒腾卖钱 对不对 可人春明不是 他是真喜欢 他是忘不了 他师父想留作纪念 所以他才不让你关键卖的 也就是苏萌这一句话 还算有点良心 多少也算动了动脑子 画面一转 陈建军这个小人 也是在忙碌着自己的事情 虽然跟小丽结婚有了孩子 但是又因跟小姓两个人 和开公司产生了感情 并且还单独在北京外环 找了一个老宅 准备来的古董造假发笔横财 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 让春明从中栽个跟头 紧接着三个月后 春明一万平的房子装修完毕 并且还邀请了 所有的亲朋好友来参加聚会 准备给他们一个更大的惊喜 这个当年受破烂的穷小子摇身一变 竟然成了当地最有名的富豪 于是他就在所有人 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买了一个一万多平米的房子 最终经过三个月的紧急施工 终于迎来了他崭新的人生 并且还特意邀请 所有亲朋好友 来参观自己的大房子 准备宣布一件更大的事情 紧接着所有人都陆续到来 这时的苏蒙也带着父母前来祝贺 哎哟 韩夫人来了 来 里边请坐第一桌 伯伯伯好 坐第一桌 也就是经理的这一句话 彻底给足了苏蒙面子 这下爱显摆的 他可算是开心的不行 随着所有宾客到场后 破烂猴也是身穿破衣 自由自在地走了过来 而大堂经理看见他立马选择了 让破烂猴做了第二桌 这时的破烂猴说道 你看韩春人小子 我直接做第一桌 行行行 我跟他说啊 您做桌儿都没问题啊 先生真懂我 他这人 自从咱在酒楼开业 每个星期来两三回 毛钱没有 此时另一边的小姓跟小丽 更是一见面就掐了情 哎呦喂 这顿饭 我可非吃兔了不可 我爱吃你就走啊 你搞错了吗 大姐 你怎么是我走啊 这也是我们家武则开的办馆 他以为是你开的呢 甭着急 会有的 第三桌啊 欢迎高丽 很快在所有宾客到期后 春明准备宣布今天的大事之时 却被一旁的兄弟打断了他的话语 不说我们也知道 这老初男的情婚要开了吧 你必须先来一点 大家说是不是啊 紧接着在所有人的起哄后 春明也是毫不犹豫地 准备上台演奏自己的诗迹钢琴 并且顺便邀请了苏蒙上台演唱 接下来看视频的所有兄弟姐们 请憋住笑声 葫芦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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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摊上一朵花 风吹越大 都不怕 啦啦啦啦啦 叮当动荡的葫芦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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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 葫芦娃 葫芦娃 叮当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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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啊 是我的亚轩博物馆开业大集 一会儿说什么呢 请大伙去长长眼 随着春明的话一出 场下所有人都纷纷为他祝贺 春明老妈也是问着破烂猴 自己的儿子啥时候有个博物馆 而破烂猴更是说着这小子 绝对有这个实力 此时在场所有人都开心的知识 只有苏萌却还在质问春明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自己 而另一边的小懒猫也愤怒地说 没听错吧 没听错 别想问 关老爷的东西都在那边 先一会儿看不得出 先吃饭吧 先吃饭吧 紧接着带所有人酒足饭饱之后 春明就带领所有人来到了博物馆之内 春明 我跟你说 就你这驴儿摆那些玩意儿 起码有七八件是我的 严格地说是我先下来画一画 春明 我跟你说 这小子太坏 三连前我们俩一块收破了 好多信都是我给他的 是不是 全他钻前面去了 这些拿酒是谁的 这话是最后 对 当这亲妈咪俩照儿子说 这不是犯傻吗 这不就这话吗 此时另一边的苏萌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满脸的丧气 哪怕闺女一直夸着 她瞬间变成了一个富婆之使 她那牵奏的表情 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自己男朋友靠自己努力 成了富豪也是错 这时另一边的小懒猫 更是来了脾气 她认为自己爷爷的东西 全被春明私吞了 于是就快速地找到春明大喊道 自从收破烂起家的 韩春明报复后 于是她就买了一个 一万多平米的房子 并且还开了一家博物馆 今天是我的雅萱博物馆开业大集 一会儿说完饭呢 请大伙去长长眼 上菜 好 随着春明的宣布后 立马震惊了所有人 而小懒猫却认为自己爷爷的老物件 全被春明私吞占有 于是快速找到春明大喊道 韩春明 我问你 你不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东西吗 我这儿可真没有 你胡说八道 你这里的很多东西 我以前都见过 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 原来就是一个骗子 大毛岸然的小人 你这是我 老太太一听小懒猫来的脾气 于是就上前安慰 谁料在几人争吵的途中 小懒猫情绪激动 直接把老太太推倒在了椅子上 韩春明一看立马给了小懒猫一个大笔兜子 此时作为春明好兄弟 涛子一看自己媳妇挨打了 于是立马也急了 涛子 我告诉你韩春明 我没你这 哥哥 我转关 好 还愁给我警告你 我爷爷再见之类要会找你算账 紧接着在小懒猫跟涛子离开后 苏蒙的大舅却坚信的说 我的东西 有毛病了吧 说什么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 我想怎么说 我看你就是个倒貌黯然的小人 你把嘴干净不闭 怎么说话呢 没打没笑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 我跟他同伴 我说他没毛病 胡说八道 我请他出击去 给他客气 满 你真是混蛋你 放手 走到这 好 对这种小人就应该把他哄出去 谁也不能想到苏蒙 竟然不分青红皂白的抱怨着春明 并且再次结束了两个人的这段感情 事后带所有人走后 作为好兄弟的建华不停地安抚着春明 这才平息了春明的怒火 也就是这样好好的一场谷物展览 被几个人搅黄了 韩春明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85年我刚回那地的时候 他还是一小混混 突然摇神一变 我说的是突然 没见他做什么大生意 有钱了 而且很有钱了 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随着苏蒙舅舅的煽风点火 除了屋内的苏蒙认为春明大错特错 侯杰以及苏蒙的父母更是认为春明从小做人就没问题 这次没弄清楚之前更不能妄加评论 紧接着苏爸却说道 这韩春明发这么大的火 无非是两个原因 一个呢 那就是他真的是被冤枉了 另外一个就是 他想借发这么大的火 那也是他心里上去 但是我觉得啊 他真被冤枉的可能性大 随着苏爸话音刚落后 侯杰也说着春明从74年就开始收集了古董 并且当年他前夫的大侄子 拿了一个烟袋锅子在玩沙头 然后春明就看到了 这个东西上面还有两个英文字母 就特喜欢特想要 后来才得知这个烟袋锅子是1840年的额尔金的物件 那怎么说 春明最起码是在这之前就开始搜集古董了 就是啊 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博物馆 也不是不可能啊 对 我爸还说了啊 就说他跟韩春明较量这么多回了 没一次能应答 你看你看 那也排除不了 韩春明请战关老爷子的遗物的这种嫌疑 也就是苏舅的这一句话 彻底让不明事理的苏蒙再次确信春明的为人 随后就倾高地扬长而去 听起了曾经师父说的话 我那点东西来都归了我托儿了 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的留下 听老人家说过 说老虎所留下的东西 不能让人别顺到国外去 这时除了家里人 谁也不能理解春明心里到底有多痛 随后春明就发誓 一定要找到师父留下的古物件证明清白 你没睡呢 儿子 妈就想你一听话 你心里有亏了 无亏无悔 妈心 这样 妈也就踏实了 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 吃自己的饭 管他别人怎么说 也就是老妈的这一句话 彻底让春明心里释怀好受了许多 自从春明被小懒猫冤枉后 又迎来了未婚妻的不信任 苏蒙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 也不相信春明能靠自己的努力顶天立地 事后苏蒙找到了跟他一直水火不容的小懒猫 想要了解更多的事情真相 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 我就是想把事情真相当清楚 先把 车上说 紧接着两人上车之后 小懒猫告诉苏蒙 自从爷爷葬礼结束后 他怀疑过春明买爷爷老宅别有用心 并且还让小枣连夜搬了出去 可是他去小枣家也没找到任何爷爷留下的古物件 谁料第二天 韩春明就把老宅所有的东西都换了一个 尽管我们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一次是偶然 两次 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 请问这还是偶然吗 也就是小懒猫的这一段话 彻底让自认为聪明清高的苏蒙 相信了自己男朋友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事后苏蒙深夜回到家中 苏妈疑惑地问道 你去调查了 问谁了 全都是真的 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 我去找小光了 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 全部告诉我了 妈觉得吧 这事儿也不能听一遍之词 此时的苏妈也不管别人怎么说 始终相信春明的为人 而苏蒙却是除了不相信自己的男朋友 剩下所有人的话都相信 此时另一边的成建军 听了春明最近发生的事情 于是开心地说道 这两天你就踩个点 如果春明不在你告诉我 我得亲自去看一眼 行行 紧接着第二天成建军 就乔装打扮来到了春明的博物馆 并且把所有自己能做的房品全派了照 随后就暗地里联系了常在坑里出没的人 准备弄点老土做更逼真的房品 而另一边的小懒猫却请了律师 务必要跟春明打官司 要回自己爷爷的博物检 随后小懒猫的律师就来到了春明公司 告诉春明自己是小懒猫全权委托的律师 希望春明如是交出官老爷子的物检 否则会受到更多的处罚 春明一听立马不屑地说道 收破烂的穷小伙竟然开了间博物馆 却没想到刚一进院就被郭大爷叫住了 等你半天了 来来来来 随后春明只能跟随郭大爷进了屋内 他看了看满屋的赝品不好开口 这时的郭大爷却说道 紧接着郭大爷说着让春明耽误点时间 帮自己这些古物检长长眼 春明只是扫了一下拘谨地说道 郭大爷一听瞬间傻了眼 并且还坚信自己的赝品是古物检 春明为了给郭大爷留些面子 于是快速地离开了此处 紧接着带春明走后 大娘说着郭大爷 随后春明回到家后 就又迎来了街坊四邻的古董鉴定 别管是李大爷杜二娘还是张三李四 没有一个消停的 都想从古物检简陋转一些 我只能说好东西啊 那是真假难辩 真假难辩 合着我们这东西都是假的 我可没说这假的 大伙挣钱不容易啊 我别再上当了 我这说的够明白了 走走走 什么转件 紧接着小嫂走了过来 她说着春明哥好好 再看看桌子上的藏品 他们都等了好半天了 此时的春明真是不想 再看这些没用的艳品 老太太突然走了出来说着 赶紧搬带你关大爷小院住去吧 我说妈那说的是真话呢 不是真话呀 都是街里街坊的 说你敢得罪谁不得罪谁 我还是亲妈 也就是这样 春明彻底搬到了 师父关大爷的院子 此时另一边的苏萌 还在坚信春明的人品问题 而她的闺蜜却是个好闺蜜 从来都是劝和不劝分 可苏萌却说道 那你让我向着谁 向着韩春明 他太不给我面子了 我这回会下定决心 我俩没缘分 算了吧 我还不了解你 让我怎么接受 接受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还藏了这么多年 紧接着闺蜜说着 让苏萌别脑袋一热先做决定 毕竟人家韩春明 伺候了官大爷三十年 而且遗嘱也是写了 全留给了春明 是 可是他没要东西吧 还挺感动的 谁知道背后是这么大一阴障 又把东西全偷回来了 现在好了 东一得了 精神境界也有了 什么博物馆也搞起来 天底下好事 全让韩春明一个人站了 随后在两个人聊天之中 闺蜜还是劝苏萌要理性一点 而苏萌始终相信 曾经关小关说的话 就是不相信跟自己 接触了快二十年的韩春明 可是话说回来 春明丝毫没有受苏萌的影响 并且还做起了更大的买卖 这是我的老同学 韩春明 你好你好 海运集团董事长 万海斌 韩总 就说你很不得了啊 有私人藏馆 那就是个爱好 来来来 坐坐坐 紧接着在一顿吹嘘后 杨华健说着今天把方总请来 有一重要的事 我们搁几个商量过了 准备做一个海上 陆地一条龙的物流服务 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希望跟您取取经 取经啊 可以啊 不过 要是没有我参与的话 拒绝采访啊 也就是这样 随着春明的生意越做越大 苏萌跟春明的距离 拉得越来越远 而苏萌却还是一直高高在上 看不起春明的样子 早晚都有他后悔的一天 这个曾经收破烂的穷小子 竟然把上亿的遗书给烧了 韩春明根本就不想 跟关小关打这场官司 并且自己也有足够的证据 赢了关小关 转眼一星期过后 春明为了关家的颜面 故意不出庭 而破烂侯从来 都是游离走天下的主 于是就主动给春明做了证据 您先请 我跟你说啊 这韩春明是独脱了 那个关老爷的那点 来与您来端 不过我知道这个 春明我从来没惦记过 那个关老爷的那点遗书 我能证明的就是 这关老爷的在世的时候 一块喝酒 都不止一回跟我们说过 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书 兜底全都留给韩春明 我那点东乡来 都归了我徒儿 走着 紧接着破烂侯 还说着自己也带了一个证据 那就是曾经照顾 关老爷子起居的小枣 此时关小官的律师立马反对着 而法官直接就否决了他的反对 破烂侯一听立马给法官 和小编点了一个大赞 紧接着带小枣出庭后 也是立马简洁的说着 爷爷活着的时候 确实说了不止一次 把老宅留给我 所有的古物件留给韩春明 而春明哥却仗义的 把老宅还给了官家 爷爷还说春明哥 比自己儿子对自己还要亲 随后做完证的小枣 就退出了法庭 而另一边的春明代理人 更是说着春明出差了 并且春明还说了 如果侯老先生跟小枣出庭作证 就把这张信纸交给法官 紧接着代理人 把信纸交给了法官后 法官看了看念道 下面本厅宣读 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 如果侯电臣先生和孟小枣 证明我师父曾经说 由我继承官家的财产 本人一律不承认 也就是春明的这一段子 彻底弄蒙了在场所有人 苏蒙更是觉得春明道貌岸然 而关小官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于是立马向法庭提起了撤所 也就是这样关小官 跟春明的官司告一段落 事后带他们一家人走出法院后 官爸却说了 此时另一边苏蒙的舅舅 更是不停地说着春明的坏话 侯姐却始终站在春明的立场 无条件地相信她 画面一转来到了苏蒙这边 她的闺蜜不得不佩服春明的能力 并且也至始至终 作为吃瓜群众相信春明是无辜的 而苏蒙却不一样 满脑袋的问号 即便全世界都相信春明 可她作为春明的女朋友 却始终怀疑春明的人品 事后回到屋内的官母 一脸丧气地埋怨着关小官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 你不起诉 我和你爸也得起诉 也就在官母发脾气之时 涛子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让官爸去春明的博物馆 确认一下 那里面到底有没有关爷爷的藏品 这时官母听了涛子的话 立马来了劲 随后就转身快速赶往春明博物馆 可是带几个人出门后 小编又切个画面 把他们弄了回来 那韩春明太疼了 怎么了 物馆关门了 我说胆说都不让进 给那老头多少钱都不行 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 这韩春明能骗我们 这回彻底漏劲了 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了 我们会回来打着官司 才把这门给灌烂了 等他回来 时间去找 这时的官母怎么能等到春明出差回来 于是二话没说 就来到了春明家里 不客气地说道 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 今天我才知道 有其母必有其子 这么大一笔财产 谁看谁掩护 狗其母必有其子 走 走 送客 出去 不出去别管不客气 这个尖酸刻薄的女人 为了能得到公共的遗产 也是煞费了苦心 在国外待三十年 没回来看过一眼老爷子 却为了遗产回来 跟照顾了老爷子 三十年的春明打起了官司 白天打官司没成功后 于是立马就来到了春明 找到了他的老母亲 并且还不讲理地说道 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 今天我才知道 有其母必有其子 这么大一笔财产 谁看谁掩护 老太太一听立马 说着春明是真的出差了 不行等她回来 我指定让春明 带你去她博物馆参观一下 好好看看里面 到底有没有你们老爷子的东西 官母一听立马 说着春明的本事很大 一夜之间 就把老宅里面的东西 焕然一新 说不定又从中做了什么猫腻 老太太一听立马 来的脾气大喊 送客 出去 不出去别管我不客气 紧接着带小枣进来后 官母还是一脸尖酸刻薄地 说着老太太要财不要命 如果还不给的话 就告他们欺诈 出去 这是几天没有 你咋给你 你咋给你 我自己把手咽 也就是官母的这一闹 彻底让老太太病了下来 随后春明的所有兄弟姐妹们 快速赶了回来 而官母回到家后 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官小官还算得聪明人的说 谈春明没拿爷爷的东西 为什么呀 爷爷的东西应该还在胡同里 还在院子里 或者是在屋里地底下 随后官小官立马开车 来到了爷爷的老宅处 这时春明的大哥站了出来说 等完了 小官 等打完官司再说吧 我已经撤诉了 那也不行 这房子是我们家春明花钱买下来的 你们凭什么进来啊 凭什么 我告诉你凭什么 你少说话 我妈现在被你气得还屋里躺着呢 也就在这时老太太听到声音 走了出来问着什么情况 大嫂跟大姐一听 也是快速回来告诉老太太 没什么大事 并且直接就把气病的老太太 扶进了屋内 此时的大哥霸气地说道 套子 最终在大哥二哥的吉利阻拦下 官家人才看事情不好处理 只能先行离开 紧接着几个人在回家的路上 官小官再次想到了 苏蒙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为了避免两家不闹的太将 于是就准备让涛子 把这件事情告诉苏蒙 希望苏蒙能出面解决此事情 妈 您告诉我 是不是官小官把您气成这样的 不是 是官小官的妈 哪那么多换啊 快回去吧 我先不回去 姐还没来换我呢 这样小嫂 我在这陪着先回去吧 我等二姐来了再走 也就是这样 苏蒙趁机把小嫂置回了家中 于是就跟老太太聊起了官家之事 紧接着在短暂的聊天之后 老太太也是给苏蒙上了一课 苏蒙 我老想跟你说句话 你说 你喜欢一个人 你就得心愿的 最近 我老是苏蒙 我老是苏蒙 你说你们俩都在一起 为什么走不到一块呢 琢磨来琢磨去啊 我想明白了 不怪你 也不怪我 只怪你们俩互相之间 都不信任 随着老太太的话一出 苏蒙更是假装地冷笑了起来 并且还换了话题哄着老太太 于是就趁老太太开心之时 说出了官家遗产之事 老太太也是名人不作暗示地说道 明天 让那官家 来吧 没关系 也就是这样 这个红颜祸水再次利用老太太的喜欢 做了一件让春明生气的错事 自从上次苏蒙哄骗春明老母亲后 信官的一家人也是二话没说 第二天天一亮就去了春明博物馆 和老宅内 不停地翻找着官老爷子的遗物 可是最终经过半天的寻找 屋内里里外外都翻了个遍 终究还是没有找到 最后还骂骂咧咧地离开了老宅 而另一边的小姓跟成建军就开始捉起了腰 成建军为了能让春明打刺眼 可是煞费了苦心 他曾经偷了破烂猴记店官老爷子的八方碑和玉壶瓶 于是就苦心研究仿制两件物件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不断制造 终于制造了出来 随后成建军就让小姓把玉壶瓶拿到了破烂猴面前 破烂猴一看立马说道 这东西在里面呢 我一说东西是我吧 不明说韩姐的所有人都能证明 不不 老爷子 您先别着急吧 等会儿来再给您看看这个 迎接着破烂猴接过小姓手里的买卖合同再次说着 你哪个 您说巧不巧 这我们院里有个人 还给我一朋友了 正好让我给撞上了 那您说说 我不得赶紧给收回来 是吧 破烂猴一看你们这不是和其火来坑我吗 并且还对小姓说着这东西你要是不还给我 我还真就报警处理了 小姓一听立马慌了 于是就想出了个对策 决定把这个东西还给破烂猴 但是需要以一换一的方式交换 破烂猴一听立马说道 你什么时候玩去收藏来了 那怎么着不行啊 只许您这搞收藏 我们这学习学习也得 那我就不练习换了 话就是留个念想 我这舍不得帮老爷子走 也就是这样小姓以成建军的房品换了破烂猴一个真火 随后就拿着真火找到了成建军 也就是因为这一次成功 两个人又计划高访一个新拿回来的窦彩官 并且还决定卖给春明的好兄弟杨华健 行了 差不多别看了啊 再看 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来 这全天下就到韩春明一个人搞收藏啊 也就在两人说话之时 苏蒙领着闺蜜突然走了进来 杨华健一看立马准备把东西藏 收藏 你俩干什么啊 我刚交易了 拿着我看看 就是 拿出来瞅瞅什么东西啊 既然发现了 我藏了 紧接着这两个傻女人看了这个房品 于是就不停地夸着好看 而杨华健也是给两人介绍了此物件的来历后 苏蒙却说道 这东西是你的啊 啊 卖我吧 别见啊 你这抢东西都抢到我办公室来了 我还跟你说啊 这罐子我要定了 随后小姓就说出了一大堆成建军交给她的专业术语 并且还说着三年前这个窦彩罐就卖了五万美包 不管是今天还是以后发展空间更是不能想象 苏蒙一听再次嘴欠地说的 她不要我要啊 真的 也就是苏蒙这空有其表的女人 再一次坑了春明的好兄弟 最终无奈的杨华健只能高价买走了这个房品 事后成建军跟小姓勾搭在一起的消息 就传到了正妻小丽耳中 小丽也是气哄哄地来找到小丽 成建军呢 小姓一听立马说着不知道成建军的去向 并且还说着小丽二十年前怎么欺负自己的 二十年后就怎么还给她 这都是应该的 小丽一听立马说着 告诉你们俩行 以后离成建军远一点 我不会跟她离婚的 我怎么累啊 这么多年我都等了 我怕什么呀 怎么不要脸啊 你说谁不要脸 你不要脸吧 跟你说你说我给我小心点 你要这么着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你信不信 此时的小丽听了小姓说的话后 更是蔑视的一笑随后就离开了此处 而另一边的春明出差回来后 老太太把苏蒙找自己当官家的事告诉了春明 春明也是丝毫不慌 因为她早就找遍了所有地方 终究还是没能找到老爷子的误解 他们官家更不可能找到 事后经过一星期 春明在老宅内吃饭之时 却发现了墙上的玄机 韩春明吃着几年前的剩饭 突然发现了老宅的墙体有着异样 于是就好奇地走了过去 随手就拿起筷子敲着墙体 果不其然墙体竟然是空心的 这下韩春明瞬间想到了师父的遗产 随后就冲出了门外 拿起梯子就搭在了墙边 于是就顺势爬了上去 他小心翼翼地环顾着四周 不停地查看着每个角落 紧接着在他们之时 春明顺手捡起了墙角上的砖头 不停地敲打着屋顶 直到他发现了老爷子的遗产 于是就兴奋地大喊 老爷子 我没让你看笑话吗 事后到了晚上 找到师父遗产的春明 傻傻地盯着门口傻笑着 这时的小嫂走了出来说的 梯子哥 你这对着厨房傻笑什么呢 我说下来厨房里有好吃的 这厨房里再有好吃的 能有你饭店做的好吃啊 我走了啊 别别别 还有事呢 妈 出来一下有事跟您说 紧接着春明把老妈叫了出来 于是就说着自己准备拿钱 给整个家族送到避暑山庄游玩 老妈一听立马说道 那得花多少钱 花多少钱都能花 其实要把五日立幕 此时老妈心里明白 春明让大家出去游玩 指定是有着自己的打算 也许是找到了老爷子的遗产 故意把大家支了出去 紧接着第二天 韩春明就把师父的孙女关小关 叫了过来 韩春明 来了来了 又来了 看你这架势还是我系的 你要是解释 我不想听 无后悔 再见 东西找着了 你们在找 我也在找 这老爷子真行 跟咱们开一天大的玩笑 可到最后还是哥们儿 我先找着的 在哪儿 随后韩春明就把关小关 带到了后屋厨房内 并且用尽了全身力气 磨开了橱柜 此时关小关看着风口上的砖头 瞬间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并且砖头上写着六个大字 徒儿找得够费劲的吧 紧接着春明把砖头快速地拿了下来 于是就打开手电筒 让关小关自己查看 自己看看吧 关小关犹豫地接过春明的手电筒后 这才真正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于是心怀愧疚地满眼泪花的不知所措 这时的春明却说道 隐秘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藏进来 记者 别告诉我 尤其是你爸 好 爷子之所以在那边 这狗最远不得保护的 一时都不能外去 听吗 晚上我对你电话 找到那以后 把这把东西给你送过去 至于告不告诉涛子 自己给你帮忙 春明话音刚落后 立马就走出了门外 关小关也是随之追了出去 这一道正没带来 那是替你爷爷叫 那东西不是我的 上面都写了是留给你的 傻丫头 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一番老心呢 他不是不想把东西留给你 就担心你了 之所以把东西放在我这 因为老爷子相信我 知道我会帮你把这东西传承下去 明白了吗 此时无地自容的关小关 还像以前一样 把春明当成了哥哥 依靠在了他的肩膀之上 也就在这时 路过的苏蒙突然看到了 两人亲密的动作 于是就咬牙切齿地离开了 听我的话 赶紧找个安全 把这些东西都帮不去 要不然就保住了这 那就放你帮我玩里吧 你帮我帮我帮我 好 此时的春明 虽然解决了老爷子遗产的问题 却又迎来了苏蒙暴风雨式的磨难 兄弟女人躺进了自己怀里 却被自己的女友发现 这是什么混乱的关系 原来关小关躺进春明怀里 是因为他帮自己 找到了爷爷的遗产 并且把春明当作 哥哥感动的痛哭流涕 而春明的女朋友苏蒙就不一样了 他看着涛子的媳妇 躺在了自己男朋友的怀里 于是立马选择了离开 并且在他不清楚真相之时 第一时间给闺蜜打了电话 紧接着闺蜜快速地来到了苏蒙住处 而苏蒙还是一脸委屈的样子 闺蜜却说到 韩春明帮他找到了遗物 一高兴一激动脸就拥抱了 挺正常的 那不更可怕呀 你想想啊 韩春明以前跟涛子 两个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贤肥 结果呢 为了关大爷的遗产 我成仇了吧 韩春明是什么人 那我比谁都了解 你了解个屁啊你还了解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春明事事不跟你计较你就知足吧 爹妈劝你多点信任你不听 闺蜜劝你多多了解春明 要相信他你还是不听 你倒好天天在外边说 自己男朋友的坏话 一二三四五你算得六啊 画面一转到了晚上 春明跟关小关两个连夜 拉走了关老爷子的遗产 随后两个人就带着物件 离开了此处 而涛子却不知道 从哪得到的消息 也跟在了两人身后 直到从老宅跟到了博物馆 我决定了 那得看你虚心不虚心的 肯定虚心啊 就像你跟我爷爷学一样 好 那一个礼拜来博物馆两次 好好教教你关于文物的知识 没问题 走了啊 慢点开啊 随后关小关就立马开车回到了家中 而涛子却还紧跟着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关小关早就发现了他的跟踪 你跟踪我啊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 你诺姐 让我刚让你出来找你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今天有重要的事 我家在跟你说 行 我还不想知道 你还来劲儿了你 紧接着两个人回到家中 开始了短暂的冷战 涛子快速地走进了卧室 把被子拿了出来 关小关也丝毫没给涛子留念子 一句话也没说地走进了屋内 最终经过一小时的艰苦冷战 涛子这急性子再也安耐不住 于是就把电视机开到了最大的声音 吸引媳妇的注意 其实不是跟踪你 我就是想知道 你干嘛去了 我去找韩春明了 不行吗 没说不行 那你跟他和好吗 那不就把我给什么生不进去了 你明天找他道歉去啊 凭什么呀 凭我冤枉了他 他帮我找到了我爷爷的遗物 涛子一听瞬间开心的像的孩子 这样就又能跟春明像以前一样做好兄弟了 于是两人就回屋准备来个肉包长套餐 事后第二天 涛子早早地就来到了春明饭店等候着 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 涛子一看春明真是不原谅自己 于是就开启了赖皮模式 而春明可没惯着他 直接就二话没说开车就走 此时无奈的涛子只能找到苏蒙请求帮忙 可是他却不知道苏蒙对春明也有了误会 苏蒙 我有事找 出去 苏蒙 韩春明这事真 你给我出去 涛子来找嫂子但是 却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 出去 不是 苏蒙 韩春明这事真 你给我出去 杨明说 叫保安把他轰出去 不是苏蒙你怎么也这样啊 你哪样啊 我告诉你 跟跟我提韩春明 而且 以后一切有关韩春明的事你帮跟我说 涛子一听瞬间蒙了圈 并且疑惑地说着你们怎么都这样啊 遗物找到了你们和好了 结果把握给扔一边了 说完 涛子转身就要离开 苏蒙一听此事必有缘由 于是立马说道 遗物找人了 好 他身边没告诉你啊 苏蒙一听一脸尴尬的不知所措 这下又觉得误会了春明 于是就把涛子请回了屋内 怎么回事啊 这东西在哪儿找着 紧接着涛子说着小关也没告诉我 但是做事真没有你们这样的 韩春明帮关小关找到了爷爷的遗物 只告诉他不告诉我 结果他俩和好了把我亮一点了 于是我就找春明决定和好 可人家里都不理我 那你来找我个人 我以为你跟春明和好了 想要你帮我跟你第一句话呀 这事是我对不起他 我是一老八蛋 只要他别挤我仇 做我一顿都长 我求你 这个世界上 除了春明他妈和你劝的了他 其他人谁都没戏 我现在也没戏 我们俩现在不说话 滔子一听立马叫起了嫂子 说着只要嫂子 你在我大哥面前一笑 我大哥脚后跟都得跟着笑 苏萌一听立马乐开了花 最终决定帮滔子跟春明前去求情 随后苏萌就快速地来到了春明家里 决定让老太太想想办法帮助自己 这时的老太太却说道 你叫我一声妈 我就告诉你怎么办 妈 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我告诉你 你就当你能不能 等你见他回来 他准个道歉你信不信 管用啊 管用 那我现在就到门口等个道歉 苏萌一听立马学着 妩媚去门口等着春明 而春明也恰好这事打了回来 却恍惚地用膀胱看了一眼 原来是三心二意的苏女士 我正是没去找你的 你知道吗 关那些东西我全都 都把我没见过 你说这老爷子神不神 不神 哪里神的 春明一听你这 还是上架的鸭子嘴硬得很 指定还在为你大救的事情生起 最终无奈只能请求着苏萌的颜亮 打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肚里能生传 我给您赔不适了 春明一听立马把嘴撅了上去 这可把苏萌这个老女人 害羞得不知所措 也就在春明得意之时 苏萌立马为涛子求着情 涛子 二十多年了 关一帖给咱领受 他能有今天都是我帮的 怎么着 取一鞋子就帮我给帮了 行了 我给你赐家 我帮你家的爱情 养有不论辱之分 养有反腐之意 我不求他滴水之人当永泉相 那好歹也得差不多吧 我好了 不生气 那我出来不行 也就是苏萌这句我错了 春明瞬间露出了那得逞的笑语 最终两个人经过此事件 终于和好露出 事后深夜两个人回到了住处 春明更是来了一个土豪式浪漫 直接就拿出了一个两颗拉的大钻戒 苏萌一看春明的大钻戒 立马笑的阳光灿烂 并且傲娇地说道 好吧 那我就让你提前高兴 反正我早就准备家给你 这套饭 您可套饭 千万别套错 我就走你一会儿 走走走 哎呀 正当两个人准备做个肉包长套餐 苏萌这个混蛋大舅突然打来了电话 要求苏萌赶快回去 春明一听瞬间来了脾气 走到哪都有阴魂不散的大舅 你个人没以为好事 你大舅就来搅局 什么玩意儿子 好事我这不都带你 那刚才你说 我这不都带你 那我给你留门 最终无奈的春明只能任其先行离开 但是一想到晚上有肉包长套餐 瞬间乐得四脚朝天 这个男人不简单 只见他用手指轻轻一摸 就知道了古董的真假 原来这天李月进不知从哪得来一个花瓶 于是就拿到了苏萌大舅这里 在经过两人仔细研究之后 丝毫没有发现花瓶的真假 紧接着苏萌为了检测花瓶的真伪 于是就立马给破烂猴打起了电话 随后接过苏萌电话的破烂猴 立马赶了过来 他简单看了看花瓶 于是就说道 随着破烂猴电话放下后 这幕后主使孟小姓领着李月进走了进来 原来这花瓶出自成建军之首 随后两人就坐起了局 准备拿着高仿货卖给苏萌的大舅 为了安全不被发现 于是他们就找到了第四方李月进做货主 直接就把花瓶送到了苏萌大舅这里 成建军的目的不仅想挣熟人的钱 还想让春明从中打一次眼 话说回来 孟小姓来到后装模作样的看看了花瓶 于是破烂猴就问道 怎么样 这能道远 成 瞧这小眼神 接着说 紧接着小姓就把成建军教他的那一套全说了出来 在经过小姓的一顿忽悠后 李月进一听是好东西 于是就假装的要把花瓶收起来 刚才我朋友给我打电话 这东西不卖了 你傻胡说八道 半天了电话连响都没响 又是吗 你是不是一看这是好物件 想找白主啊 也就在两人争论之时 春明也快速赶了过来 并且立马屁颠屁颠地来到了苏萌面前 放下什么 不得工作我就不可以了 你等着他 回头再给你算账 谢谢谢谢 赶紧 看看东西 李月进拿来的 紧接着春明接过手电筒 先是查看了造假的介绍 觉得这是有点意思 于是就认真的拿着手电筒 查看了花瓶边缘 随后又用手指摸了一下花瓶的礼物 于是就摇了摇头地说道 不对头 可以验头呀 我听说孟小幸现在也是一专家呀 小幸一听春明哥这样说了 瞬间耸了下来 紧接着春明告诉所有人 此花瓶确实是出自于景德镇 这个造假的人我也着实佩服他的手意 我敢说把这个花瓶放在检测机器上 都绝对检测不出来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里面用硬笔写了字体 破烂猴一听准备起身离开 这时的春明却说道 等等等等 您不说了 好眼力 您还真找规矩办呢 这话你比我说合适啊 爸 回去了啊 随着破乱猴走后 小幸为了弄明白是什么原因 于是就上前问 他说的什么笔 硬笔 那就是钢笔 那个年头有钢笔吗 小幸一听这才恍然大悟 随后就快速回到了家中 把此事件的经过告诉了成建军 这下成建军才恍然大悟后悔不已 从此事件后成建军发誓 这辈子一定要让春明从这上面打一次眼 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官父嬉皮笑脸的感谢春明 帮他们找回了官老爷子的遗产 而事实却是想借吃饭之名 想跟春明要些老屋捡 春明啊 当初我们不懂 屋里的这些老家具啊 可是值了大钱啊 当初这猪肉八毛五一斤 现在八块五一斤 我认识对 对是对 紧接着官母说着我也没跟你要 但是你能不能把屋里面的檀木箱子卖给我 当然我也相信你不会朝我漫天要嫁的 此时所有人听了官母的话没有任何言语 这时的苏萌突然做了个老好人 您当初那么大方 给了春明那么些家具 就算不要一分钱 回送您对箱子也是应该的 对吧 什么样 破烂侯一听苏萌你快退下吧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春明当初把老宅从你们手里买过来的时候 可是花了三百万啊 在当时那个年代三百万可是天价啊 这里面可都包括了这些家具钱啊 随着破烂侯话音刚落 立马摔下筷子准备走 此时苏萌还一个劲地让春明把东西送出去 官小官一看立马说着母亲有点过分了 而官母还是理直气壮地要着家具 老太太此时只想眼不见心不烦地说道 话都说出来了 没关系 回头我就让春明给你送过去 随着老太太的话一出 在场除了官父跟苏萌开心的不行 剩下所有人都尴尬得没有一丝言语 紧接着带所有人吃完饭后 春明跟苏萌把所有人送出了门外 这时的官母不客气地说道 林啊 我下个星期就走了 最好把箱子早点送过去 对不住您了 这箱子真给不了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算坏啊 你妈不是都答应了吗 刚才那是当着我妈的面 我不合你面子 官母一听春明说了这话 于是就准备去屋里找老太太算账 春明立马说着这是原则问题 你就放弃这个念头吧 随后官小官就拉着父母快速离开 此时事不关己的苏萌可来了进 那你说 我怎么知道就大方了 就算他妈做了德村进去 咱也不至于因为一对箱子跟人闹掰了 谁说一对箱子 就是一马杂我都不给他 哎呦 以后有些事你别跟着下场吧 行不行 苏萌一听瞬间来了暴脾气 于是就劈头盖脸地给春明一顿夸奖 而春明却解释着是因为官家事情太乱 也就是这样 苏萌再次开启了小人之心 随后就摔摔打打地回到了家里 父母一脸蒙圈问着什么缘由之事 苏萌却抱怨道 就没韩春明这样的 他就是一马尾巴拴豆腐 永远提不起来 又怎么了这是 我惹着你了 你说这么些年了 我怎么没发现他是这么抠一人呢 就算你伺候官大也伺候了三十多年 没要人一点遗产吧 你还知道春明没有人家一点财产呢 送不送纯属春明个人意愿 你在背后天天说自己男朋友的坏话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可你苏萌就是看在人家春明当时否了你的言语 丝毫没给你留些面子 可是你苏萌怎么也想不到 春明是为了不让师父的老物件贩卖到国外啊 他可不是一性半点的扣 巨扣超级无敌扣 你说你说春明他妈多好一人 韩春明为什么没跟他妈学点好呢 他怎么这么扣门啊 从没见过如此心怀鬼胎的一家人 他们得到了成建军的一点好处 于是就准备给自己的亲弟弟来一个批斗大会 原因竟是小姓跟成建军这个小人在了一起 小姓为了成建军能被韩家认可 于是就提前找到了春明的大哥 你说我结婚吧 大会儿都来了 就他伍子哥不来 他不来 连孙蒙姐也不来 这河子大院的人都看着呢 你说我这连往哪放 我试着想 行 快头我好好说说他 大哥 那我太谢谢你了 紧接着在大哥的带动下 家里直接来了一个大聚会 此时的小姓跟成建军也坐在了其中 也就在这时 春明突然赶了回来 家里都热了 吃西瓜 春明一看成建军也在立马转头就要离开 说着公司还有事情没忙完 而收了礼的大哥立马命令春明绝不能走出这个门 春明一听也是二话没说走了回来 这时的小姓为了讨好春明准备上前 而大哥再次说道 不用你 建军啊 你这春明算是同学 但是你取着我们家小姓 你的背份就低了 随着大哥的旁敲侧击后 成建军也是快速起身 拿着西瓜准备给春明认个好 以西瓜带酒 尝尝 干嘛 有毒啊 有病 我没说不吃 随着大哥几个人的调侃后 春明只能乖乖顺从 紧接着在众人吃西瓜之时 二哥又上前说了一大堆没用的话 但是只有一句话说到了重点 建军不是敌人 建军是小姓爱人对不对 小姓谁啊 小姓谁 她是咱妹妹对不对 你快急死我了 你这句话才说得点 随后二哥也是说不明白退了下来 紧接着大姐就接了话长 春明 老大不小的 得明白这道理 团结友善 知道吧 此时坐在一旁的成建军瞬间牛了起来 可算有了小人得志的样子 而春明丝毫就没有把他们说的话放在眼里 毕竟成建军做了太多有损春明的事情 此时只有老太太是心疼着小姓的不容易 并且说道 也就是老太太的这段话 瞬间赢得了所有孩子的认同 而这时的大姐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说道 画面一转 此时的韩家绝对想不到 苏蒙正在为自己的大舅收取官家的古董 而官爸所拿出的古董 正是官小官跟春明用房品做的局 生怕被官父把真品带到国外 随后官小官一看父亲拿出了房品准备售卖 于是立马走出了门外给春明打起了电话 此时的春明一听瞬间傻了眼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再次被女朋友给害惨了 这个娘们摔的价值连城的不懂 却还口口声声说是假的想找春明理论 原来在此之前 春明跟官小官做局 为了不让大不敬跟官父 把官老爷子的遗物带出国外 于是就调换了真货 事后开心的官父拿着花瓶 找到了苏蒙的大舅辨别真伪 谁料这一辨别不要紧 却没想到发现了是个假货 那我就直说了 这两件全是高发 没错 这不是官老爷子留下的东西 吴孝子一听立马看向了涛子问着原由 而涛子跟官小官却说着 有可能是爷爷打了眼 紧接着大不敬就给春明打了电话 却没想到停留在了官机状态 此时春明这边家里还在给他做着批斗大会 希望他也体谅一下 小心跟程建军在一起的事实 也就在所有人都批斗春明之时 大不敬一家人突然找上了门 春明一看就明白了他们来的目的 于是就准备把两人带进屋内 可大不敬却说道 看看这个 这是你师父留下的吗 也就在这时 官小官以及苏蒙大舅一家也赶了过来 韩家人一看瞬间觉得此事有着说法 而春明也回答着应该是官老爷的误解 包子一看事情不对 立马就扛起丈母娘就跑出了院子 此时看热闹的大舅也快速离开 这时只留下苏蒙一个人 院里的老太太去喊道 苏蒙 哎 妈 就等你了 快点坐下 紧接着苏蒙就快速跟韩家坐在了一起 于是就发现了建军也在 这时的小幸直接说了 冯姐你可别忘了啊 现在咱俩可是一家人了 还真忘了 对对对 是一家人了 你说呀 整家的管闲事 管出多少麻烦来了 你可不能这么说出 他这管的可能是什么 这是国家大事 必须管 春明一听有了媳妇撑腰 瞬间傲娇了起来 此时的大嫂也说着苏蒙啊 你要是想跟你大哥理论啊 那可要赶紧嫁过来 行 我不是你们家人的呗 没有 怎么没有啊 我听出来了 没关系 我刚才不都叫妈了吗 妈 您听见了吗 听见了 随后苏蒙问着大哥又在批斗我家春明了吧 大哥却心虚的回答只是帮叫帮叫 而苏蒙却霸气的回答着 我说以后这种事 您先跟我商量商量行 咱春明是这院里出了名的尊老安诱 你们哥哥姐姐淡分说的话从来都不反对 但是他不反对不代表没看法 不反对不代表他做得不好 他不反对那是因为他尊重我们 我说的是吧 对对对 应该应该 对对对 春明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 得 这杯酒我先请大姐了 也就是苏蒙这一句话 瞬间让所有人哑口无言 而春明更是挺直了腰板给媳妇扇着风 此时一旁的成建军没能得逞后却黑了脸 毕竟苏蒙这回可算给春明扳回了一局 事后春明看着今天苏蒙帮自己说了话 于是丽马上前求和 我可不想稀里糊涂跟你说 你要不让我把你弄明白了 你甭想 那怎么才算明白啊 你慢慢想吧 男人正在跟女人聊天 却没想到被未婚妻逮个正着 呦 小丽 你怎么在这呢 我是春明的手下 此时的小丽瞬间明白了此地不宜久留 于是快速离开 这时的苏蒙却说道 看春明 我没跟你说吗 哎呀 忘了忘了忘了 这我这记忆 您这又是跟成建军叫板的吧 人家娶了你表妹 你就非把人前妻弄到自己身边了 这不是报复是什么呀 不是什么叫弄到身边呢 他才听 紧接着苏蒙说出了要找春明合作 而春明直接就看出了苏蒙哪是来谈合作 根本就是想要霸王应上公赌长大权 昨天一宿啊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我就琢磨着 我也不能受我大舅干扰了 你说我守着你这么大一老板 干嘛傻乎乎跟别人合作 是不是 那咱们结婚不就完了 什么意思啊 不结婚就不合作了 不是啊 不结婚也能合作 随后苏蒙就拿出了一套合作协议交到了春明手上 还没等春明仔细查看 就被苏蒙强硬的态度阻止了他的翻阅 还必须要求春明无条件签字不许查看 不是不签 我不看都能签 奥运申办成功 咱俩就结婚 不是你总得告诉我这上面是什么吧 我不是说了吗 奥运成功 咱俩就结婚 春明一听瞬间又猛圈的不知所措 此时另一边的成建军又没憋什么好屁 决定让孟小兴请春明两口子来家里吃顿便餐 须则是须就 实则是想考完一下春明的眼里到底如何 随后孟小兴就来到了春明办公室 今天晚上 我和建军想正式请你和苏蒙姐一块车 人建军可说了啊 这回他是亲自下出给你们露一手 不瞧我晚上约人了 没哭 就你事多 去不去吧 不去 再说一次 不去 小兴一听不去是吧 于是立马从包里拿出了手机 二话没说就给苏蒙打了过去 春明一听是母老虎 撒手就准备快速逃跑 这时的小兴抓着春明说着 这我不建军啊 今天晚上请你和我哥吃饭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给我面子 就是我五哥说啊 他不想给我这个面子 那行 那你们俩说啊 也就是这样 小兴用苏蒙彻底压制了春明的兽性 事后到了晚上 春明两口子来到了小兴家里 程建军也是虚头巴脑地上前打着招呼 而春明更是看到满屋子的古物件 于是就好奇地上前查看 紧接着在几个人坐下吃饭之时 程建军试探着问道 怎么样 你看我收藏这些东西 还行吗 还整 饱不起有几个厌品 真的 哪个呀 我立马把它砸了 真的 对对对 我就随便一大眼吧 非常真心 五哥 不代理那么吓人的 你要说这里头有假的 起码三天睡不着觉 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也就在这紧张气氛之时 苏蒙突然转移了话题 夸着建军的厨艺有所长进 也就是这样成建军没能得逞 此事也就告了段落 事后第二天春明走在了回家的路上 正好碰到了郭大爷跟老伴吵得不可开交 春明一看郭大爷朝着自己家方向走了过去 于是立马上前问道 什么事 您跟我说有钱 我妈怎么拿碎 好吧 我就跟你说 你们家李月静把我给骗了 那个老头不听劝阻 非要砸锅卖铁 也要买了这个假的古董 事后发现自己被骗后 却还要死提赖脸的找春明妈告状理论 春明一看郭大爷朝自己家走去 于是立马上前阻拦的说道 您上哪去 我跟你说没用 我找你妈 什么事 您跟我说有罚怎么拿碎 好吧 我就跟你说 你们家李月静把我给骗了 春明一听瞬间明白了些什么 随后就跟郭大爷来到了屋内 看着这个高仿的古物件 于是就想到了前几天在苏萌公司看到的一模一样 这东西我上次就跟您说过了 这不为什么非要牌 李月静带我找专家见的 人家说是真的 可我想把东西转给别人 一连找了三个专家 又都说是假的 这不明白着 李月静找的专家是托萌 你说你这个人呢 闭嘴 春明一看郭大爷来的脾气 然后就跟他说了这行内的规矩 可郭大爷还要挟上了春明 我找你妈说去 别别别别别 春明一听立马叫住了郭大爷 为了让老妈消停的过些日子 于是就破例为郭大爷去找找李月静 并且还说着郭大爷这一屋子的古物件 没有一件是真的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闭嘴 紧接着春明跟郭大爷说着 如果真是李月静做的举 您放心这钱肯定给您要回来 话音刚落春明就准备离开 紧接着春明就来到了李月静的家中 二话没说就揪住了李月静的耳朵问道 我问你 郭大伯家那个青花锅弄的 是我一朋友的 哪的朋友 他去广州了 真的 真的 那这事跟孟小兴有没有关系 这事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是一中间人 经过表哥给你老板手里买的 他从广州回来你可以证实 随后春明就命令李月静 现在立刻就去医院 把郭大爷儿子的手续费给垫上 李月静一听立马说着 买定离手行内的规矩 此时的春明心里明白 虽然李月静咬住没松嘴 这造假的是绝对跟小兴成建军 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紧接着春明立马就来到了小兴家中 哥 你怎么脸色不好啊 有吗 出什么事了 小兴啊 给我问你话 你们说实话啊 郭大伯那个青花锅 是不是你转发的 小兴一听立马否决了此事 随后春明再次说道 不是你 你就是成建军 哥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能够替我给成建军那些话 让他赶紧把东西收回来 要不然你出事 郭大伯那匹子什么事 他出点乱子 伤及到你爸 你妈 你这个妹子 带春明说完话转头离开后 小兴快速地联系上了成建军 哎 建军 你赶紧回家啊 出事了 成建军也是听了小兴的话 赶忙回到了家中 他丝毫不慌地告诉小兴 这是咱们没有一点损失 但是咱们不能丢了这个面子 对对对 这面可不能栽啊 紧接着成建军瞬间想出了个计策 为了撇清关系 决定找个第四方出面 把春明的二哥给拉下水 这样春明就无计可施 自己也就顺理成章地躲了过去 随后韩春明快速找到了二哥 于是就哄天二哥让他演个戏给郭大爷看 这样还能从中捞到一笔好处 二哥一听有好处 于是就瞬间答应了成建军 紧接着就来到了郭大爷屋内 这是个好物件 我挺喜欢的 郭大爷 咱商量一下 看这个东西我先拿走 我得去建议拍卖行 如果他能帮我拍卖 这个东西我如数负快 郭大爷一听这玩意又有戏了 于是就开始怀疑春明 是不是想独吞了这个宝贝 而二哥还说着自己要拿这个宝贝去鉴定一下 郭大爷一听瞬间聪明反背聪明物 直接就把二哥支出了门外 老头子 你不会让他自己去 你懂什么 玩这玩意全是渣 看韩春明以为他自己多聪明 那东西真是假的 玩去 你们一家的出面骗我 郭大爷 有话好说 我要发财一家人眼红 这个执迷不误的老头不听劝阻 倾家荡产也要买个假古董 最后知道真相后差点喝要自杀 自从成建军做完假货后 立马找了第三方李月静做了个局 让他把高访货卖出去 而这个高访货早就被春明鉴定后告知了郭大爷 可是郭大爷一心觉得是春明故意不让他发财 并且还大喊 你们一家的出面骗我 郭大爷 那您总该相信我吧 我相信你是春明儿的老婆 看我要发财一家人眼红 原来在此之前 程建军给了春明二哥好处 让他跟公司经理演一场戏 争取让郭大爷相信这个高访货是真品 你打算 咱你别在这儿说了 好 我知道 咱们里边说 紧接着二哥就跟经理走进了屋内 这时的郭大爷瞬间蒙了圈 而带二哥走出来后 说着给郭大爷取钱去之时 郭大爷这下可急了眼 立马拿起他认为的真货回到了家中 紧接着到了晚上 郭大爷跟老伴说道 不是 下星期把孩子们都叫来 我不叫 再说了 你叫谁来 恨夸你个东西 你恨不得把房子都接了 还没变过 捡漏这东西 只要捡到一个就够了 我马上有钱了 谁料郭大爷上一秒还在做梦 下一秒就再次来到了检测古董的地方 准备卖个好价钱 而屋内的经理却说道 您这东西想要拍卖是吧 对 这么着 一会儿你先填个表 然后我请专家您正式的鉴定一下 只要没问题 我就给您办手续 您不是看过了吗 我看没有用 这上拍卖会 必须得请有关专家给您看东西 郭大爷一听瞬间傻了眼 于是就抱着高仿货回到了家中 本来自己喝多了把花瓶摔个粉碎性骨折 非说是村民做菊汉了 完蛋了 韩春明这小子可把我给扛惨了 家大 大娘一听瞬间心灰意冷 曾经不停地劝解着郭大爷就是不听 非要把全部家产卖个买这个脚 你自己过吧 走 这个家 随后郭大爷想不开 就准备喝药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并且嘴里还不停地抱怨着春迷 紧接着带郭大爷喝完药后 还不忘给春明来个临死告别 这个老头不停劝阻 倾家荡产买了个假股董后 又被承建军设局陷害给了春明 最后妻离子散选择了结束自己年幼的生命 并且在跟阎王斗地主的前一秒 给春明打通了电话 喂 郭大爷 春明 你给我记住 我郭叔九十四 也会在你身边 你能还不死 春明一听不对 二话没说拿起包就快速离开 很快春明就来到了郭大爷的家 郭大爷开门让我出名 春明一看敲门没有反应之后 于是就通过窗户看到了郭大爷口吐白沫 二话没说一个猛进就闯进了屋内 随后抱起郭大爷就送到了医院 并且在办住院手续的时候正好碰到了小婚 春明 这是你 不是 你怎么来医院了 叔叔 哪是我呀 这不那个小张财富员 他妈来北京了 生病我送医院来 好好好 那正常你把电话给我用 紧接着春明就给孟小姓打了电话 让承建军快速赶往医院 可过了一会 承建军没来小姓却自己赶了过来 随后春明立马就把小姓从车内拽了出来 你 你都可以动 紧接着春明就把小姓拉到了急救房外 于是就劈头盖脸的给小姓一顿夸紧 这些事我不知道 叫这个三少人走 你就算是贵上人民战 哥 我求你别再笑我了 是 你我有点信心 他这事都跟我真的没关系 你哈啥硬着吧 也就在两人说话之时 医生突然走了出来 他告诉两人郭大爷幸亏送来的急事 经过抢救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春明一听二话没说 再次给小姓拽出了病房外 你玩古董是吗 这古董是谁都能玩的吗 你五哥我从十一岁隔着关大爷学到今天 我都不敢说我没打过影 你们凭什么 靠着我靠骗的 你告诉我 我早已经让你打过了 我这次多选了 就差了一点 亏你五哥我激烈了 但我不能次次多帮你 人造你也千再看 真等你有一天跟那成年金一块进监狱 我看都不去看 起来 事后郭大爷苏醒后 郭大娘告诉他这次春明把你欠的钱都还上了 并且还给了你不少补偿 要是没有春明 你早死了你知不知道 你害的我 他最有应得 你恩将丑报 他是在社局 可见老头真的是执迷不悟 哪怕春明做得再好夜晚就不回别人的套路得人心 紧接着第二天成建军这个小人借机来看望郭大爷 并且还不停地给春明往坑里踩 听您都没说 再看您这前前后后的经过 还真是只有春明才能做这个局 郭大爷一听你小子说的对 也就在两人谈话之时 苏蒙也带领母亲来看望郭大爷 毕竟曾经都是老邻居 成建军一看苏家都来了 不下个套再走可对不起自己下了这么大的局 于是就说道 大爷 您呢 想开点 这春明虽然有点贼 但不一定就是他做的 他二哥呢 说不定也不是故意的 你们现在是亲戚了 那当然 苏蒙一听瞬间心乱如麻 再次怀疑起了春明 于是立马就来到了春明公司想问个究竟 你给我坐 我问你 郭大伯那事是不是你做的局 老婆 你给我坐 我问你 郭大伯那事是不是你做的局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您干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 居然还坐这儿谈谈当当承认 我伤谁的天害谁的理 你要不伤天害理 郭大伯能自杀 春明一听瞬间蒙了圈 于是就问着苏蒙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在此之前 成见军社局骗郭大伯买了假股董 并且还借机趁苏蒙一家人都来看望之时 把郭大伯自杀的事赖在了春明头上 此时一直对春明不信任的苏蒙 立马跑到了春明办公室问着原由 而春明听后着实一脸蒙圈的问道 不是这俩跟哪个都傻 你不都承认这事是你做的局了吗 是我做的局不假 但我是为了救郭大伯 不让事态扩大 您当然不愿意事态扩大了 这又是二哥又是妹夫 他俩一个个冲锋陷阵 出了事不得你杀后啊 春明一听怎么还跟自己大哥二哥有关系 这一切都是程建军做的局啊 程建军 你可真行 真能想象 我刚在医院 人家郭大伯都认定这事是你干的了 程建军还替你开拓呢 大好 八干的打不了的事 直接在的人家头上了 春明一听立马问着苏蒙相不相信自己 而苏蒙却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话 并且还说着此事你大哥和李月静都参与了 春明听后二话没说 就动身准备找二哥问个明白 苏蒙却像脑袋被驴踢了一样煽风点火 随后春明就把二哥约到了老宅内 郭大爷那青花罐的事啊 你是不参与 参与不参与 因为你有什么关系 紧接着二哥就说着这玩古董打鼹鼠是祸该 人郭大伯玩古董不也就看你开了个博物馆 啊 那青花罐 我是没钱 我有钱我还买呢 再说了 你要想训导人呢 回你公司训导 别在我面前要我喝溜了 想想呗 去公司 也就是这样 春明放弃了对二哥的追问 随后春明又来到了大哥这里 是这么回事 前两天呢 李月静找什么的一个玩意儿 人家找后照找到我那儿去 一看东西 东西没毛病是真的 男人把东西给要过 麻烦不麻烦 我就想问问他 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弄的 那是信送我的 不是月静卖的 最终春明变着法的 从大哥口中可算得知了真相 于是转头又来到了小姓家中 陈家军呢 他出去了 要电话叫他回来 不再是 那也叫他回来 我哥你真是干嘛呀 那我不是输了吗 郭大爷的事我一定想办法 你总得融合点时间吧 紧接着春明立马说着没时间了 大哥那的物件是不是你送的 那是我麻烦建军偷偷送给大哥的 我可没要钱啊 你不要钱他要钱 你知不知道 大哥让李月静把东西卖给人 人家卖不出去 翻过头来找旧账 现在李月静已经让人打得起来 不敢不想 他又不敢说东西是大哥的 你妹妹家门口就有人等着呢 随着春明话一出 小姓还算是有良心 于是二话没说拿着钱 就跟春明来到了小早家门口 你二位找李月静是吧 你是什么人 别管我谁了 差几多钱 三万 东西呢 这这 紧接着春明接过东西后 立马让小姓把三万块钱给了两人 就这样李月静的事暂时解决了 可是经过此事件的小姓 瞬间也感受到了成建军是个危险人物 最终决定了跟他离婚 事后回到家的成建军 发现了小姓所有的衣物已全部搬走 随后就为了找回小姓 闹到了春明的公司 韩春明 你今天不把小姓还给我 自从小姓被春明点破后 他发现了成建军做的都是违法的事情 于是就决定跟成建军撇清关系彻底离婚 事后成建军回到家中 发现了屋内小姓所有的衣服都消失不见 于是就各种联系终究联系不上 随后就快速来到了春明家里问着老太太要人 而老太太心里像个明镜一样 立马就把小早叫了过来 二爷 我姐的性格你还不了解 她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 其实主意比谁都多 她要是想干的事 谁能拦得住她呀 当初谁都反对她跟姐夫结婚 听嘛 这半年都没来看您了吧 也就是小早的一句话彻底让成建军哑口无言 随后就告别了老太太 紧接着成建军又找到了苏蒙的大咎 因为他在没有小姓的帮助下 准备卖几个房品归笼一下资金 可大咎却是一个愣头青 看着聪明实则是一个蠢 一会儿您跟我回家看看去 你要是看上那件 我转给您玩 我只要度过这个难关 您要是不嫌弃 咱俩以后就是忘年之交 随后两个人就来到了成建军家里 大咎更是二话没说 一口气直接就花高价钱买了成建军三个假货 并且还不停地道谢着 事后成建军手里有了钱 底气也是足了起来 转头就来到了春明公司跟他要着小铃 你先赶紧走吧 谭春明 你今天不把小姓还给我 我给你没完啊 岂有此理 你找不着媳妇 你装管别人家的媳妇是吗 蔡小丽那会儿就管 我就不爱搭理 你现在把小姓都藏起来 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呀 春明此时真是沉得住气 丝毫就没把成建军放在眼里 而成建军眼看对春明无计可施 转头再次找到了苏蒙镇 他利用苏蒙的缺心眼根不信任春明 就把曾经小丽跟小姓都喜欢春明的事告诉了他 苏蒙一听瞬间心烦意乱 而成建军眼看苏蒙上了当 于是就再次添油加醋地说 大小丽喜欢韩春明 她突然发现 这韩春明跟孟小姓关系不一般 脸上虽然沾点亲 那也是远亲 小姓他妈跟春明他妈两个是仪表走得比较近而已 但是这小姓他妈让小姓到韩春明家 那可是为了让小姓嫁给韩春明 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春明他妈有没有这么回事 苏蒙一听二话没说就快速找到了春明 也恰好碰到了小丽跟春明走在了一起 你怎么来了 来的不是时候啊 你们聊我不带门话 什么事啊 说就说 紧接着两个人就来到了车内谈着私事 我哪知道 是不是陈军长 我跟你说他说什么你的翁性了 这就会骗了 莫小姓离家出走跟你有关系吗 有 是我让他离开这个地方 苏蒙一听瞬间来了脾气 他阴阳怪气地说着春明是一个情圣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竟然连着吃了两个 春明一听瞬间来了脾气 而苏蒙却是缺心眼地再次暴躁了起来 看春明 看春明一说谁呢 我说你那没听见的 你太过分了 你应该向我道歉 我问你 我就告诉你 就这个我现在还不稀罕 你以后来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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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 苏蒙我告诉你 你别后悔 也就是这样 苏蒙经过程建军的挑唆 扔了春明跟他的求婚戒指 此时的春明彻底地寒了心 以后他决定再也不惯着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 我说你那没听见的 你太过分了 你应该向我道歉 我问你 我就告诉你 就这个我现在还不稀罕 你以后来谁谁谁谁谁 这个鸡头白脸的女人 当着男友的面扔掉了两人的求婚戒指 原因竟然是相信了别的男人挑唆 怀疑自己的男友心里装着别的女人 不论何时何地 只要有人欺负春明 苏蒙都会义无反顾地来帮帮场子 此时的春明瞬间寒了心 于是就决定再也不惯着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 紧接着苏蒙回到公司后 立马就把两人呆了的消息告诉了苏妈 妈 又不接了 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 我告诉你 那天同学当着那么多人 可都宣布了 苏蒙一听妈妈有些唠叨 于是立马就挂断了电话 好歹闺蜜还算个理性之人 于是就对苏蒙说道 也不是我说你 你就是不懂 爱情是晶莹来的 不是赌气来的 像你这样 结果就是把韩春明推给别人 苏蒙哥 反正我就是相信 爱情啊 就是唯一的 就你苏蒙天天这么闹 春明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是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最后经过闺蜜苦头婆心的劝说 苏蒙还是决定再拿捏一下春明 可苏蒙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次春明真的寒了心 并且决定不再搭理这个空有其表的女人 事后第二天春明越想越来气 于是就找到了破烂猴诉说苦什么 哥我对苏蒙怎么干 我是不是二十年如一日的爱情 哥他对我呢 说翻脸就翻脸 今儿我不怕 他想跟我接 我还不跟他接 此时春明也算是明白了过来 说着苏蒙把自己当件衣服 他想穿的时候就往身上这么一批 不想穿了就随便这么一甩 就给我甩袭机里去了 袭机里面上下翻腾的眼 看着这些五光十色的 好喝进的那些脏薯泥 等他把我晾干了呢 我就不是我 破烂猴一听也没有任何言语 于是就只能陪春明大醉一场 此时的春明还不知道 又迎来了另一波的难题 这时另一边的大不敬 拿着小关之前给他的古董做了鉴定 却没想到都是假 假的 这怎么可能啊 你问我 我问谁去 把电话 把韩春明叫来 小关一听立马说着春明早就换号了 要不然我还是自己去找他一趟吧 随后小关就来到了春明所在之处 你怎么喝多了呀 这点就不喝多了 我妈回来了 春明一听是大不敬回来了 立马说着别让我看见你妈 看见你妈 我就想死你 你藏牙 说什么呢你 老虎 我妈这次回来 把上次带走的东西全带回来了 好像是在国外找了一人鉴定 都是验评 那说明你学艺不精了 你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在古安市场买的 我是在梦小信让他们家买的 春明一听立马说着 成建军这局都做到国外去了 前一秒哄骗苏蒙跟我分手 下一秒就把小关他妈给整了回来 这是要跟我死磕到底啊 紧接着破乱猴直接说的 这儿不如跟你妈挑明了 告诉你 你爷爷为什么不把东西传给你爸 这还真不能跟他说 我妈那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他要是知道真相 我估计这事我是阻止不了他了 你都当恶人了 你就索性当到底呗 随着小关的话一出 春明瞬间明白了小关的意思 你这是接着让我唱黑脸啊 随后春明就被小关拉回了家里 准备给大不敬唱段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你放屁 吓什么呢 人死了能问吗 在活着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自从关小关母亲鉴定关大爷的物件全是艳品后 立马找到了女儿 让他快速联系春明 而春明跟小关两人早就串通一气哄天大不敬 目的就是不让他得到一件真品 否则就会流出国外 这时的春明看着鉴定证书立马说道 这都是你爷爷留下的宝贝啊 绝对是真东西 除非老爷子看走远了 大不敬一听瞬间说着老爷子的箱子 都是七十年代以前的 可里面的东西却是现在的 你是傻呀还是装糊涂吗 春明立马说着给破乱猴也找来 不行咱们就三方对峙 大不敬一听瞬间就气愤的说着破乱猴 跟你一个鼻鼓出气 你当我不知道呢 那您就问问我师父去吧 师父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放屁 吓什么呢 人死了呢 问问 那他活着的时候 您干嘛去了 你混蛋 我当然是混蛋了 我还要不是混蛋 我师父不收我当徒弟 告诉你 东西就是这东西 大不打官司 胳膊奉陪 别送我了啊 别送了 随着春明的话一出 瞬间给大不敬气的牙根都痒痒 紧接着他就把官夫请了回来 两口子也是快速找到 程建军这个小人 决定让程建军 帮自己找回官大爷的遗留的骨头 行啊 没问题啊 但是 上回呢 是你家 这回得两家 这个人 我知道 为难你们了 但我这个消息 他就值这个家 事后第二天也赶得巧合 苏蒙拿着一个歌谣八方碑 来到了破乱猴家里 破乱猴拿出一看 立马想到了 曾经自己在官大爷 灵堂摔的八方碑 这些人 日思也想了 歌谣八方碑 此时另一边的程建军 也跟随大不敬两口子 来到了村民家 关键的 全权委托我 来向你讨要 官大爷留下的遗物 你好像不够自复了吧 是 我是没资格 但是 我知道东西的下落了 还没等程建军话说完 刚跟程建军离了婚的小姓 瞬间对了回去 说着程建军就一小人 纯一贯伎俩 也就在两人互对之时 破乱猴领着李月静 急苏蒙都赶了过来 起来 爷爷来了 还要你做个话 你们俩都得想看哪里 你都笨 春明一看小关急了眼 立马拦住了他 说着真是人生百态 让他好好看看 妈今儿对不住您了 今早来这么些个人 别跟下架 没事 是冲吧就得接开 随着老太太的华音刚落后 程建军立马说着物件的下落 于是就提前介绍了李月静 一直都是自己公司的副总 并且之前也在关大一家做饭 这才在厨房发现了玄机 结果厨房里东西都不在 让人得运走 没错 我在想 这这么多东西 他能去哪 然后你就想到了 太对了 那你现在赶快让我被人 惊喜了 春明一听更加有了想法 此时屋内所有人都压去无声 看着两个人的表演 而程建军却说着春明一夜之间指定 就能把东西弄没了 所以现在就去看看 也耽误不了几分钟 春明一听立马说道 行 择日不如状 今天既然人都齐全 我换身衣裳 领大伙去趟博物馆 你遭奖完爷的名声 说撤就撤 不是 你想怎么着 我跟你说 就他俩说的 我不信 这我不信 你们信吗 谁信 这就开始玩了 自从程建军为官家出头 准备向春明讨回官老爷子的遗物后 却没想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脸现场 春明也是为了让大家看 清城建军这个小人的嘴脸 于是二话没说 就把所有人领到的自己的博物馆 此时的程建军打开满屋子的箱子说的 喂看看 这是什么呀 你看这箱子大小 看这箱子没变 不就是从官那些厨房 家缝墙里拿出来的吗 就这几个箱子 装不了多少东西 其他东西 肯定被春明藏起来了 春明一听立马夸着程建军可真聪明 但是他人算不如天算 随后春明就说着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 省着有人总以为我偷粮换主 贪图官家的财产 小文 告诉大家伙 我发现老爷子那些宝贝的时候 老爷子那边夹壁墙是什么样 就没动过 这夹壁墙中间只有一小块砖的缝隙 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 并且我是在第一时间就在现场 紧接着涛子也是快速补兜 说着这箱子还有十几个 我跟小关实在找不到地方 于是才跟春明商量放到了博物馆里 程建军一听瞬间蒙了圈 并且不知所措的他准备快速溜走 这时的春明立马说道 你召召完爷的名声说撤就撤 不是 你想怎么着 我跟你说就他俩说的 我不信 真的我不信 你们信吗 谁信呀 我看见了 这玩意 连军 你打小就跟我斗 但那会我处处让着你 因为那会咱们是哥们 我真没想到你小子越大越不适合东西 而且不管是谁 只要跟你站上边 那都会跟着你一块发霉变手 我真想替蔡小丽和孟小仙狠狠地扇你脸儿挂子 小兴一听有着五个撑腰 立马就给成建军一个大笔兜子 这时的大不敬一看自己没能得逞 立马抓过来涛子问道 过来东西呢 我输了 随着大不敬的出手 现场瞬间乱了起来 春鸣也是快速上前阻拦 而大不敬更是无理也要占三分 并且大喊着 你走开 你让他打 你才是败家宰 随着远处的一个熟悉声音的喊出 瞬间吓坏了在场所有人员 只见门外一个白发老头被推了进来 仔细一看原来是去世的关大爷活了过来 大不敬一看瞬间瘫坐在了地上 而关大爷却说道 此时的春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于是就缓慢地走到了关大爷的身旁说道 没想到吧 师父 你这桌玩得堆狠了 你才是败家宰 此时所有人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瞬间愣了下来 原来是去世多年的关大爷突然死而复生 紧接着关大爷亮相后 顿时惊呆了所有人的下巴 这时的关大爷却说道 春鸣一看师父死而复生 内心错乱无比 于是就走到了关大爷面前说着 你给我一子这个行吗 此时的关大爷轻轻地抬起胳膊摸了摸春鸣的脸蛋 瞬间触发了春鸣的情感 你这桌玩得堆狠了 这时刚才嚣张跋扈的大不敬跟儿子瞬间老实了下来 而成建军这个小人也傻了一眼 人生百态 不死一归 哪儿瞅着景儿去 正当所有人愣在原地之时 破烂侯整理下庄荣立马上前请安 破烂侯在这儿给您请安了 免礼 咋 还是你问题就好听 咋 紧接着关大爷立马让春鸣先快速起来 于是就教育起了自己的儿子跟大不敬 说着两人看着自己不行了 这就三当五常女儿经孝顺经全来了 出国之后三十年不理自己 待自己病重后却又关心起我来了 随后关大爷就说着天无绝人之路 我就是不愿意看着这个大不敬才离开的 不愿意看着大不敬的儿媳妇 还想多活几年 还想瞅瞅 我死以后这人生百代 哎呦 没想到 你演了这么一句 地道 地道 听这句话 喝到这碗算是喝出味来了 屏接着关大爷说出了自己死后只有春鸣去了坟地 并且在坟地守了自己一夜 就连苏蒙把春鸣求婚的戒指都扔了自己也知道 苏蒙一听也是瞬间悔恨当初自己没有那么信任春鸣 最终酿成了大火 随后关大爷又把儿子跟大不敬叫到了跟前 说着自己死后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春鸣 而春鸣我的好徒儿跟我判断了一个样 最后把所有东西都给我的孙女 是给你吗 是 春鸣说的对 就不能把东西都给我爸吗 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留给韩春鸣一封遗书 我的遗物都属于韩春鸣的 不知道 徒儿 我那遗书呢 为什么不给他们捞捞 记点您的时候 我给您烧过去 我的东西 永远不给败家子 好玩意儿 绝不能让他出中国 好家伙 关大爷这一口气差点又给自己干了过去 于是就说着苏蒙他大就别再傻道 兽予非浅 春鸣妈 春鸣妈 紧接着春鸣妈看着这个老哥哥真是又气又开心 直接就又给了关大爷捶了两下 你都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一件鬼 春鸣妈 我都快一百岁了 今儿给你个惊喜 不是我站不起来 是我站的时间不能太长 随后官大爷就让众人给他扶了起来 准备走两步给老妹妹看看 并且还要一堵春鸣博物馆的光彩 这时的春鸣作为大孝子 立马上前背起了师父准备让他看得够 而此时的苏蒙得知自己误会春鸣这么多年 瞬间悔恨的无地自容 随后就找到了自己的闺蜜诉说着今天的经历 而闺蜜一听关大爷死而复生后立马把车停在了路边 这时的苏蒙却说道 小新这次可把春鸣拿捏了 自从关大爷死而复生后 春鸣以及破烂猴来到了家里聚餐 这时的关大爷却说道 紧接着关大爷说着春鸣这些年收了这么多东西 自己有一大半都没见过 必须罚酒三杯 随后春鸣就问着破烂猴之前把苏蒙领过来干嘛 而破烂猴却说着 春鸣一听瞬间蒙了圈 老爷子也是脑袋转得特别快 于是就说着自己也想啰啰 春鸣听了师父的话瞬间脑瓜子嗡嗡的 随后就让破烂猴打个电话 而关大爷却直接阻止了他 让他必须亲自前去拿来给自己看看 并且还得把你老婆也带回来 你多嘴了 嗯 等着 哎呦 您这可真是用心良苦 佩服 无体投地的佩服 我得看着他们结婚 他们要是结不了婚 闭不上眼 紧接着春鸣就来到了苏蒙的家里 要着歌谣八方碑 苏蒙更是像以前一样高傲的把东西拿了出来 并且准备跟春鸣谈谈 而春鸣的目光全在屋内这些房品身上 我问你 你这夜幕的玩意是从哪儿拍的 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吗 你轻点 你干什么呀 哎 你别动我东西 快轻点 这边 小心点 那几个摆在一块 你自己瞧 这几下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人的手 他一人手里买了这么多物件 他能不是验品吗 这知道你这玩意就想 不知道有你狗批发呢 好多想 此时苏蒙一看春鸣急了眼 瞬间老实了下来并且说着六千万 我就那么不知了这些 为什么不实现那么多物件 人拔金说话的 有人看不见前面 有人找不见前面 就去走后 一下子就撞到骗子怀里了 说的就是你 苏蒙瞬间傻了眼 并且不知道自己是被谁给骗了 而春鸣选择了第一时间报警处理 这时的苏蒙却说道 不能报警 你要报警我会身败名列的 呦呦呦 您现在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说完了吗 说完走吧 都这会儿了 我以为给他揪出来 我就不是韩春鸣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这事建军一开始也不知道 春鸣一听再次来了脾气 从小到大 你被成建军算计了几十年还信他 我跟你在一起三十年了 你还不信我 说完就要离开 苏蒙一看立马抓住了春鸣的手说道 这事别告诉我爸妈 知道吗 事情发展到这地步了 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紧接着春鸣气的 直接就来到了李月静的家 叔 上次你在房山认识的那个贤客 成建军认识不认识 最终春鸣没有找到成建军的证据 于是又回到了家里找到了小夕 问着成建军之前认不认识两个河南人 那我哪知道啊 他的事我都不问 我就是问了他也不说 你们两个在一起过了那么长时间 他什么事也都不知道 你傻了 你说谁傻呢 你你你你你你 你和蔡小丽一对傻瓜 怎么傻了 我哪是傻了我啊 讲错了一个男人吗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我会这东西不得怪你啊 还关我什么事啊 我不关你傻了 那你当时要好好娶了我 我至于像今天这样 春鸣一听小信爆发了 于是准备快速溜走 等会我没说完呢 我靠你韩春鸣 你看我现在知道什么事啊 算我错了算我错了好不好 说我傻你才傻呢 韩春鸣一个快笨五招的老男人了 你还过过一条呢 此时另一边的苏蒙 拔假古董的事告诉了大舅 而大舅却一个劲的极力反驳 东西全是假的 不可能 难道你非得让关大爷亲口 自己说出来呀 事后春鸣想尽了一切办法 找到了成建军 站住 程建军一看这次想溜都溜不成了 最后只能心不甘地放弃了此次行程 只能另想别的出路 那个男人正在为败家娘们发愁 却没想到接到了败家娘们闺蜜的电话 你又怎么苏蒙了 苏蒙他坐在办公室 愣愣的一句话都不说 你这么折磨他 他会崩溃的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你别说了 什么我就别说了 难道明儿我可提醒了 苏蒙他既然知道 他做的这件事情已经错了 你就应该原谅他 春鸣一听立马说着 自己已经原谅了苏蒙 并且还继续打断了闺蜜的说话 李大处长啊 你现在还不是局长啊 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不说了啊 拜拜 好家伙 憋屈了三十多年的春鸣 终于硬气了起来 不再像以往那样 惯着苏蒙这个败家子 此时苏蒙还在为自己打眼 赔了六千万的事发愁着 紧接着苏蒙的大舅 就走了过来说道 别废设了 我想好了 咱们怎么进来的 咱们怎么出去 好吧 苏蒙一听立马说着 伤天害理的事咱们不能干 随后大舅就说着 咱们买进来 不就是为了卖出去 挣更多的钱吗 你这样一来 咱们的生意还怎么做呢 生意我不做了 我也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 我可是你大舅啊 我还是公司董事长的 此时的苏蒙总算明白了点道理 说着人家把咱们坑了 咱们再反过来去坑别人 来来回回啥时候试个头啊 这不是伤天害理这是什么呀 可可以认为 我们不知道那些眼皮 可在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 韩春鸣就那么神吗 那您要不信 您自己找专家去 让专家给您鉴定 行不行 此时的苏蒙大舅只能认在 谁让自己摊上这么个外甥女的 而苏蒙在跟大舅吵闹的同时 十句话里现在有八句都提到了韩春鸣 这时期的大舅立马怒喊 你又韩春鸣 韩春鸣告诉你 这辈子我都不想见着韩春鸣 事后苏蒙为了能让公司正常运转 实在没办法就把自己的豪华别墅抵押了出去 即使别墅抵押了出去也只是杯水车薪 此时的苏蒙就算马上要宣布破产之事 却还为了面子不想直接跟老同学借钱 于是就让自己的闺蜜跟同学杨华健旁敲侧击一下 而接到闺蜜电话的杨华健却直接否定了他的电话 转头就给自己的好兄弟韩春鸣打了过去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苏蒙最近可能有点楼锅上山 不好意思 这些车后 通过李源给我打电话 收拾借点钱 你答应他吗 我是咱们跟他说的 所有有关苏蒙的事情都得韩春鸣来找我谈 你小子可别怪我没给你创造机会 紧接着韩春鸣就快速回到了办公室 并且立马把电话打给了公司的财务 咱们现在账面上一共还多少钱 随着春鸣的电话落下后 苏蒙这边就收到了春鸣亲自送来的两千万 我在这是不是不太合适 说一句话 说完就走 这钱钱留着用 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 紧接着闺蜜拿起支票一看 立马惊呆地说 苏蒙 两千万了 苏蒙也太难过了 我跟你说你真的是好好复复 你看看守着这么一个好的老师 你和人家拿这么多钱给你 你没两千个字 只说一句话 不过人家在想办法 此时的苏蒙彻底明白了 自己一直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事后苏蒙也随着闺蜜的开导 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决定重新把韩春鸣这个好男人给追回来 苏蒙 两千万了 我跟你说你真的是好好复复 你看看守着这么一个好的老师 你和人家拿这么多钱给你 你没两千个字 你只说一句话 不过人家在想办法 自从苏蒙霸占大救公司后 二话没说就把公司的六千万转手买了古物件 可谁也没想到这些个古物件 都是成建军做的高仿货 事后大救找到苏蒙好一顿夸赞 而苏蒙更是鸡头白脸的给大救上了一课 此时的大救只能认栽看着公司倒闭 也就在所有人无计可施之时 春鸣突然送来了自己公司的流动资金两千万 这下可解了苏蒙的燃眉之急 事后春鸣转头就找到两位老同学 谁料春鸣一坐下 对面两个老同学就露出了坏坏的笑容 你怎么看我干嘛呀 我告诉你啊 此时的这两个老同学知道春鸣急需用钱 而杨华健更是对春鸣了如指掌 两人一听这可不行 一个整数太少了 紧接着杨华健说着春鸣新型的环保材料 他俩人决定投资三千万 春鸣一听立马否决了两人 于是就说着自己环保材料的新科技 哥们要搞的不是一般的形式 是复合门窗复合墙板 但凡屋子里用得着的建筑材料 哥们全部都搞 环保节能抗震保温防火耐受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循环再利用 单凭这一点 哥们拿科技进步讲 怎么着 拿高科技吓我们是吧 你要不信 你的钱我一分不要 随着春鸣此话一出 瞬间让杨华健两人惊慌失措 于是就说着要不然这样 我们俩多投资一些 除了你的科技股以外 占50%总可以了 明天下午 我让陈秘书和徐主任 去你们公司 跟你们下班人复合的 行 就这么定了 我话没说完呢 你呢 赶紧打电话 你的会计先往我账上打三千万 看 这就开始借钱了啊 好事啊 他肯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苏盲 现在没辙了 对吧 理解万岁中的 这老婆的事是最难办的 此时另一边的程建军 又开始坐起了腰 他利用自己的儿子来威胁小丽 希望他能跟自己复婚 并且还说着当年跟小姓结婚 是跟春明较紧 那时候小姓手里有点钱 自己当时也想搞点事业 总不能让春明压自己一辈子 韩春明根本就没想跟你争 你先别帮着韩春明说话 他没想跟我争 他当然不会承认 紧接着陈建军就说出了 当年至亲聚会的场景 第一次和我打赌弹了钢琴 韩春明输了叫了我三声演 可是十年后 韩春明偷摸地学钢琴 第二次聚会时 却成了我一辈子的舞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物 你怎么知道 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 我叫你圣爷 大家听着啊 刚才程建军说了 只要我还能明儿 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 他搞我叫圣爷 好 我等着呢 算你狠 也就是这样小丽有些动容 可小丽怎么也没想到 程建军在之前就检查出了癌症 要不然他绝对不会回心转意 程建军这个小人 终于遭到了春明的暴走 自从程建军不停地磨练造假技术后 于是就把身边所有人都骗了个遍 并且还威胁前妻小丽跟他复婚 否则就让孩子跟长辈们一同向他施压 事后春明也因为破烂猴 跟苏蒙被骗找到了程建军 他现在有事一会儿给你打过去 你干什么呀 咱俩聊聊 要手机就跟我扫 随后春明就拿着程建军的手机来到了公园内 这时的春明说出了程建军种种的作案路数 而程建军丝毫没有被春明动容 毕竟程建军也绝非等闲之辈 就连手机里的所有号码都没有备注 全部记在了脑子里 这样才能让人抓不住把柄 还真是 这些号码都是没名没姓的主 不过没关系 哥们有耐心 我可以一个一个喝一个聊 聊痛了 别飞进来 我可以暴停机 那说明你心虚 紧接着春明说着小信 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自己 程建军一听丝毫没有在意 于是转头就要离开 而春明立马叫住了程建军 拿出了提前就准备好的录音笔 算厉害 明天下午四点 等你 你还蠢明 你个老八蛋 你脾气了吧 什么都敢出 事后程建军再次对小力展开了攻击 最后只能无奈地找到了春明 程建军现在发动他们全球了 我真的是快顶不住了 春明一听说着 这就是程建军最卑鄙的一面 他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简直不择手段 我实话告诉你们 我正在收集中 我现在有七成的保 他涉嫌诈骗 那么 你等于把他们爷儿俩都毁了 什么意思 我儿子跟我说 而不跟他爸复婚 他就开始吸毒了 他跟他爸一样一样的 说得出干得到 他又真走上那条路 那我就恨你一辈子 此时的春明一听瞬间脑瓜子嗡嗡的 最终只能深夜去找程建军算账 而程建军下车之后立马说 你让你失望了啊 拿不起来 你行啊 我得达到自己的目的 把你儿子都给算进去了 那你管不着 五千万 拿不出来 春明一听立马就给了程建军一个爱的鼓励 而程建军也是娇滴滴地再次说道 你接着打 你再来一脚的话 我给你少一千万 我只 实话跟你说 我最多退给你死 我一分都没有 你给我听到 我一定能查到你把我都 那当然 这边都不让你带肥烟 我这不是成建军 事后第二天一亮 这个代表的女人就接到了春明的电话 我跟你说 我呢已经帮你追回了死前了 剩余的钱还得慢慢来 苏萌一听立马清醒了起来 上一秒还在骂骂咧咧地抱怨着春明不是好歹 下一秒就再次心花怒放准备投怀送抱 这个年过花甲的小姑娘接了一个电话 原来是韩春明给她追回了被骗的四千万 于是挂断电话 二话没说就兴高采烈地走了出去 随后就来到了公司跟闺蜜显摆了钱 李源一听瞬间觉得不可思议 而苏萌更是说出了韩春明总算给自己长了脸 正是人间处处有真情 随着苏萌的此话一出 李源却说道 苏萌一听立马说着这是如果真是成建军干的 我苏萌要是不把他送上法庭 我就不叫苏萌 此时的苏萌真是脸皮够厚 之前把春明的求婚戒指扔了不说 竟然还有脸给春明打起了电话 而另一遍的春明不用正眼看都知道是苏萌来电 于是立马就挂断了电话 因为春明丝毫还没有想搭理他的意思 怎么不接我电话 开会呢吧 戒指 这时苏萌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瞬间又从心情喜悦沉入了万丈深渊 然后就在他难过之时 突然有了一个歪主意 你说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钻截行不行 那万一这戒指在韩春明手里怎么办 所以说我现在怕就怕这个 不管韩春明现在他喜不喜欢我吧 我必须把这戒指找着 要不然我这老脸没地儿割了 紧接着李源就提出了赶紧打电话 问问酒楼当天的情况 看看有没有人捡到过 而苏萌此时也认为那个戒指绝对不能丢 并且说着当天门口那么多人都看着呢 他们简直了应该会上交吧 李源一听立马说着 要不然打电话问问当天在执勤的小丽吧 而苏萌这么爱面子的人怎好意思去问别人 于是就拜托李源代替问一下 此时的李源知道苏萌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之人 于是就亲自把电话打给了小丽 我问一下你 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吗 我不知道 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不知道 行咱们哪天做着聚聚 行行行 有机会咱们一块坐坐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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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两人挂断电话后 苏萌简直是一脸的失落 而这边的小丽却拉开了抽屉的说道 是你亲手人 差点你想要我还不给你了 此时另一边的苏萌大就去狠猴姐吵了起来 你想想我大眼了一夜之间六千万没了 就剩这点没卖出去的房展 还有这没产权的酒楼 你要离婚 我没有资格了阻拦你 我实话实说全跟你说清楚了 想要什么你开价 侯姐一听瞬间更加不乐意了 我侯素娥跟你在一起是图你的钱吗 我爹不比你有钱啊 于是侯姐就反客为主的说 那我换着问一下 你娶我 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我那手里存在了几件东西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说 随着侯姐此话一出 瞬间就把苏萌的大就气得差点隔屁了 也就在两人越吵越激烈之时 苏萌突然赶了惯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 怎么这气氛有点不太对啊 两个人跟斗鸡似的 紧接着苏萌就为了大就替侯姐打抱不平 争取从中缓解两人的情绪 眼看情绪稳定后 苏萌立马说道 我今天来啊 就是要告诉你们一好消息 你们听完这好消息 心情立马就好了 韩晨明 已经帮我追回来了四千万 真的啊 怎么不信啊 钱都已经打我账上了 侯姐一听是春明帮忙把钱追了回来 瞬间就意识到了 是程建军这个小人做的局 因为这几天自己在家里 天天看着春明来找破烂侯 密谋着什么大事 不是 你确定吗 确定 苏萌一听立马就要找成建军算账 你急什么呀 你当务之急赶紧找春明 把事情弄清楚再去找他 说说说 把战军弄清楚了 办理 男人追了女人三十年 却没想到决定放弃的那一刻 女人竟然后悔决定了反追 于是就不停地给春明打着电话 而春明根本没用膀胱看他一眼 此时听着电话铃声的官大爷立马说 随着小官的话一出 春明立马说着自己不会弄 虽然春明的声音越做越广 但是他对电子产品丝毫没有时间去摆弄 涛子一听也瞬间吐槽了起来 说着春明只要是电子产品在他手里 绝对就像老外学中文 此时小官听了涛子的话也是互相吐槽的 你别以为涛子行 也就会上老玩的游戏 我也玩 师傅 你没糊润 你知道什么是伯克吗 伯克枪 随着官大爷的伯克枪溢出来 瞬间点燃了车内的气氛 紧接着几个小辈就把官大爷推到了想来的哑巴河 此时的官大爷看着哑巴河瞬间伤感地说道 随后官大爷继续说着等自己隔屁啊 骨灰也得撒河里 我得天天看着这小清河欢歌笑语 此时站在一旁的春明瞬间明白了老爷子的眼 画面一转 苏萌大舅跟侯姐也和郝如初 而苏萌却是愁得不知所措 这时的侯姐却说道 韩春年一直帮她追款 借钱 到现在一个电话都不接 你不明白什么意思 这就是北京爷们 一个纯爷们 人为你贡献了半辈子 人现在帮你了 也算两期了 现在爷不喜欢你了 爷扫着你 苏萌一听立马觉得面子挂不住 瞬间不开心了起来 毕竟苏萌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不愿意听实话的人 侯姐一看苏萌听不了真话 于是就又教训起了苏萌大舅 春明为什么对你不理不睬的 人家看出来了 你从骨子里边压根 你就看不起他 这话说了一点也没错 紧接着苏萌就说着舅舅 也是一大猜谜 只要从外边讨回来的老物件 指定就想得卖钱 您说咱老祖宗 就那么点古董那些字画 总共也没多少 正是因为他物以稀为贵 所以他价钱一个劲往上涨 您倒好 倒腾点玩意全卖了 你说但凡流逝到国外 可怎么办呢 就是啊 苏萌这次总算清醒了过来 于是就说着自己确实是个花瓶 曾经也有误解春明的时候 就是误解的时间太长了吧 紧接着侯姐还说着自己 这么多年对春明的了解 她指定还是放不下你 春明这辈子除了你谁也不会去 而苏萌一听立马 说着这回可不一定了 我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什么 你不能送我的丁文学 随着两个人的对话后 苏萌的大舅也彻底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于是就主动打电话请韩春明吃饭 虚则是帮助两个重归于好 实则是想让大家点个关注持续更新 二姐 塔调亭工保养是有耽误通期的 如果亭工保养 春明是不会同意的 韩春明是谁我不认识吗 我见过认识私利的 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你停不停 你要不停我就去断电 停停停停 就二姐这把气劲 韩春明来了都得臣服 此时作为春明的合伙人 毛地图这下可筹坏了 虽然打电话给杨华健 让其联系春明 而自己也确实略有不甘心 于是就跟着二姐来了办公室 那你知道吗 这一停一开 得耽搁两天的时间 两天怎么了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故 那岂止是两天的事啊 来一个停工检查 那也许是一个月 也许一睁眼一闭眼 那就是一年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也就在两人争吵不休之时 韩春明也是电话打了惯 等一下吧 那个塔雕的声音啊 不是这事 紧接着春明就跟二姐说着 自己的酒楼准备拆迁了 希望让二姐跑一趟拆迁办 完事之后 再去跟苏萌他们协商一下 经营酒楼的问题 行我知道了 那我马上去啊 此时另一边的大不敬 也从国外赶了回来 也正好碰到了春明的酒楼拆迁 这下可气坏了大不敬两口子 反正我不敢 这酒楼的合同期限还有十年呢 他们要不给满一的补偿 我是绝不会同意搬迁的 小官一听立马教训起了自己的母亲 涛子也是完全赞同小官的说法 而大不敬却还胡搅蛮缠 想要更多的补偿 此时的涛子立马说着 这跟咱们没关系 大不敬一听立马回怼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你给我一边待 你不愿意听也有论理 你没听人一主说吗 咱们这餐馆的合同 当初就不是跟咱们签的 还是跟韩春明签的 虽然人家压根也不会找你 更好 让他韩春明找我来 不孝子一看小官都这么说话了 立马说着到时候 等韩春明回来 看他怎么操作 自己的酒楼再做决定 话音落地后 小官器的转头就快速离开 而苏萌大救的这一遍 也是得知自己租的酒楼 即将拆迁瞬间不知所措 苏萌一听立马说着 这酒楼当初是 韩春明跟业主签的合同 就算有补偿 也得算在了春明的头上 所以得你说一句话 你要说一句话 咱随时不就行了 这要看出你的地位了 苏萌听了闺蜜的话 瞬间又吹了起来 说着今天自己去春明的工地 工人问着自己是谁的时候 我说的是春明的太太 这下经理的态度 都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 这么热闹啊 有二姐 这要来了 服务员 江超参举 不用不用不用 我说点事就走 紧接着二姐就步入了正题 说着拆迁的事 特冰说了 茶票箱酒吧去 聚朋友在会楼 师傅的四个酒有 四个酒楼不分你我 苏萌让我告诉你啊 在会楼的蔡小丽 肯定是要辞职走 如果她要走的话 你就通知她可以先走 让侯姐呢 去当经理 还有就是拆迁呢 不管这个补助给多少钱 按着政府的标准来 如果你们愿意 折合再会楼的股份 可以再折回来 剩下的事情呢 让苏萌看着办 二姐一说完 这下可把苏萌美的呀 春明此次决定 可算给她的面子 镶了金鞭 随后二姐就准备离开 通知涛子跟小关他们 可是在二姐走后 苏萌接下来的操作 却让人直呼空有气 表没有脑子 上一秒二姐说着 假如蔡小丽要离职 就让侯姐过去当经理 而下一秒 苏萌可是一个无脑之人 立马就把电话 给小丽打了过去 让她抓紧去酒楼 办交接手续 我要跟你说的 也是这个事 挂了 事后第二天 小丽交接完之后 也把酒楼所有事情 告知了经理 正当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苏萌大就又给 不知情的小丽扎了一刀 滕建军骗了我六千万 现在还差两千万 小丽一听立马蒙了圈 但是她绝对是一个 帮礼不帮亲之人 随后就让苏萌的大就 拿出证据 我蔡小丽帮礼不帮亲 对事不对人 你有证据吗 你有证据你给我 我替你要 现在还没有 那我可就爱摩能助了 就不配做韩春明的老婆 蔡小丽你什么缘 我好奇怪啊 空有七表 你说这都白了 是什么事情 能让蔡小丽这样好脾气的人 怒骂苏萌空有七表呢 自从苏萌未经春明允许 直接辞退蔡小丽后 又迎来了苏萌大舅的补盗 曾建军骗了我六千万 还差两千万没还的 你知道吗 又问问你老公 剩下的两千万 什么时候还我 我蔡小丽帮你不帮亲 对事不对人 你有证据你给我 我替你要 现在还没有 确讨 那我可就爱摩能助了 紧接着蔡小丽转头 就快速离开 事后苏萌就接手了春明的酒楼 却没想到刚接手后 就发现了财务问题 紧接着第二天 苏萌再次把蔡小丽 给叫了过来 蔡小丽来了之后 看看账本立马说道 这账怎么了 你嫌的单子都在仓库里 我们查了一下 应该是每年有二十万的支出 所以就想问问你 这个韩春明知道这事 不知道 随着小丽的话一出 瞬间惊呆了几个局外 那这些费用 包括公司的招待费吗 不包括 你这是明知顾问吧 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招待的了 是 不可以吗 苏萌一听立马无脑地 说着今天叫你来 就是想弄清楚 你之前都招待过谁 请过哪个单位的希望 你给我列一个单子 小丽一听后 立马心烦地说着不记得 怎么可能呢 有人不可能 你是不是在找我别扭 不是 我是想不是找你别扭呢 我们就是想 既然我们接了这九楼 想把之前的账 我们交接清楚 小丽一听你 这就是怀疑我的人品 于是立马转头就要离开 哎 蔡小丽 你今天我不讲清楚 那我们就觉得你是贪污了 不正想找机会办了吗 我贪 不是蔡小丽 你这是怎么了 吃枪药了 紧接着苏蒙就说着 看在两人是同学的份上 给他留了余地 而小丽直接说着没有必要 更没想到之前自己挺尊敬你的 可露摇指玛丽日久见你心 并且还说着苏蒙 根本就配不上韩春明 对他死心态恋 不是蔡小丽 我怎么腻了我 你知不知道 陈建军跟他死掐这么多年 为什么 他是纯爷们 他有事错在明面上 光明磊落 而你苏蒙呢 你知道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的道理 你是不是就正好 利用成那这眼 也就是蔡小丽的这句空有其表 可把苏蒙气得不轻 随后苏蒙就在闺蜜的安慰下 更加表了起来 打电话 这什么意思啊 他无法怎么那么嚣张啊 此时苏蒙的大舅一听 立马阻止了苏蒙报警 并且说着证据却在这呢 可小丽却理智气壮故意地激怒你 这里面指定有着名堂 此时的苏蒙再次表了起来 眼睛里又流出了肉眼可见的汗水 紧接着带小丽气哄哄地准备离开后 也恰好碰到了二姐来到了酒楼 事后二姐通过服务员口中得知了原因后 这下可又有了苏蒙等人的好看 自从苏蒙直接霸占春明酒楼后 立马就把蔡小丽从酒楼里清了出去 而这一幕也恰好被春明的二姐看见 事后二姐又从服务员口中得知了此时的经过 随后就心存怀疑地走进了办公室 却没想到这一家人真的是翻脸不认人 正好你们都在 猴姐 那个麻烦你跟提前人说一声 让我打个包 你还行吗 这恐怕不行 之前都是先签个合同 备个爱 后一个月一节 二姐一听立马说着我得付钱吧 不光你付钱 这酒楼所有人都得付钱 哦 那你呢 随着二姐的话一出 猴姐瞬间背对得哑口无言 苏蒙一看立马要帮忙打圆场 却没想到二姐直接就让她上一边去 随后就继续说着各位穿得挺有人样的 可做起事来真不如人家蔡小丽呢 我说刚才蔡小丽怎么细呼呼地走了 原来碰到你们这帮认钱不认人的家伙 这酒店好像还没全信你们家的事了吧 苏蒙一听立马说着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而二姐可不惯着他们 直接就说着春明辛辛苦苦积攒的这些家业 全让你们给霸占了 你们不知道我大哥大姐早就下岗了呀 他们早就想来经营这个酒楼 那是他们不来 是他们因为不好意思停出来 随后二姐继续说着自己来打点饭菜怎么了 我从进门就好说好商量的跟你们说着 合着你们占了便宜就算了 还这么心安理得的拒绝我 你以为我弟弟真缺你们那点钱啊 我妈那么大岁数 在家里生命 没人照顾没人做饭 我还得去工地 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 合着我弟弟全都为你们想了 你们谁为韩春明他妈想过一口吃喝 你意思吗 你去抓我一次吗 还有你侯宿和回家问你爹起 三天两头的来吃来喝 韩春明向他要我一分钱没有 侯姐一听说着这事你就误会了 我爸可在这酒楼一个单子都没有 侯姐不说话还行 一说完这话二姐更加来得气 于是就说着你们这是怎么不问问蔡小丽呢 但凡侯爷我家里兄弟姐们来吃饭 都是人家蔡小丽签的单 那是因为韩春明信任他 你再去问问西丹的李玉珍 对面信不信任他 就你们啊 不行 我算看你们一群白眼狼 你宿萌 空娘欺别 也就是二姐的这一顿输出 彻底骂醒了这家人 而苏萌却觉得自己委屈的步行大哭了起来 你们谁能教教我啊 教教我该怎么办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其实二姐说的并不是一个道理 按照企业管理 做法虽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确实缺少人情问 紧接着苏萌大舅跟侯姐也说着自己确实该骂 而苏萌却说道 你干了 这久了我们没法接 紧接着到了晚上 春明也是忙了一天终于赶了回来 而李玉也把今天的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春明 春明一听二话没说就准备离开 因为这一切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 随后李玉就替苏萌说着好话 而春明却说道 苏萌的优点呢我都喜欢 但是缺点不 哥们儿我也活出去了 他不嫁我不娶 你怎么耗着 告诉他 哥们儿忙着 帮我打电话 苏萌 空有气表 就在刚刚苏萌被两个女人指着鼻子骂空有气表 他不仅成天找春明的麻烦 还把春明的酒楼经营得一塌糊涂 就连二姐来给母亲打包饭菜 还得花钱报备 事后被骂醒的苏萌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于是就第二天主动把蔡小丽给约了出来 喝点什么 不用了 还生我气呢 紧接着苏萌就说出了自己之前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 所以自己来是想请你回去继续当经理 小丽一听立马说道 听过好马不知会兜草吗 我不会回去 我既然出来了就不回去 我看现在我跟建俊乐付了婚 他跟春明死下 我不想让他俩都为难 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随着苏萌此话一出 小丽也说出了今天来见苏萌的目的 那就是想知道 昨天苏萌大舅说成建军欠他六千万的事情 如果真的跟成建军有关系 自己会帮他们把剩下的钱都要回来 此时的苏萌一听立马就委屈地说着 我们家成建军利用外人做局 用现代房品让我和我大舅上当 是真的 我没有必要骗你 而且都在一个院里 所以为什么 我一开始反对你们俩复婚呢 就是我怕你也跟着掉进去 知道孟小兴为什么要跟他离婚 就是因为他把宅乐的锅带也给坑了 事情说完后苏萌转头就要离开 而小丽却叫住了苏萌 随后就从包里掏出了一枚戒指 本来早就想给你了一张 可是我觉得你还会把他扔了 爱情需要经营 更需要维护 好好珍惜它 小丽说完话后就离开了此处 而苏萌却贪坐了下来 她拿着曾经扔丢的戒指 立马回想起了跟春明的种种过程 太过分了 你应该想我道歉 我问你啊 我不告诉你 就这种我现在还不稀罕 你以后你给谁给谁 此时满眼泪花的苏萌 这时才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而另一边苏萌的大舅 也是被春明的二姐骂醒了 于是就来到苏萌家里 虚心地跟苏爸请教 他为什么能做得好呢 那就是因为他是 时时刻刻 是处处 他都在 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随着苏爸的讲解后 苏萌大舅才受益匪浅 而另一边的春明 来找破烂猴商讨事情 却没想到遭到了小兴的去 他说明是谁让你进来的 我们家可不欢迎你啊 出去吧 不欢迎 不欢迎 你不后悔 不后悔 我呢本来是来通知 把这蔡小丽走了 想请她呢 当这再回楼的经理 先这样算 小兴一听瞬间 态度来了一个 180度的大转弯 这下可把她开心坏了 就连春明叫她下来 还得先表个她 先表态 我来不就是听听 你让你笑认去吗 紧接着带小兴开心的 不知所措之时 春明直接就给她来的 约法三张 此时的破乱侯一听 小心要走 立马不乐意地说道 哥们那我呢 又是老爹 您这个人 明闺女 当上经理了 那呀 好久好才 一定死后好了 那是 紧接着破乱侯一看 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于是就说着明天 想去跟官老爷子住几天 行了 没问题 明天我干什么经理 得嘞 就在门定了 从今儿起 你当常务总经理 我当董事长 我明天我就去他们家 把他妈接来 接到我们家 这个代表的女人 终于想到了一个 对付春明的办法 那就是把春明妈 接到自己家里 每天陪着老太太 吃饭睡觉溜溜狗 闺蜜一听 你这是要学春明的孝顺了 等春明知道了 非得感动的不行 紧接着第二天 苏萌一大早 就来到了春明家里 说着自己的亲妈想她了 让自己把你接过去住几天 老太太一听 说着这可不行 你是不是因为 昨天二姐说你空有气表了 苏萌一听 立马承认着自己的错 妈 您就甭刺激了 我这回是真知道错了 二姐她批评的一点也没错 您就给我一个 改成错误的机会 行吗 非得跟你走 您非得去不可 你要不去 我就不乐意了 我生气了 别生气 知道我喜欢你 老太太一听苏萌的态度 过于诚恳 并且也明白苏萌的用意如何 于是就收拾收拾 跟苏萌去了她家 事后到了晚上 春明也是快速前往苏萌家中 找着老太太 而苏萌开门后立马说道 你找谁 你过来找我妈 这家里只有我妈 没你妈 你给我出去不出去 我报警了 我告诉你 正好 什么那么好报警 也告你爸 我亲妈的罪 紧接着苏萌就说着想进事吧 那我可得好好问问你 什么叫我不结婚 你就不找别的女人 那就是随便你说 你这边我告诉你 妈说了 打今儿起 她就住这个家了 哪也不去 不跟你这个儿子了 我有招让她让 肯定 你要再不让她 我肯定回来了 随着春明话音刚落后 立马就抓过苏萌 砍了起来 而苏萌还假意挣扎了几下后 也顺从了下来 这下他可领教了春明细心大法的厉害 于是立马就跟春明认了错 我走了 对不起 那你往后会对江湖伯伯啊 也就是这样两人和郝如初 可就在两人准备做个肉包肠套餐之时 关大爷这边又突然来了消息 于是春明就快速赶往关大爷的院内 随后涛子小关也快速赶了过来 进屋后的涛子小心翼翼地说道 你们爷爷突然回来是不是有事 有什么事 你们别瞎子 找抽呢 话音刚落破烂喉也突然来到了院 我门啤酒 爷爷假的 来了 给您起吧 您也免了 穿免不能免 免什么呀 就凭你手里多两名钱 就凭这俩手就在 今儿把你灌趴下 随着两人调侃后 破烂喉问着春明 大晚上的老爷子把咱们叫来 不会有什么大事吧 跟谁都没言 哎我靠子 事后带所有人到齐后 关老爷子立马说道 这个老头大献将至 于是就连夜把所有小辈们都叫了回来 知道这么晚了 把你们叫来是为什么 爸 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我说我大献到了 这玩笑不能开啊 紧接着关大爷说着自己死了必须火葬 此时所有小辈瞬间愣了下来 这时的关大爷再次说道 喝酒就是默认 随着关大爷的话一出 春明直接带头就把酒喝了下去 徒儿 我骨灰割哪儿 跟你圆意了吧 小心鹅儿 您割死了再一会儿 老爷子一听直接把大拇指竖了起来 于是就再次说着从今往后 老关家韩春明才是掌舵人不分你我 爸 我们现在已经怎么做 他呢 我更佩服春明了 此时的小关一看 立马说着全家人都会听春明的 紧跟着老爷子说着晚年 做得最明智的一件事 就是把小关从他爹妈那叫 回来交给了韩春明 您高看我了 没有 甭谦讯 看你 看破老 看我这个百岁的人 紧接着老爷子表示他们三个心里想的 一般人还真不明白什么意思 随后就问着徒儿媳妇自己说的对吗 对 你们都是正阳门家人的活 是北京人的活 是中国人的活 紧接着老爷子说着 自己早就认准了苏蒙是自己的徒儿媳妇 我陪你喝一杯 话音刚落后 官大爷就跟春明小两口喝了一杯 意思就是参加了两人的婚礼 带几个人喝完后 老爷子看了看旁边的破烂喉说道 从今往后 你就是他们这儿这儿的 九门体肚 老爷子话音为落就一头栽了下去 春明也是快速抱住了师父 众人也纷纷围了过来吓得不轻 此时春明瞬间掐住了官大爷的人中 这才突然苏醒了过来 干什么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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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困了 想咪的活 多少 让我靠会 也就是这样 官大爷传奇的一生彻底结束 事后没过多久 北京就迎来了奥运会 然后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 最难受的却是春明 他看着大屏幕满眼流出了思念的泪水 不停地思念着师父 苏蒙健壮快速赶了过来安慰春明 不想用师父了 老爷子 没赶上好时候啊 官大爷要是能活到现在 不停能算上北京最高手的人 就干了汤迷我 就干了汤迷我 行啊 穿这身来给我上眼药吧 自从官大爷离去后 春明也在一步一步的在实现官大爷的遗愿 那就是把小清河恢复从前清澈的面貌 然而这一天春明环保场子开业大吉 而苏蒙跟春明则在车上讨论起了别的事情 那就是让春明原谅自己的大酒 你可别反悔 也就在两人聊得开心之时 蔡小丽突然打来了电话 蔡小丽 要今儿不行 今儿我跟苏蒙了 得去到萌山 不是不是 不是不愿意见建军啊 建军这两年呢 跟你在一起 你给他改变不少 那还是哥们 对对对对 不计前嫌啊 我们家苏蒙也这么说的 蔡小丽一听此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于是就决定过来找春明 春明一听寻思杨华见他们都在 也就顺势答应了他 最后春明就继续表示着 你要是早把资产当成自己的 现在孩子都生好几个了 也就在两人开玩笑之时 春明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那就是告诉小兴今天开业计划有变 因为小兴来了后指定跟成建军闹得不愉快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公司门口 所有人也是准备好了用礼炮迎接 也就在几人聊天之时 成建军也突然赶了过来 春明也是快速上前迎接 成建军可是我们中间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啊 杨华见一看也是上前给了一个拥抱 毕竟曾经都是老同学没有什么深仇大 你们是有限 好 来来 紧接着春明也是邀请苏蒙进公司参观 爷呀 二姐在这儿 我哪能先走啊 你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吧 您不说我就行了 得 我跟你一起进 随后带所有人进公司后 小关却成为了此次的讲解员 他为大家讲解着春明研发的最新项目 而此时的成建军却看着春明又做了这么大的公司 瞬间又乱想了起来 他觉得春明今天叫自己过来 绝对是没安好心 而另一边的小幸得知自己被春明骗了后 立马跟破烂猴抱怨了起来 谁有人命啊 还能有谁啊 这韩春明呗 不是 您说这叫什么事啊 所有人都去凉乡了 我一个人给甩这了 这叫什么事啊这叫 不是 真的老爹 我就不明白了 韩春明他什么毛病啊 那么多年那么大岁数了 怎么什么事只要一挨上他苏蒙 谁说话都不管用了呢 破烂猴一听说着我不是人啊 并且主动要求让小幸开车 把自己带到春明公司门口 而破烂猴更是换了曾经捡破烂的衣服 准备扫扫春明 一个捡破烂的都在门口闪乱 拿着酒瓶子死活远买咱们工厂 随着迎兵员此话一出 春明立马想到了破烂猴 于是就快速赶往大门外 行啊 穿这身来给我上饮料 多么熟悉的生意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没有天哪有地 没有地哪有酒 没有酒 怎么胡说 景桃三遍出好水 人从三十五一高 兄弟 我怎么也是你半个师傅 你这 此时的破烂猴看到了成建军这个小人 瞬间又来了脾气 说着春明叫了成建军也没叫自己 春明一听也是立马说道 这些算我不对啊 走走走换衣服 换衣服喝酒 走走走 拿着 景桃三遍出好水 人从三十五一高 兄弟 我怎么也是你半个师傅 还没等破烂猴把话说完 就看到了成建军这个小人 于是再次来了脾气 说着你这公司开业竟然请了他都不请我 行行行 算我不对啊 走走走换衣服去 你这 嗯 换衣服喝酒 走走走 看 你也好 随后春明就扶着破烂猴走进了屋内 而此时只留下了成建军两口子站在了园里 一枪一直混 紧接着成建军为了面子上好看一点 于是就决定找地方给春明买两个花篮 可是带成建军把附近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卖花篮的商铺 紧接着就走到了小商贩面前打听了起来 师傅 哎 你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买这东西我都给你送过去 成建军一看地下的鼻桶立马让商贩包了起来 并且还让商贩把那个不起眼的香炉也装了起来 此时的成建军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不起眼的香炉却是个价值连城的好物件 紧接着在春明领着众人准备吃饭的时候 成建军就带人把花篮送到了春明身边 这大喜的日子你也不提前说一声 那现补你两个花篮 祝你的生意呢是越做越红火 有心的 谢谢 随后春明就带领所有人来到酒楼吃饭 开心之余几人还对起了酒 谁家的烟总不冒烟 谁的牛犊 你什么都知道啊 随着春明一杯酒下度后 又迎来了新的酒 买盆要敲打敲 嗯 嗯 跑老 这得喝了啊 得喝两杯 两杯 找什么急啊 还没说夏文呢 夏文就是娶妻要打听打听 嗯 苏萌听见没有 韩春边那句说的不对 他上下联都不对称 这上联应该是找老公要敲打敲打 夏联才应该接 找老婆要打听打听 春明一听立马说着这娘们一看就不是好人了 还没过门呢 就开始帮着外人挤兑自己的老公了 随后苏萌大就眼看 没了自己就没了热闹 于是就说道 书头不好 你咋过 哎这个 有 嫁夫不好意思 春明此话一出 小星瞬间来了 你说这女人嘛 是吧 就嫁错男人了 一事都不说太对了 哎 小丽一听也立马不乐意了 而小星又是何许人也 当年也是村中一把 怎么灌着她蔡小丽啊 这时小官看不惯两人干张嘴不动手的说道 要不就直接亮剑 看什么 也就是小官的这句话 瞬间让两人平息了怒火 而成建军却脸上挂不住面子的走了出去 紧接着破烂猴再次说着酒的声 日上好语 书说进 不怎么到我这就变变味呢 天下名山僧战多 也就在所有人玩的不亦乐乎之时 成建军把从商贩手里买的两个古物件拿了管 刚才啊 我不是找一个人买俩花篮送给春明吗 结果那哥们儿练摊了 我看出两样东西 对不 刚给我送给 此时的成建军只想让春明打字眼报报酬 可他却怎么也没想到 这两个古物件成为了成建军一生的耻辱 这个男人又开始作妖了 他仅用了五十块钱 就买到了两个价值连城的古董 但是可惜的是 一生都在钻研高仿的 他竟然没发现其中一个是真品 随后他就拿着这两个古物件来到了公司楼下 准备借春明公司开业让他打字眼 豪解了这么多年的心头之恨 紧接着戴成建军走到屋内 苏蒙看见后立马说道 这拿着什么小物件 刚才啊 我不是找一个人买俩花篮送给春明吗 结果那哥们儿练摊了 我看出两样东西 走吧 随后成建军就假意放起来 这时的杨华健立马把古物件拿了起来 说着也长长眼 而成建军却虚伪的说 这要是打了眼 这就丢人大来 不能不能把皮了 紧接着杨华健就准备让最有权威的破烂猴看一眼 而破烂猴只是瞄了一眼就知道此物的真假 因为在他们行内 只要是真东西绝不看第二眼 而在一旁的春明看到了破烂猴的表情 于是就更加确认了此物的真假 紧接着苏蒙大舅却拿起好看的笔筒来了劲 可是屋内除了春明跟破烂猴 剩下的都不知道桌上那个不起眼的香炉 才是真的精神 这时春明突然问 杨华健一听立马说着建军啊 我给你一万六卖我得了 此时成建军的这句话瞬间把火药喂点了起来 也就在几个大老爷们起哄之时 蔡小丽却说着这两个物件是建军逃回来的 所以我们就送你们当结婚礼物了 不行不行 这礼太重了我们可承受不起 我看这样吧 我出个价 我把这两个东西进来 怎么样老婆 十万吧 太高了 我老婆这金口啊 金口一开呢就这个价 十万 建军怎么样 邓建军一听立马装了起来 你们把事都弄到这儿了 你说我能说什么 我能说什么呀 是吧 我这也晓得金的跟猴似的 还有什么说呀 行了 随后春明为感谢 成建军送来的宝物准备一饮而尽 而成建军更是以为自己胜了春明 春明还得客气的给自己敬酒 也提这坏老小子多高兴了 喝酒都能喝出去二房的快乐 事后春明把成建军单独叫到办公室 说着已经把那十万块钱给他打到了卡里 成建军一听更加乐开了花的说道 这个笔筒啊 哈哈哈哈 他是高房的 哈哈哈哈 对对对就这个你看 就出五十块钱呢 哈哈哈哈哈哈 春明一听立马生气的摔碎了笔筒 此时成建军简直就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而春明也就是斗成建军开心开心 于是抬起身子立马说道 这个年过花甲的小伙子 仅用了五十元钱就在地摊上买了两个古物件 可他并不知道这个赠品的香炉才是精神 事后成建军转手以十万块钱卖给了春明 而春明更是趁着成建军开心的不知所措之时 说出了让他悔恨一生的话语 这个笔筒是燕品 但你给我那个香炉 那可是真正的宝贝 梁湘这个地方谁在这打不当的阵 杨六郎 那一仗叫天地绝命阵 紧接着春明就跟成建军讲起来杨六郎的事情 事后杨六郎吃了败仗 是他的白马救了他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山间的一座古庙里了 然而这座古庙就叫做白水新萌寺 那会杨六郎饿得是头昏眼花 并且据后人相传 是他的白马啃下了一块姜米面做的墙皮救了他 四天四夜 杨六郎和他的白马就靠着墙皮活了下 事后杨六郎发誓 打败辽兵重修白水寺再次进阵 你给我的那个炉子 正好符合每宋年间的破子 而且上面的四夜子 天地绝命 随着春明的讲解后 成建军此事半信半疑地说 不可能 你再跟我编故事 紧接着春明无奈地说着信不信由你 不过我得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无价之宝 你拿来我再看一下 完了 这好这炉子已经送了宝贝 这时的成建军瞬间蒙了圈 而春明更是回到了自己的招待室内 苏蒙的大舅更是佩服春明的能力 于是就说道 而另一边气得满脸发黑的成建军 更是找机会接近破烂猴想弄清真相 这时的破烂猴走了出来说道 此时的成建军还在死要面子活受罪 破烂猴一听立马转身就要离开 成建军更是快速拦下了破烂猴问这香炉的事情 而破烂猴也是直言不讳的说道 三十年前 我拿几本书跟韩春明换了一碗头纸 那书上可就记着了 百送杨柳郎 重计天地绝命 兵败白水色的事 我一眼就看着 那个屋 是老大 不过这行里人看见好玩意儿 绝不再看第二页 再看那货你都行啊 小子 你还愣了点 随着破烂猴的话一处 成建军顿时五脏六腑毒气地冒了烟 紧接着一口八二年的老坛就喷在了镜子之上 也就在成建军晕倒之时 涛子也恰好来释放洪荒之力 更是正好地碰到了晕倒的成建军 来人呐 怎么了 赶赶赶紧叫赵有力 建军吐血了 救人大把手啊 这个男人吐了一口八二年的老坛 原因竟是看走眼了一个古物件 而这个价值连城的古物件 竟然让他以十万的价格卖给了自己的老对手春明 成建军本想让春明从中打刺眼 却没想到差点把自己年幼的生命早早地奉献了出去 也就在成建军差点嫁喝戏去之时 涛子突然走得过来恰好碰到了晕倒的成建军 于是立马大喊了 来人呐 怎么了 赶赶赶赶紧叫蔡建军吐血了 叫人大把手啊 蔡建军吐血了 此时屋内所有人瞬间慌乱了起来 因为在此之前除了蔡建军 没有人知道成建军早就身患癌症命不久 事后春明领着媳妇来看望成建军 于是就问着外边的蔡建军 怎么样啊 董建军查出来了吗 干啥呢 刚好啊 其实早就查查了 这个老家伙不让说 随着蔡晓丽此话一处 春明立马走进了成建军的病房 而成建军却有气无力地说着春明 现在看到自己这样心里美滋滋的对吧 春明一听瞬间冷笑了起来并且说着 哎呦 热着念军哪能躺呢 行不行啊 你起来吧 起来咱个儿去点脸 你以为我不会啊 那说到就得做到 此时的苏蒙女人之心再次泛滥 于是就劝说着春明 而成建军却坐了起来气呼呼地说 只要我建军不倒去 我一定让你春明打一次眼 好我等着你 哎呀春明儿 他是病人 谁是病人 谁是病人 你让他走 让他走 你听见这什么的啊 随后春明快速走了出去 紧接着带两个人走出去后 苏蒙这下可来了劲 真是不问个缘由急头白脸地给春明一顿汪汪 可他苏蒙怎么也不知道春明这样做 目的就是给成建军制造了一口气 让他支撑下去 这样他才能多活几天 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清楚了 你去问不可 我 事后回到家 众人都替成建军感到惋惜 而孟小信却作为成建军曾经的妻子 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点都不用替他惋惜 二姐 就成建军这种人 他在世上多活一天 他就多坑人一天 你们都是太不了解他了 此时的苏蒙也突然开了枪 我明白你刚才在医院是什么意思 就得将他一军 让他心里还惦记着 有着念想 他这种人 就得用这种方法 你什么要努力 也就是苏蒙话音刚落 李源也突然走了过来说道 傅小丽来电话了 咱们呀谁都甭去 成建军呢 已经从医院出来返回市里了 春明 你怎么一眼 就看出那笔筒 这个艳名 那香炉 倒是宝贝 韩春明一听立马说着 这得感谢当年的破烂吼 七五年的时候 他给过自己一些书 上面就专门记载了 咱们能看上眼的 那99.99%都是艳品 真宝贝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紧接着春明 还说着在座的所有的人 包括郭大爷 还有自己的二哥 你们手里有多少物件 几乎都是成建军做的 二哥家里的东西 都是假的 你多半吧 随后苏蒙大舅 也问着为什么 而春明继续说着 现在你们的那些东西 和成建军 拿出来骗人的那些东西 看上去就像兄弟姐妹 学问 学问 你们这么半天说什么呢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我不明白了 二姐一听 也是赞同苏蒙的说法 说着春明最抠门了 小时候天天向大家借钱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也有大方的时候 只是我大方的时候 人都远忘了 苏蒙一看春明 阴阳怪气的 立马就问着春明 什么时候大方 就当年偷过厂里的面包 给自己吃 把这面包是桃子给我的 行 就算是桃子给的 那还要什么呀 什么 铁盒呀 完了 我给我奶奶了 不会是奶奶送人了吧 那个铁盒 可是康熙年间的物件 那一桌你就知道 这些宝贝了 也何止知 可是我亲戚所有 给换来的 谁知道人家不当好玩意儿 苏蒙这下可彻底慌了 于是拿起包 就跑回了家里 二话没说也是一顿的翻箱倒柜 可是经过苏蒙寻找后 始终没有眉目 随后苏妈也表示 所有屋子都翻遍了 还是没有找到她要的铁盒 是不是当年搬家的时候 放在老院子了 苏蒙瞬间想到了 老房子奶奶的卧室 紧接着就快速地 冲到了楼下准备连夜启程 而春明妈看着两人要出去 于是就问道 你奶奶什么东西啊 铁盒 就这么大一盒子 行 你带你去 走吧 行 别找 在我那儿 妈你别逗了 你先乱个吧 什么叫逗啊 是不是 苏蒙过生日时候 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对对对 就那个就那个 你真知道 什么叫真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紧接着老太太就说着 当年苏奶奶去世之前 就把铁盒交给了自己 因为苏奶奶知道 这小两口就注定会在一起 苏蒙这下得知了铁盒的下落 于是就领着春明连夜 赶回四合院 而这两位亲妈 更是看着小两口开心的不行 这时的春明妈却表示 两个人也这么大岁数 就是还没有个孩子 你说 我爱上了 真的 真的 妈妈不让我告诉你 不好意思 没举行婚礼呢 你说这孩子 不好意思 有差不好意思 你问老太太太 随后老太太就把电话打给了春明 春明也是得知自己当爹后 瞬间激动地问着苏默 你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 什么叫你来得及 什么叫你来得及 你坐着别动 哪都不许去 我还要找我那铁盒 你别动 你别动 我告诉你啊 你的都是你的 我的也是你的 你要敢下车 我跟你急 也就是这样三十年的恋爱长逃 终于迎来了两个人的爱情结晶 有人看不见前门 有人找不见前门 结果走了后门 你别动 最后一头扎进片子怀里 我看你也甭求他了 要不我来 你让他骗我一次得了 承建军就巴望着我在他眼的前刷一档的跑 我不能给他这机会 自从承建军出院后 就开始忍着病魔带给自己的疼痛 不停地造着高仿的老巫箭 势必要让春明打一次眼 而蔡小丽怕他的身体吃不消 也是不停地劝说着他 而承建军却说道 你记着我的话 这要纯明让你打一次眼 我把这巫东西全砸了 你说的那些害人害己的事啊 我不做了 我就是想争口气 事后无奈的小丽快速找到了春明 说着有事相求 我知道你要求我什么 但我没法答应你 我要是答应了你 那等于是在抗承建军的 小丽一听立马说着承建军 现在是不好好配合治疗 承天像是着了魔了就想让你打眼 你就看在他是病人的情况下帮他一把吧 苏蒙听后也是奉劝着春明帮小丽一次 而二姐直接否决了苏蒙的意思 说着承建军之所以撑到现在 完全就靠他活在了这种意念当中 你要是帮了他也许直接就不行了 此时的小丽一听立马说道 反正我是没办法了 你帮他一把吧 你还是巴金那句话呀 紧接着春明表示自己也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 刚才二姐的话你也听见了 给给他留个念想 有了念想他也许会走得更远一些 小丽一听春明是真不帮忙啊 于是就气得转头就离开了此处 事后春明经过长时间的对小青和投资绿化环保 终于完成了师父关大爷的遗愿 那就是把小青和恢复了从前清澈的面貌 并且准备把师父的骨灰撒进小青和之中 此时所有人齐聚小青和 春明手捧师父的骨灰来到了小青和中央 师父 您看看吧 您的心愿我已经停留了 您安心吧 随着春明此话说完 立马就蹲了下来打开了骨灰盒 并且一把一把的把骨灰撒进了小青和之中 也就在这过程中 小丽也领着成建军来到了此处 而撒完骨灰后的春明回到岸上之时 老太太却说道 随后春明就走到了桥上支走了小丽 于是就跟成建军聊了起来 将军 你的手艺已经是骨灰纯青登峰造像 都能上拍卖会了 好 随后春明继续说着 为什么你做的东西我就能一眼看出来 因为鼓完这东西就跟人的长相一样 就比如我韩春明不管怎么打扮 我相信你都能一眼能够认出来吧 巴拉皮我都认识 那不就得了 再军 您手艺这么好 为什么不造几个好物件给哥们 为什么非要去模仿别人的东西 你是为了钱吗 我怎么可能为了钱呢 你刚才说你要收藏我的作品 没错 随着春明此话一出 成建军瞬间豁然开朗 并且也提出个条件 那就是把香炉那个耻辱还给自己 行 给你 那可就等于你认输了 认输就认输呗 不过你也得说 你那些东西 上拍卖会的我给他撤了 腰里的我给他砸了 一言为敌 也就是这样两人三十年的恩怨和好处 本剧更新到此结束 感谢支持我们下部剧节目